梁士贤的眼光立即落到了白渊抓在手里的火冲上 那是一种枪管非常长的火冲 一看击阔就感觉到非常复杂 以梁士贤的科学知识储备 看都看不懂 他指了指地上的死鸟 这是白先生打的 白渊一说到这个就得意 再一次露出笑容 哈哈哈哈 是的 正是在下打的 百步之遥 再下一冲命中飞鸟 哈哈哈哈 这君子六亿中设置一亿 整个天下也无人能与在下相比了 哈哈哈哈 梁士贤心中暗道 好像哪里不对吧 君子六亿里的 是单纯的指的随便拿个东西射击吗 我得好好想想 学父五车的梁士贤 立即在脑海中启动了资料查询模式 古代的书籍 古代的成语 古代的名词解释 仿佛走马灯一样在脑海中划过 突然叮的一声定格在了一本主简书上 周里 地观司徒 宝氏 所谓摄 分为五项 白史 参联 善助 香齿 锦怡 这里面不光有弓箭技术的 讲究要点 还有射箭时的礼仪要求 这和碰碰碰的 火虫扒杆子 都打不到一块吧 他正准备吐个槽呢 就见白鸢又举起了手里的火虫 一连串熟练的装填动作 然后举起枪 又描上了远处天空中的一只飞鸟 哄 一声枪响 那鸟又从天空中坠落了下来 白鸢欢呼一声 捡起先前 砸落梁士贤的帽子 那只死鸟 塞在梁士贤手里 刚刚射落的鸟 一袭白衣被他跑得向后拖起 衣美飘飘 转眼间跑得没了影 梁士贤左手抓着一只死鸟 右手向前伸出 哎 别跑 本官来和你谈正事的 你要跑到哪里去 他赶紧把官服的下摆提起来 撒腿开始追 没想到他跑得还挺快 登登登的就追着白鸢去了 点灯子赵胜 正从反方向走过来呢 一边走 还一边扬着手里的一页纸 县尊大人 您来得正好 咱们亲见县来的刘明 想向您申请一下 把户籍迁到城城来 这种事对于您来说 应该是一如反 刷 梁士贤从赵胜身边一闪而过 瞬间去得远了 赵胜 哎 县尊大人等等在下 在下有重要的是 要和您谈呀 他也拔腿追了过去 这一跑就跑了两百多不远 白鸢捡起死鸟 哈哈大笑 梁士贤跟着追过来 一把抓住白鸢的手臂 呼 累死本官了 你别再乱跑了 本官要和你谈正事 后面圣上来 要的 三个书生凑一块 你说我说 七嘴八舌一阵乱说 终于把三个人的事都讲清楚了 赵胜的要求 确实是件小事 并不困难 明朝虽然对老百姓的户籍管理非常严格 但是官府也进行过很多次大迁移 朝廷早就对人口大迁移 有过实际操作案例 大批量的给移民修改户籍并不是难事 反正对于梁士贤来说不难 而梁士贤说的事倒是比较棘手 武镇总兵进京秦王 西北地区朝廷的军事实力大减 如此一来 刘寇肯定会更加肆虐 那些离城城县比较远的也就罢了 但帆山岳就在河阳县 如此致敬 这可是个很大的麻烦 而且他现在还有朝廷的官员身份 被昭安后封为河阳守备 对付这家伙 不能明着来 白冤道 县尊大人 您对帆山岳的事如何看 梁士贤道 本官思来想去 也没别的好办法 帆山岳是河阳守备 而本官却是城城县令 无权去管河阳的事情 那帆山岳若是在河阳县里闹 本官插不了手 只能防范好两县交界之处 若是他闹过来 到了咱们城城县里 本官倒是能派出 巡检方无上和民团 与之交战 甚至将他杀了 先斩后奏 也是可以的 白冤 梁大人的意思也就是 让在下率领民团 守在两县交界之处 等着他来 梁士贤叹了口气 也只能如此了 白冤摇头 这也 哎 梁士贤也摇头 确实哎 两人正在这里哀声叹气呢 李道玄倒是有了想法 开口道 一夜 你去和两位聊聊 高一夜赶紧跑到了两人身边 天尊有令网 白冤和梁士贤同时精神一振 高一夜指了指白冤手里的献堂枪 白先生 天尊早已给你赐下了神物 此物能于两三百步之外 取敌性命 你何不利用此物 替天行道 白冤猛地一醒 咦 对呀 梁士贤却还猛着呢 什么意思 白冤黑地笑道 梁大人 那翻山越 现在是个朝廷命官 咱们不能明着 跑去和阳县收拾他 对吧 梁士贤 是的 白冤 那就暗中收拾他呗 在离他几百步外的树林里 架起这把仙家火冲 碰得一声将他干掉 然后立即 缩进山沟里溜走 谁能知道是咱们干的 梁士贤 哎哎哎 这这 这样 简直就是暗杀 岂不是太过无法无天 听 白冤 无法我也就认了 无天这两个字 可不心说啊 这是天尊赐下的法旨 也就是天意 岂能说无梁士贤 白冤 翻山越以前做贼的时候 裹挟梁明 为非作歹 现在当了朝廷命官 依旧死性不改 抢掠梁明 与那游击 里应如一丘之河 将这种人杀掉 是为替天行道 天尊都下了法旨 县尊大人 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梁士贤认真地想了想 确实 白冤道 梁大人 你不能离开城城县 这是您身为朝廷县令的规矩 但我白冤可不必守着规矩啊 嘿嘿嘿 这件事 就等着听我的好消息吧 梁士贤想了一会儿以后 也想明白了 天道高还是法律高 这不废话吗 当然是天道高 连皇帝也是比天低一级的呢 皇帝又有一个名字 叫做天子 他见到天尊 也得叫爸爸 听天尊的话 准没错的 来人啊 拿纸笔来 本官要修书一封 给和阳县令 让他帮忙配合 李道玄端着一碗干炒牛河 一边往嘴里吸粉 一边将棺柱放在白渊身上 跟着他出差 白渊身着一袭白衣 背着一个巨大的长条形盒子 带着一群心腹家丁 穿过全沟村 沿着官道向东走 便走进了和阳县的地界 这一段 李道玄还是有视野的 由于高家村 位于成城县与和阳县交界之处 所以他的视野 其实是同时在向着成城县 与和阳县两个县扩张 早就已经可以看到 和阳县的大片区域了 甚至能看到不少村庄和小镇 李道玄就没急着向和阳县那边伸手 现在白渊去和阳县出差 李道玄倒是有了一个切入点 干脆就趁着这个机会 开始向和阳县伸手吧 白渊刚进入和阳县的地界没多久 一行人就对着他迎了上来 正是和阳县令冯眷 这位县令的岁数并不大 看起来也就三十来岁的模样 比梁士贤还要小一点 一见到白渊 便拱手为礼 你就是白渊白先生 白渊赶紧回礼 正是在下 您是和阳县令冯眷冯大人吧 冯眷点头探道 是的 本官冯眷 最近被翻山岳那贼子 闹腾得不轻 真是一个脑袋两个大 原本听说陕西总兵王承恩 要来收拾那家伙 哪知道剑奴入关 武镇总兵全都要进京秦王 我这里别提都难顶了 听梁兄说 白先生在城城县搞了个大名团 搞得有声有色 还曾经抵御过翻山岳 进攻城城县 你有办法收拾那翻山岳 白渊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是的 收拾他 冯眷大喜 如此甚好 如此甚好啊 白渊 咦 冯大人 您流鼻血了 冯眷压了一声 马上就感觉到 自己流鼻血了 伸手在鼻子上一抹 那鼻血刷的一下横了过来 在脸上横抹出一条红色的横线 黑的笑了一声道 不妨是 本官自幼就有这个毛病 只要稍微有一点点开心 难过 激动 都会流鼻血 不妨是的 一会儿就好 白渊 冯眷 不知白先生打算用什么办法收拾翻山越 是要把成城县的名团带过来吗 白渊笑 那倒不必 冯大人只需告诉我 翻山越的行踪 在他外出抢掠良民之时 在下就能千军万马之中 取他性命 冯眷吓了一跳 这要如何做到 白渊骄傲地笑 却故意不说 他这人就这点不好 喜欢吊人胃口装逼 冯眷有求于人 只能任由他装逼了 本官有句话得很提醒白先生 翻山越虽然是个贼 却在上一次招案中 接受了和阳守备一职 现在多多少少算个朝廷命官 您出手杀他之事 切记不能走漏了风声 否则也会给白先生带来麻烦 白渊笑 冯大人放一百个心 您若是实在担心 一起来看也可以的 冯眷心中暗想 杀朝廷命官的事情 我哪能来看 我要是在暗杀现场 那事后还不乱了套了 不过 这事情是真的挺想亲眼看到 如果有机会 那一定是要看的 信闻苦不堪言 我派人带路 白先生去犀牛庄附近 应该能找到机会 冯眷低声道 明白了 翻山越如今正驻扎在 河阳县北边的犀牛庄 附近的几个村庄 都被他抢掠过 老百白渊点头 好 那冯大人等我好消息吧 冯眷派出两名心妇 领着白渊 向犀牛庄去了 他站在原地 看着白渊一行人 消失在远处 终究还是不放心 咬了咬牙 对身边的心妇加盯道 拿备用的衣物过来 本官要乔装打扮 跟过去看看 那翻山越手底下 还有两千汉匪 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白先生只带了不到三十个人 本官担心 他能不能成 家丁赶紧给他递上换洗衣物 他一边换衣服 脑子里一边想着 如果干掉了翻山越之后 河阳县就能安定下来了 一开心 鼻血刷的一下 又流了下来 旁边的家丁急道 老爷 您的鼻血把衣服染红了 冯眷伸手一抹 鼻血刷的一下 又在另一边脸上 画出一条横线 一边一条 还挺对称 像是人体绘画艺术 再拿剑替换衣服来 哎呀 血流多了 头好晕 与此同时 黄龙山 高家村民团的临时营地之中 承煦打开竹筒 从里面拿出一张纸来 拉平看 脸色沉了下去 旁边的高出武不经其道 怎么了 承煦 高家村那边传来了消息 剑奴入关 武镇总兵进京秦王 官兵大量被抽走 这陕西 沿随两地的贼军 会闹痛得更厉害了 天尊说 在陕西彻底大乱起来之前 要我们加紧行动 尽快将王左挂干掉 给死掉的四个兄弟 报仇血痕 高出武 哦 原来如此 那我们肯定得加油了 大妞 你说是吧 郑大妞 啊 八宝饭真甜 众人 承煦将那纸扔进了火把里烧掉 站起身来 摊开地图 在黄龙山里 也游荡了好一阵子了 周围的地形 早已经了如指掌 而且他也 基本上摸清了王左挂藏身之处的山谷 将守在山谷上一点 准备进攻王左挂老窝 一站将他彻底击溃 方不负天尊之命 众人 哦 承煦突然感觉哪里不对 三傻怎么少了一个 高出武 没少我 郑大妞 也没少我 承煦翻了翻白眼 知道你们两个在 我就是在问 还有一个去哪里了 一名清兵上前一步 啪地图 大清早就跟着时间率领的赤后队 出去侦察去了 他说 他是精锐中的精锐 做赤后这种事 非他莫属 天下第一 时间也得喊他也 承煦哭笑不得 这家伙做一次赤后立了功 现在就喜欢上座赤后了 真是 算了 由得他吧 反正进攻王左挂之前 也需要将附近摸个清楚 光靠时间 我还挺担心的 多一只耳朵掌的兔子在前面 也更让人安心 啪地图沿着树林边缘 缓缓向前爬 震狗子和时间 在他身后半米左右的距离 两人都小心翼翼地 生怕出了一点声音 自从进入黄龙山剿匪之后 啪地图就一直在充当赤后 而且做得还不错 他这种性格的家伙 放进大兵团 还真不合适 但是放进赤后队伍里 却正是如鱼得水 很方便他发挥 前面就是王左挂老窝了 啪地图小声道 看见没 下面那个山洞 王左挂的人 肯定就在那个洞里 震狗子点了点头 能看到洞口有人活动过的痕迹 应该错不了 这附近肯定有贼军赤后 时间低声道 小心点 别被人给围住了 啪地图黑黑笑 有我这双耳朵在 不用担心贼军赤后 他话音刚落 爬过一个树洞 突然发现 那树洞里 居然有个贼兵在睡觉 啪地免从他身边爬过 将那贼兵给惊醒了 那人瞪大一双猛逼的眼 看着啪地图 啪地图也猛逼地看着他 谁也没想到 会这样突然遭遇 短暂的猛逼之后 那贼兵一张嘴 想大叫 时间却飞快地向前一扑 捂住那人的嘴 将一柄短刀 捅进了他的咽喉之中 呼 三人重重地松了口气 时间道 看吧 如果敌人再一动 你的耳朵倒是能听到 但敌人若是躲着没动 你就听不到了 小心点啊 啪地图也算是背上了一刻 乖乖点了点头 时间从山壁上探出头去 俯视整个山谷 将往左挂藏兵的山洞附近地形 全都一览无余 死死地记牢 然后才开始缓缓地后退 我得回去 向河交习复命 将这些的地形画给他看 啪地图 我继续留在这里 监视往左挂 好 时间 狗子陪着你 你们小心点 他缓缓地后退 慢慢爬行 退出很远的距离之后 才稍微加快了移动速度 向着程序驻兵的营地去了 啪地图则左看 右看 仔细地研究了半想之后 突然伸手指着一条隐蔽的土钩 狗子 你看那条钩 正狗子 怎么了 啪地图 如果我是王左挂 在突然遇袭 被手榴弹乱炸的情况下 肯定会钻进那条沟里 猫着腰逃 那是骨口被堵之后 唯一能逃生的路 正狗子 哦 于是呢 啪地图 于是 我们当然应该潜伏在那条沟边啊 等着王左挂逃过来 出手将它干掉 岂不是立下大功 嘿嘿 正狗子 别乱来啊 王左挂身边 会有心腹汉匪跟着 咱们两个人打不过的 啪地图 本兔爷一剑光寒四十周 可敌万军 怕他几个心腹汉匪 一剑一个 全都杀了 正狗子举起了波鱼大的拳头 不用等敌人杀你了 我先揍扁你吧 反正死在谁的手上 不是死呢 事业 星光暗淡 程旭率领着名团 悄悄地摸到了山谷边上 王左挂为了躲避官兵追捕 选择的这片山谷 当然是极为隐蔽的 但越是隐蔽的地方 就越是封闭 山谷只有一个口子可攻进出 这口子还长满了树藤 想从外面发现 山谷还真不容易 程旭等人浮在远处 黑黑地怪笑起来 看到那几个守山谷口的家伙了吗 去几个弩手 射他们咽喉 务必让他们发不出声声音 制弹兵 爬上左右两边山顶 开战之初 往山谷里扔手榴弹乱炸 当我们的人进谷时 就停止扔手榴弹 别炸着自己人了 高初五和郑大牛赶紧领命 各领着五十名制弹兵 分别爬上两边山顶 还是老样子 进谷之后 火冲兵先骑射 打崩敌军士气之后 长矛镇再向前推进 众人 遵命 王左卦此时正在得意 他的消息也不慢 剑奴入关 五镇总兵被抽走的消息 他也收到了 正在山洞里仰天大笑呢 五镇总兵离开 这西北地区 岂不是能让咱们横着走了 哈哈 待我下一次杀出山去 还有谁能挡我 苗美帝旁边低声道 大哥 那白家堡的火器部队 还在山里到处恶心咱们呢 三弟和四弟 都被截住打了两场 损失很大 王左卦呸了一声 白家堡的混蛋 也不知道从哪里 弄来那么多火器 真是烦死人 也罢 五镇总兵走了之后 我们已经没必要 再归缩在山里了 干脆直接向北 走出黄龙山 到遗川县去好好玩玩 没了五镇总兵 谁还能奈我何 苗美大笑 大哥所言极是 白家堡的火器再厉害 还能追到遗川县来 打咱们不成 咱们惹不起 躲得起 王左卦 哼 等我在遗川 再多收一些布下 人多势众 再来收拾那些 白家堡的蠢货 到时候 我不幸搞不死他 两人刚说完这句话 突然听到外面 响起啊的一声惨叫 这声音十分响亮 穿刺夜空 在夜晚的山谷里回响 分外的渣儿 原来 是守山谷口的贼兵 被射杀了 但射弩剑的人歪了一点点 没能正中咽喉 让那家伙给惨叫出声了 这一下 可捅了土匪窝了 飞山虎和大红狼两步的人 立即就从山洞里冲了出来 为首一人 正是四当家大红狼 怒吼道 发生了什么 他不出来还好 山谷里空空的 质弹兵也不会乱炸空地 但飞山虎和大红狼这么一出来 目标不就有了吗 早已经趴在山顶上的质弹兵们 立即开开心心地点燃了火神 将手榴弹对着山谷里丢了下来 轰 轰 轰 连续不断的爆炸声响起 这声音一响 飞山虎和大红狼就吓破了胆 两人都不是第一次被这玩意儿炸了 简直是被炸出了惊艳 听到这声音第一时间先趴下 然后扯开嗓子怒吼 白家宝的人又来了 我操 这些家伙怎么找到我们的 明明我们躲得如此隐蔽 两边山顶上的赤后呢 我们的赤后 怎么没发现敌人靠近 操 就这样轻易地被人占据了高点 他妈的 快跑 这样被炸 只有死路一条 山谷里一片哭爹喊娘之声 王左挂军里的流寇 早就被高家村民团给炸成了惊弓之鸟 以前在普通的地形上被炸 都会溃不成军 更别说这次是被围在一个小山谷里炸了 这种炸法太过可怕 四面里都是山壁 根本上不去 手榴弹不断落下 在人群里到处开花 这换了 谁顶得住啊 到这时候 王左挂才开始后悔 自己驻扎在这么个破地方 扎营的知识 他是真的没有学过啊 明军最低端的武官 也不会犯这个错 因为明朝的无举制度 是先考统御 扎营这一方面的军略 军略考过了官 才会考武艺的 只会武艺不会军略 门都摸不着 但王左挂这种门都摸不着的人 却能领着上万大军 也算是他踩中了时代的风口 明明是投珠 居然也能飞得起来 哄 哄 手榴弹不断爆炸 周围到处是惨叫声 苗美大吉 大哥 现在怎么办 王左挂打仗虽然不行 逃跑却是好手 一瞬间就想到了 自己该怎么办 大声吼道 全军冲锋 冲骨口 吼完这个命令之后 立即对身边亲信汉匪道 我们向后撒 山谷另一边 有一条小土沟 穿过一个小山洞 就能逃出谷外 亲信汉匪们立即会议 二当家苗美也懂了 对着外面大吼道 三地 四地 冲 冲骨口 飞山虎和大红狼 这时候已经被手榴弹炸猛了 听到命令 简单的脑花稍稍一响 确实 现在只有冲骨口 是唯一的活路 两人赶紧对着崩溃的手下们吼道 不要乱窜了 现在唯一的活路 就是冲出去 飞山虎 大红狼 立即率众向前猛冲出去 苗美和王左挂步 也加入大量的贼兵 集合起来 倒也有好几千之多 对着狭窄的骨口 开始了猛冲 程旭正等着他们冲呢 三百火冲兵 瞄准骨口 就一个字 打 碰碰碰碰的火冲声 连续不断响起 骨口冲出来的汉匪 瞬间身中树弹 颓然倒下 他们这样冲 是根本不可能冲得出来的 王左挂和苗美两人 趁着步下门冲骨口 吸引了民团的注意力时 悄悄地带着一百名汉匪 溜到了山谷另一端 钻进土沟里 贴着地面爬行 穿过狭窄的小洞 来到了山谷外面 这边的爆炸声和枪声 就小多了 王左挂回头看了一眼身后 自己的上万大军 就只剩下一百人了 三弟四弟也丢掉了 只有二弟苗美跟了过来 心里颇有点不爽 但能逃得姓名 就比什么都强了 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吗 等老子去了一川 重振旗鼓 一定要回来报仇的 白家宝 你给老子等着 王左挂刚刚说完这句话 就见到前方的树后 冒出一个脑袋来 正是趴地兔 右手挥着一柄 荧光闪闪的长剑 大声道 王左挂 你想往哪里走 本兔爷神机妙算 早就知道 你要从这里逃跑了 哈哈 你是走不掉的 王左挂 对方明明只有一个人 但王左挂并不这样认为 他知道对方 肯定埋伏了很多人 不然不可能这样 跳出来拦截自己 糟糕 中服了 王左挂赶紧吼道 都冲 都冲上去 干掉他 他身边的亲信汉匪们 一起向前 一百汉匪对着自己冲来 趴地兔却丝毫不拒 右手挥舞着长剑 大吼道 天 土 断 霸 剑 这边的人奇奇 吓了一跳 还以为他有什么 以一抵百的绝招呢 却见趴地兔的左手 从背后移了出来 手上有一个手榴弹 火绳正在燃烧 他把那手榴弹向前一扔 轰 向前冲的一百名汉匪 瞬间倒下一片 剩下的人 其实在向前冲几十步 就能将趴地兔乱刀剁死了 但他们却毫无悬念地向着两边 同时窜开 逃了 看都不再看王左挂一眼 王左挂 现在 只剩下一对二了 趴地兔黑黑怪笑了起来 王左挂 苗美 你们两个只有死路一条 本兔爷收拾你们两人 不费吹灰之力 说完 怒吼一声 对着两人冲了过来 动作毫无半点犹豫 步伐坚定 眼光凶狠 手上常见泛起荧光 看样子 他对一打二的事 没有半分犹豫 王左挂 苗美 两人心中惊惧 这个自称兔爷的 看来是个高手 我们两个一起上 搞不好真的打不过 就在这决定生死命运的一瞬间 苗美突然跳到了王左挂的背后 用力一脚揣在了王左挂的屁股上 王左挂措手不及 向前跌出 正好跌到了趴地兔的面前 趴地免一剑就斩了下去 鲜血标起老高 将他染了一头一脸 苗美却借机向着旁边狂奔而逃 转眼就跑出去一两丈 眼看后面的趴地兔追不上来 苗美正大喜呢 面前刷的一下 又跳出一个人 正是正狗子 他挥起腰刀 对着苗美一刀斩过来 苗美随手一刀反斩 争的一声 正狗子腰刀脱手 吓得 他连打了好几个滚 兔爷 点子扎手 快来帮我 趴地兔大笑 对付一个区区苗美都不行 狗子 你差得太远了 看本兔爷 来收拾他 他一个大步追上前来 挥起长剑 对着苗美后背 就是一剑 苗美看到趴地兔来了 心里也慌 这个人一看就是高手 只怕不好对付 我苗美今天怕是要交代在这里了 不管了 拼了 他猛地反手一刀 迎向趴地兔的长剑 出刀的同时 准备好了十几种变化 迎接对方的剑法变化呢 乃料到 没有变化 趴地兔根本不会剑法 怎么可能变化 争 刀剑相交 趴地兔长剑脱手飞出 苗美顺势一脚 将趴地兔踹翻在地 这活这么弱 我操 苗美大怒 早知道我就不出卖大哥了 大哥那一百个手下 也根本没必要逃啊 心中大悔 但这时候后悔也没用了 只好愤愤对着趴地兔 一刀斩下 翁 一声功弦阵鸣 镇狗子射过来一只弩剑 苗美赶紧侧身一闪 躲开箭矢 还想再举刀砍 却见趴地兔猛的一跳 跳得好远好远 瞬间躲到了远处的一条土沟里 还拉了一把正狗子 快跑 这货好厉害 我们打不过 两人瞬间逃得远了 苗美横刀四顾 心里一片迷茫 我们居然栽在这样的人手里 罢了 逃罢 她迈开大步 向着遗川县逃去 李道玄的视野正在跟着白云走 白云正在和阳县里溜达 简直可以说是一团糟 这里没有天尊降雨 也没有天尊发凉 反而有一个翻山岳 到处抢掠杀人放火裹挟老百姓 从崇祯初年 一直闹到了现在 足足闹了快两年了 这近两年的时间里 和阳县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生产力三个字 是根本不必提了 半个县一片糜烂 时势久空 路边随处可见白骨 只有东边靠着黄河边缘的那一块区域 还算有点生机 西边靠近城城这一边 则向漠视 白鸳一路走来 一路感叹 李道玄一路看来 也一路感叹 这一次与和阳县令建立了联系之后 该帮帮这边的老百姓了 白鸳自言自语地道 梁士贤不便出面 但我们走民间渠道 却是很方便的 李道玄点了点头 此言不差 白鸳能有这个想法 可见 他与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式 也开始同步了 李道玄一直以来帮助老百姓的方式 就是绕过官府 自起炉灶 除非碰上了梁士贤那样的官 否则根本不想和官府的人打交道 原因也很简单 明天是没得救的 腐朽的大帝国 已经是一身烂窗 刮骨都治不好 更别说修补了 还不如推倒重来呢 白鸳沿着破烂的黄土官道 向着北方前进 一路经过永宁庄 北永宁庄 阳村穿过一片山林 在山脊上穿行了一阵子 前方就是犀牛庄了 到了地方 李道玄和白鸳才知道 翻山岳为什么会选择驻扎在这里 原来犀牛庄北方 又是连绵巍峨的黄龙山 这里是黄龙山的东南角 翻山岳驻扎在此处 如果有点风吹草动 就能率众 跑进黄龙山去 再一次变成逍遥自在的流寇 看来他也知道自己做的是不地道 朝廷很有可能再次派人来脚踏 如果陕西总兵王承恩 没有被召回秦王 翻山岳这时候 应该已经逃进黄龙山去了 白鸳哼哼了两声 来的路上 我还在担心 找不到偷袭他的地方呢 结果这家伙驻扎在黄龙山下 哈哈 倒是给了我绝佳的偷袭点 走 上黄龙山 他带着家丁绕了半圈 钻进了黄龙山里 爬上半山坡 躲在一堆乱石之中 居高临下俯视着山下的犀牛庄 嘿嘿笑道 好了 从现在开始 就是慢慢等机会了 他打开背上背着的大木盒子 双手从里面捧出一把长长的碎发鸟冲来 一边熟练地开始装填弹药 一边笑道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射数了 何阳县令逢卷派来给他领路的两个家丁 一脸疑惑地看着白渊 心里暗想 这是鸟冲吧 虽然名字叫鸟冲 也经常有人吹嘘说 这玩意儿能射落飞鸟 但稍微对他多懂一点点的人也知道 这玩意儿的射击精度 惨不忍睹啊 白先生莫非打算用这个暗算翻山院 两个家丁向着山坡下面的犀牛庄瞥了一眼 好远 这个距离怎么可能打得中 不行 这是得回去通知老爷 两个家丁则报了报权 白先生 回去向老爷赴命了 白渊挥手 去吧 让冯大人等着好消息 两个家丁露出古怪表情 心想 等得到好消息才怪呢 辞别了白渊 两人飞快下了山 绕过犀牛庄 跑到了另一边的山坡上 一身便装的冯隽 也已经来到侧面山坡上了 见到两个家丁回来 冯隽急问道 如何 白先生打算怎么收拾翻山院 两个家丁一脸的尴尬地道 白先生拿出了一柄鸟冲 似乎是打算从黄龙山上 一枪打下来 冯隽的表情瞬间变得极为精彩 是那种这怎么可能的表情 老爷 您的比一个家丁急叫道 冯隽伸手在鼻子上一抹 鼻血刷的一下 在脸上画了一条向下沉落的斜线 急了 鸟冲那精度 怎么可能做得到 他这样做 只会打草惊蛇呀 万一翻山越猜到了 是我们要收拾他 岂不是变本家丽地乱闹 杀进县城去都是有可能的 两个家丁尴尬 白先生似乎很凶有成竹的模样 冯隽 瞎搞 根本不可能做到 糟糕了 快带本官去找他 本官要阻止他的无谋之举 就在这时候 犀牛庄的大门开了 翻山越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 得意洋洋地走了出来 身边还有一大群人 左拥右护 意态嚣张 翻山越穿着山文甲 而他身边那一小群汉匪们 现在还是穿得乱七八糟的 没个统一性 撑着一面大旗 上述一个巨大的正字 右下角 还有一行小字合羊手背 原来 这货的真名叫做正凡越 以前是刘寇 名字当然不能说 但接受了朝廷的招案之后 名字就可以亮出来了 以前抢掠老百姓 还要被民团所组 现在打着朝廷武官的身份 去抢 民团都不敢动手了 乡身富户们 只能乖乖地将财务奉上 端得是好不快活 翻山越得意洋洋 左右的 今天去抢谁啊 一个心腹笑道 下装的张员外 以前一向组织民团和我们作对 在咱们受府之前 和咱们打过好几仗 恶心的家伙 今天去敲他一笔呗 翻山越大笑 如此甚豪 说到这里 他突然脸色一沉 对了 让你们打听的 永济行红狼的消息 你们可打听到了 老子还没忘了 老二和老三的仇呢 现在有了朝廷官员身份 杀他一个私言贩子 正是名正言顺 心腹手下道 打听到了 那行红狼 最近经常在西安 与城城县之间活动 翻山越哼了一声 城城 老子最烦的就是城城 哪天咱们 把这身皮脱了 偷偷穿进城城去 抢得痛快 他话音刚落 远处的山坡上 突然响起了 碰的一声响 一阵白烟缭绕而起 好大的声音 但是只听到声音 却没看到人倒下 翻山越和手下的汉匪们 一起转头 向着声音响起的方向看去 咦 那好像是火冲的声音啊 那边怎么了 听到火冲声音的那一瞬间 冯娟就心叫不妙了 糟糕 这家伙真用火冲打呀 远处的山坡上 白烟缭绕起起 很明显 白烟在那里开了火 但是冯娟看了看犀牛庄前 高头大马上的翻山越 真的是屁事没有啊 火冲在这个距离 怎么可能打得中 白烟还真是没打中 他这一冲 虽然瞄了又瞄 但还是歪了 子弹在距离翻山越的头顶 起码有一两寸的距离 飞过去了 不但没打中翻山越 也没打中他身边的汉匪 因为翻山越骑着高头大马 足够高 子弹直接从一群汉匪的 头顶上滑过去了 所以谁也没中弹 甚至都没人 看到有子弹飞过去了 翻山越和他的手下们 根本就没在慌的 一群人居然全都转头 对着白烟藏身之处 看了过来 甚至没想到 有人会在那个距离偷袭自己 翻山越扬起了马鞭 指了指山坡上冒白烟的地方 去两个人看看 那里在闹什么幺蛾子 我听那声音像是火冲的声音 去看看是谁这么无聊 在山坡上乱打火冲 一个汉匪笑道 不会是咱们家的哪位兄弟 捡了一把官府的三眼神冲在玩吧 翻山越笑 若是如此 更不能让他玩 应该拿来给老子玩吗 众人哈哈大笑 就是 有好东西 该先给老大玩 他们聊到这里 三十次眨眼的时间已经到了 白烟已经重新装填好了子弹 刷的一下举起火冲 再次瞄准了翻山越 另一边的冯卷正在急呢 对着家丁吼道 快快快 快去阻止白先生 让他别这样乱搞了 这样是不可能杀得掉翻山越的 现在翻山越还没警惕 若是让他警惕了 就麻烦了 碰 第二发枪声响了起来 翻山越的脸 盘子正中间 突然出现一个血洞 横都没能哼出一声 就从马背上坠落在地 激起一棚尘埃 汉匪们围上去一看 顿时大惊 老大 老大 有人暗算了老大 到这时候 这些毫无警惕性的蠢货 才知道了 半山坡上那个玩火冲的人 是来暗杀翻山越的 冯卷大喜 中了 中了 白先生好冲法 旁边的家丁也大喜 老爷 鼻血 鼻血 冯卷兴奋的鼻血狂勇 但这一次 他都懒得去抹了 顿足狂笑 哈哈 中了 翻山越这个狗东西 终于被收拾了 哈哈 家丁冷汗直流 老爷 您的鼻血 像山泉在喷啊 冯卷 咦 是吗 量这么大 难怪本官感觉头好 说完向后就倒老爷 老爷 几个家丁赶紧扶住冯卷 将他抬起来就跑 冯卷 快传本官命令 让旁边几个庄子的名团过来 趁着翻山越死了 群贼无首 趁机将这伙人全部剿灭 哎呀 头好晕 家丁们急 老爷别再激动了 快平复心情 另一边 白云一枪得手 虽然杀了翻山越 但却并不是很满意 摇了摇头 第二枪才打中 哎 我这射之一亿 滑掉一半吧 家丁 老爷 快跑 翻山越的手下冲过来了 他出手偷袭翻山越的地方 离犀牛庄门口 仅仅只有两百多不远 翻山越的部下一旦冲过来 那是相当危险的 好在直线距离虽近 对方却还得爬个坡 才能够得着他 就像双庆的地形 从离子坝轻轨站 走到文创二场 用高德导航 只有190米的距离 但走路得走40分钟 就有这么妖娆 翻山越的人开始爬山 半山坡的白云 却一点也不慌 收起火冲 站起身来 一袭白衣飘飘 将装逼两个字 发挥到极点的潇洒转身 我们走 刚一转过身 就听到身后功弦正名之声 不知道多少贼子 对着白云就是一轮乱射 这一下不敢装逼了 白云抱头鼠窜 身后的家丁们 拿出盾牌护住他 向着黄龙山里狂奔 李道玄也看乐了 可不能让自家小人受了伤 伸出手去 在白云背后帮他挡箭 贼子马上就发现了 他们对着白云射出的箭矢 仿佛射中了一面无形的墙壁 在半空中 颓然无力跌落 居然伤不到白云一根毫毛 群贼大惊 一起怪叫起来 发生了什么 箭矢射不中那人 天哪 那家伙肯定是个妖怪 看到那白衣妖怪 撤入了黄龙山 群贼们连追都不敢追了 赶紧退回去 围住了翻山岳的尸体 一阵茫然无措 不知道如何是后 郑猛逼呢 突然听到四爷里 喊声雷动 下庄的张园外 南太村的李村长 阳村的阳大壮 数个民团的人 一起围杀了过来 民团最后面 和阳县令冯眷亲自压阵 两条笔血拖着 仿佛挂着两条红龙 他用手绽上笔血 在自己脸上 刷刷画了一个凶恶的脸谱 大声道 尔等贼子 欺压良名 今日就叫尔等 死无葬身之地 翻山岳的手下 吓了一大跳 赶紧辩解 我们已经受了招安 现在也是朝廷命官 你们敢 冯眷大声道 本官有什么不敢的 巡抚大人有令 尔等是为叛军 拿尔等的首级 去西安市众有赏 大伙 上啊 和阳巡检 冯家家丁 衙役 邦贤 民团 还有大量被翻山岳 祸害了一年多的老百姓 一起冲了上去 没有了翻山岳的统领 贼子们军心已散 根本无心交战 被拥有人数优势的民团一围 马上就溃不成军 平时里 被他们抢掠欺凌的老百姓 现在抱起仇来 绝不手软 锄头对着贼子们的脑袋 就往死里锄 没用多长时间 翻山岳部便全军覆没 被杀得一个不留 没有误杀 因为心存善念的人 早就在上一次返乡的时候 便已经回归故里 重新做回农民去了 现在还跟着翻山岳的 没有一个好人 死了也是活该 李道玄在天空中看着这一幕 心里也为河阳老百姓们高兴 很好 这一下闹腾了河阳县一年多的贼寇 终于荡平了 是时候开始抓经济 搞建设了 洛川县 不沾尼麾下的七队队长 正会合到一起 自从二队队长点灯子 与七队队长夜不收内战 两队人双双溃败之后 不沾尼又重新提拔了两位队长 现在依旧是七队人 分别为 一队眼前 二队双翅虎 三队李靖王 四队蝎子快 五队老张飞 六队乱世王 七队紫金龙 声势浩大 在洛川县里 简直可以横着走 前不久 杨鹤刚刚上任时 武镇总兵齐出 出处剿匪 不沾尼倒是夹着尾巴做了几天人 但是很快剑奴入关 武镇总兵一起进京秦王 这西北之境没了官兵 谁还能奈他不沾尼如何 正轻点大军 得意洋洋 一名部下来报 大当家 有一小谷起义军 正在营外求见 想要来投靠咱们 一小谷 不沾尼皱起了眉头 到底多少人 部下 不到一千人 不沾尼切了一声道 不到一千人 那有什么用处 部下低声道 这一千人不太一样 他们全部是轻壮 没有老弱病残的拖累 气势很足 不是一语之辈 这话倒是让部沾尼 移了一声 全是轻壮 那倒是有点意思了 嗯 我亲自去看看 部沾尼迎出迎外 就看到了一个狠人 一看就知道是狠人的男人 在下米之闯将 那男人就是李自成了 对着部沾尼抱了抱拳 听闻部沾尼大哥 正在广招贤 共谋大举 在下便带着家乡的老乡亲们 前来投奔 米之闯将 部沾尼倒是听说过米之 米之人从贼者时之期 一己空 其亲故从乱如归 史书原文 他向着闯将身后 那不到一千步下看去 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条 虽然只有区区数百人 但这些人各个表情坚毅 眼神凶恶 一看就不是好惹的家伙 打起仗来的时候 这不到一千人发挥出来的力量 只怕不在别的队伍四五千人之下 米之人果然名不虚传 不沾尼脸上挂起了笑容 闯将兄弟 我一看你就知道是条铁打的好汉子 你这一队人 也是各个彪汉 你要来我这里 当然是欢迎之至 我这里现有七队队长 就先委屈闯将兄弟 做第八队队长吧 今后我就叫你一声八弟 如何 李自成报了报权 大哥 崇祯三年 李自成率领一队米之老乡 投入不沾泥挥下 成为第八队队长 这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老八队 又名奉天昌义营 天下最狠的队伍之一 高家村里 一片肃木 程旭从黄龙山里回来了 还带回来了王左挂 飞山虎 大红狼三人的首级 高家村的中心 摆起了一个大忌台 摆上了四位烈士的灵牌 高一夜穿着一袭白衣 站在忌台上 充当精神领袖 白渊亲自登台 将三个肥手的首级 摆在了灵牌的前面 这四人是为他而死的 他当然要隆重一对 一番忌奠之后 四位烈士的英灵 得到了抚慰 李道玄这才开口道 我现在宣布 高家村大仇已报 从今天开始 解除灵战紧急状态 降紧的运转恢复正常 村民们齐齐应了一声 然后各自归位 重新开始工作 远处的工地上 老南风和一群劳改犯们 远远地看着这边 脸上的表情极为复杂 一名边军劳改犯道 死了四个人 看他们隆重地成个啥样了 咱们边境线上打一仗 得死多少 也没像他们那样过 老南风哼了一声道 你懂个屁 只有善待死者 才能让活着的人感受到 自己有多么地被重视 打仗的时候 才会用命去拼 劳改犯 哎 老南风 你自己仔细想想 若是你死了 能得到这样的后代 你打仗时还会畏畏缩缩 不敢向前吗 劳改犯 懂了 老南风 懂了就好 加紧干活去 就在这时候 种高梁走了过来 老南风 我有点是想和你谈 老南风一看到老头来了 赶紧端正态度 老头大人 不知有何事指教 种高梁道 咱们的民团打了胜仗 你们刚才应该也看到了 老南风 看到了 这和我们劳改犯有啥关系 崇高梁 王左挂步足足一万人 我们可没凶残到全部杀光 这一意抓回来的劳改犯 足足有七千多人 其中五千多是老弱富儒 全部都要丢进监狱里 做劳改犯 这句话听得老南风一棱 那些垃圾 留着做什么 不如全部杀了 天尊对刘寇的态度 就如同当初对你们的态度 守恶必诛 从贼则试着劳改一下 看看 还有没有抢救的可能性 种高梁血眼 尤其是老人 富人 小孩 都是被裹挟从贼 他们又不具备抢掠杀人的能力 大多身不由己 如果咱们 连他们也杀 如此凶残的话 你们现在还能活着 老南风尴尬地笑了笑 这倒也是 种高梁 所以吗 这监狱马上就要扩容了 会变成一个能容纳上万人的超大监狱 老南风猜到了点什么 老头的意思是 让我帮着维护监狱的秩序 种高梁 是的 这也是天尊的意思 你看天上 老南风一抬头 就见到一朵矮云 已经飘在自己头顶正上方了 专门为天尊代言的圣女高一叶 也走到了她的面前来 脸上露出了笑容 老南风 你也劳动改造了不少时间了 天尊看你还算机灵 而且混过军队的人 多多少少懂得规矩两个字为合物 所以 就有这个光荣又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了 老南风赶紧行了个大礼 天尊只管吩咐 高一叶 以后众老头管的是整个监狱的表面 而你 则来负责监狱的内部 让你的人在监狱里维持秩序 观察那七千多人里面 是否有心存歹念之人 若有人想逃跑 或者闹事的 你提前通知众老头 就算是你立了功 对你今后减刑有好处 老南风懂了 嘿嘿地笑了起来 放心 这件事 就交给我和我的兄弟们吧 大家都想早日减刑出狱 然后去鬼千户的手底下做事呢 监狱扩容了 原来的地方根本放不下 但这时候李道玄的视野又扩大了不少 已经能看到一小部分黄龙山了 干脆就将新的监狱 建设在黄龙山里吧 七千多名俘虏 被承煦压着 来到了黄龙山里一个山谷上 看了一眼下方的山谷 俘虏们就感觉到脸色难看 这个山谷 不就像他们被名团击败时的那个山谷差不多吗 只不过出口多两个而已 选择在这样的谷里扎营 真的是蠢到不行 承煦大声道 所有人看好了 天尊要把这个山谷 变成你们的牢房 都瞪大眼睛看看 什么叫做天威 俘虏们迷惑不解 就在这时候 两只金色的巨手 从天空中伸了进来 上面还散发着五颜六色的光芒 这东西出现的一瞬间 不少俘虏直接吓得昏了过去 李道玄以前对城城县城的老百姓可温柔了 没有打好铺垫之前 绝不伸手吓唬人 但是对这些俘虏就不一样了 要的就是吓唬他们 吓得他们以后不敢捣乱 才能省下不少心力 避免自家小人在管理这些家伙时 被他们伤害 金色的巨手抓起了块超大的巨石 轰的一声 砸在了山谷的一个出口处 将那谷口风的死死的 接着又刷刷地挖出一个大坑 滑地流下来一道天河 将那坑里装满了水 变成了一个水塘 七千多如俘虏 吓得面无血色 这是什么神威 班山倒海啊 巨手又抓起一块大石 合着大量的泥沙 轰隆隆地又堵死了一个谷口 不一会儿 山谷里的几个出口 都被堵得死死的 只留下了一个最狭窄的小出口 接着 金色的巨手又从天空中 放下来一扇超级巨大的门 轰的一声装在了那小出口上 整个山谷就变成一个 巨大的封闭的大牢房了 大手最后居然还放下来 两个小城堡 就安在了那大门的两边 俘虏们的脸色 全都吓得卡白卡白的 进去吧 今后的数年时间 你们就要 在这里面度过了 老改犯们 乖乖地钻进了山谷 在里面怂好 老南风带着六百多名 边军老改犯也跟着钻了进去 跟那七千多人混在了一块 这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但老南风却一点也不虚 反而感觉到兴奋 脸上带着古怪的笑容 这些家伙最好是捣点乱 老子出手弄翻几个牵头的 就是立功 就能提前出狱 你们越不守规矩 老子出狱越快 哈哈哈哈 李道玄目送着这伙人 乖乖被关进山谷 又审视了一下自己 目前能看到的黄龙山的区域 心里倒也暗暗打起了算盘 黄龙山地界是个好地方 山高临深 而且四通八达 向西出山就是洛川县 向北出山是宜川县 向东出去是寒城 向南则可以通向白水县 城城县 河阳县如此好的地区 不拿来做革命根据地的话 实在是有点不明智啊 现在唯一的问题 就是自己的视野 还不能覆盖整个黄龙山 只能看到黄龙山南部的一小片区域 但这一小片区域 也差不多可以开始搞成革命根据地了 正好有了七千多劳改犯 让这些家伙在山里劳改 拼命地挖挖修修 将根据地打造起来 他点了一下高家村 将视野切换回去 让高一夜通知三十二 做一些细致点的规划 正在这时候 一支队伍 从东而来 钻进高家村里 李道玄移了一声 重点关注 那一队人居然有点眼熟 为首一人 穿着县令官服 好似在哪里见过 仔细一想 河阳县令 冯眷 冯眷带着一大队人 还带着翻山岳的首级 是从郑家村进入的城城县 他打算穿过城城县 去西安向巡抚大人汇报工作 没想到 进入城城县之后 一路走来 居然到处都匆匆郁郁地 长满了庄稼和野花野草 看起来半点也没有受汗灾影响的样子 走到高家村时 更是看到一个繁华热闹的大村子 唬得他一愣一愣地 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只有鼻血在默默地溜 正彷徨着呢 就在高家村里 看到一个熟人 赶紧大声招呼 白先生 哎呀 这不是白先生吗 太好了 能在这里碰上白先生 真是太好了呀 冯卷一溜就跑到了白渊面前 几日前 白先生助我消灭了翻岳山一伙 你瞧他举了举手里 装翻岳山手机的盒子 笑道 我们河阳县终于平定了此聊 本官正打算去西安走一趟 亲自将此人的手机 送到巡抚大人手里 白渊微笑 能帮到冯大人 是在下的荣幸 冯卷左右前后地看了一圈 这村子 白渊笑道 这是高家村 一直以来受到道玄天尊的庇护 老百姓们安居乐业 在这里活得可快活了 冯大人放心 你河阳县那边 很快也会有一样的待遇了 冯卷一脸猛 听不懂他在说啥 就在这时候 刚刚参加完祭奠 还穿着一袭白衣的高一叶 走到了两人的面前 白渊一看到圣女来了 就知道 肯定是天尊有话要说 赶紧对高一叶行了个礼 退开到了一边 让高一叶站在C位 对着冯卷 冯卷这就有点不明白了 白先生 退开让一个女人来和我说话 这是何意 高一叶微笑 冯大人您好 小女子高一叶 是此地理事的大夫人 冯卷瞥了一眼远处的家宝 明白了过来 名门望族的大夫人 夫人不知有何见叫 高一叶 我家李老爷想问您一件事情 河阳县紧挨着黄河 是否有一个著名的码头 名叫智川码头 冯卷点头 确实有此码头 是咱们河阳县与外地通商 最重要的码头之一呢 在洽川码头汇聚 货物真是琳琅满目 李道玄听到这里 不禁大喜 果然 河阳县有洽川码头 太好了 可惜我现在的视野 只能看到河阳县的一半 而港口是在最东边 暂时还看不到 但只要再掌点拯救指数 我就能伸手进黄河了 到时候 嘿嘿嘿 他的脑子里 已经有许多塑料船 在黄河上飘了起来 李道玄满脑子小人开船 正想得开心呢 就听到冯卷摇头探道 咱们那里虽然有洽川码头 但最近一年来 洽川码头都几乎荒废掉了 李道玄其道 荒废 有这么一个码头在 商人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从江南富庶之地 运粮食过来卖啊 卖一船 岂不是就能血赚一大笔钱 为何会荒废 高一叶也感觉好奇 赶紧转述 冯卷探道 夫人有所不知 去年陕西巡抚 还是胡亭燕 严随巡抚 还是五只旺时 两人向上奏报流寇作乱 接着五只旺病死 胡亭燕被罢斥 皇上任命了杨赫来做三边总督 同一时间 朝廷下令不准运粮入闪 因此 粮商们都不来了 除了粮食 现在别的商品全都没人要 如此一来 洽川码头便已经有许久许久 没有商船入港了 李道玄 我操 高一叶也经了一惊 不等李道玄发话 他就急得不行地问道 为什么 明明大旱灾 为什么朝廷不允许粮食入闪 冯卷探道 房扣 高一叶 房扣和不准运粮入闪 有什么关系 冯卷道 粮食入闪 会被分售到老百姓们的手里 但是老百姓马上就会被流扣抢劫 最后 这些粮食就会落进流扣的手里 滋养了流扣 让他们一个个吃得有力气造反 他看到高一叶和白云的表情都很难看 赶紧解释道 这是 上面的人说的 不是本官说的 本官这种身在陕西的官员 当然明白 这是脑袋被皇宫的门板 加过 才会有得想李道玄 高一叶 两人一时无言 反倒是白云见惯了朝廷的骚操作 现在显得没那么吃惊 贪了贪手道 只要流扣抢不到粮食 就会全部饿死 就不会造反了 逻辑通透 佩服佩服 冯卷苦笑 这非本官一个七品芝麻官能解决的是 两位见笑了 李道玄开口 和阳县 得帮 他开了口 高一叶当然就明白了 冯大人 咱们高家村手上倒是有不少粮食 愿意拿出一部分来 救济和阳县的老百姓 冯卷一听这话 顿时大喜 当真 高一叶 啊 鼻血 冯大人 你的鼻血突然狂涌出来 冯卷伸手在鼻子上一抹 鼻血刷的一下横过去 仿佛将他的脸切成了两半 但他根本不在意 反而是迅速地冷静了下来 反问道 你们给本官粮 本官要给你们些什么 狂喜之后 瞬间反应过来 利益交换才是主旋律 这人倒也没流鼻血流坏了脑子 高一叶微笑 我们不需要食物 只需要冯大人下一个政令 修建几条道路即可 就和咱们成城县这边的规矩一样 冯卷 疑了一声 马上明白过来 隔壁的成城县 在大兴土木修路的事 他也早有耳闻 只是不知道 这边搞得有多大的规模而已 现在听到高一叶说修路 马上反应了过来 心想 难怪成城县令 在这大灾之年 还有本事修路 原来是得到了高家村的支持 在给他输送粮食 既然粮食嫌敢搞 他冯卷当然也敢搞 修桥补路 本来就是大善政 如果这都顾前顾后不敢下手 还当什么县令 冯卷道 本官当然没有问题 高一叶 那就谈妥了 冯大人先去西安树植 带您从西安归来 重返和阳县时 不妨再来咱们高家村一趟 到时候 我们再商量修路的细节 冯卷 好 他心情瞬间变得大好 最近这一年多来 他不但被翻山越闹腾 而且还得不到朝廷的帮助 上面甚至 直接切断了他的商路 不准运粮进来 使得完全看不到和阳县的希望 现在突然有人主动要帮自己 当真是 开心的不要不要的 对了 白元笑道 冯大人要去西安的话 可以乘坐一段咱们的火车 能给您省下不少时间 冯卷 哦 何谓火车 烧火的车吗 白元笑 您坐一坐就会知道了 几分钟后 冯卷搭乘上了 从高家村前往城城县城的小火车 呜的一声汽笛之后 火车载着他 以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向着县城狂飙而去 冯卷第一次乘坐 如此奇葩的交通工具 兴奋 尖叫 鼻血狂流 失血过多 头晕倒下 到了县城之后 他的家丁好一阵子辛苦 才将他就醒过来 而这个时候的李道玄 已经开始在研究船了 虽然黄河还没进入视野 但已经是早晚的事 船这个东西 怕是要提前一步定做起来了 一个电话 给老朋友蔡星子打了过去 喂 老蔡啊 我很久没找你定制东西了 这次想做几个可爱的 卡哇伊的 船模 要内核船 不要海船哦 蔡星子笑 船模呀 我这里可是应有尽有 还做什么做啊 直接来我这里拿两个不就好吗 李道玄 我不要普通的遥控船模 我要那种能在船里面操纵的船模 内核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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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是说三遍 蔡星子明白了 又吃骏子了 我还记得你那诡异的太阳车呢 只接那么大的小车 你还在做刹车系统和转向系统 老子真是服了你 这次你又要搞船了 好吧 你这次又要些什么系统 李道玄 转向系统肯定要有 动力系统肯定也得有 变形 他刚说出变形两个字 蔡星子就怒吼了起来 前面两个可以有 变形这两个字绝对不能有 绝对不能有 快把你的骏子都扔了 不要再继续吃了 会死的 你会死掉的 李道玄 不要这么快拒绝嘛 船这东西这么大 要做成变形金刚很容易的吧 玩具城里到处都是变形金刚 蔡星子 变形当然容易 但变了形之后 你肯定还要求操控 我跟你讲 操控是不可能操控的 高达 里面那些什么用精神力 和两根操控杆 就操纵机器人的设定 根本不可能做到 不可能 除非马斯克的脑机开发成功 否则绝不可能 如果不能操纵 光是变形 毫无屁用 李道玄仔细一想 好吧 那变形不要了 但是动力系统和转向系统 你得帮我做好点 听他说 不要变形了 蔡星子松了口气 这家伙这次吃的菌子 毒性不严重吗 还有得救 李道玄又仔细想了想 以前的太阳车 小火车什么的 因为使用局限性很大 而且 玩具本身的体积也很小 他就没有考虑 在上面安装武器 但是船就不同了 船是可以做得很大的 在巨大的船上 搭载大型兵器 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老蔡啊 我还想在船部上 安装一些武器 那肯定要安装的呀 蔡星子道 各种几百m的箭炮 都给你在船上安排好 还有鱼雷 导弹发射架什么 你想要啥就有啥 李道玄 我说的不是拿来看的武器 是要可以发射出去的武器 蔡星子 不 刚刚还以为你吃的菌子毒性不重 现在看来是我错了 你快去床上躺好 我帮你叫救护车 你要撑住啊 听他这么说 李道玄自己都笑了 确实 是自己没说清楚 容易引来蔡星子的吐槽 我说的是一些玩具性质的武器 李道玄 比如 在船头上安装一个 能打出去塑料小珠子的玩具炮 应该能行的吧 蔡星子 哦 这倒是容易 我在某宝上 买个打塑料弹的小炮 装在船上 也花不了什么时间 只是 这样一搞 你这船 会不会显得太变态了 李道玄 我就喜欢变态玩具 蔡星子 好吧 这可是 你自己说的 那我还可以在船头上装个打火机 弄成一点开关 就能喷火的喷火船 李道玄 这个也不错 加上加上 蔡星子长叹一声 我明明是个做高端玩具的 为啥每次给你做东西 都会向着低龄化发展 电话挂断 蔡星子坐内核船去了 李道玄心里却在想 光靠自己提供玩具武器 那肯定是不行的 得让小人们 自己给船只制造一些武器 而明末那个时代 在船上使用的武器 当然就是红衣大炮了 李道玄将视野切回高家宝的主宝 去找高一叶来帮自己传话 不过这一眼看下去 高一叶居然不在望楼里 这小妮子跑去哪里了 李道玄开始到处寻找 不找不知道 一找环真奇妙 箱子现在有1000x600米的视野范围 而且这范围里 矿住的是最热闹最繁华的高家村 这里人口众多 小人们活力很强 满箱子有男友女的乱跑 他想找一个特定的人 还真不容易呢 看来要找个小人 还得有技巧 得好好想想 高一叶不在望楼里的话 通常会去哪呢 高家商圈的布庄 李道玄一下子想到了这个可能性 将关注功能锁定到了布庄 嘿 还真找到了 高一叶正和一群女子 在布庄里聊天呢 这一群女子 大多数都是普通的村妇 一辈子大门不出二门 不卖的那种 眼光见识都挺有限的那种 李道玄的关注切过去时 正好听到一个村妇在笑 圣女大人 还有春红姑娘 多亏了 你们搞的这个布庄 我靠着帮人定做衣裳 赚了不少钱呢 我家那个倔男人 现在赚的还没有我多了 以前吵架 就说我全靠他养 一副瞧不起人的模样 现在吵架可不敢再说这话了 哈哈 另一个女人也笑 我家那个也一样 嘿 一开始还叫我不准跑出来乱凑热闹 说女人就该在家里伺候好丈夫就行了 那天我拿出一把碎银子 说是做衣裳赚的 她的表哈哈哈哈 别的夫人都笑了起来 我家也是 我也是 哈哈 赚了钱之后 她对我的态度明显不一样了 她们笑得得意 三个青楼姑娘却没有跟着硬喝 她们虽然比这些村妇有能力 但她们却反而没有普通女人那样 有勇气抬起头来 内心深处还是带着点自卑感的 在这种妇女权力抬头大会上 她们意外地腼腆 高一夜笑 大家有这样的想法就好了 前几天我和天尊聊天时 她老人家还对我说了 女人也是能顶半边天的 咱们做女人的 不能全都缩在家里 应该大胆地走出家门 把自己的力量也使出来 这个叫啥来着一夜 叫啥来着 我忘了 李道玄笑 叫做解放妇女的生产力 啊 对对对 解放妇女的生产力 高一夜一句话说完 才意识到天尊来了 小脸淡微红 啊 天尊 你什么时候开始听的啊 李道玄微笑着道 也就前几句 高一夜有点小尴尬 我们一群女人躲在这里聊天 说些男人的坏话 不太好吧 李道玄 无妨呀 我没觉得 你们在说男人的坏话 你们说的都是很正常的东西啊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男女之间的地位 其实就是由能不能赚钱来决定的 如果你们赚的比自家男人还多 能养家糊口 骑到他们头上 拉屎拉尿都没问题 就像他们养家糊口时 骑在你们头上作威作福一样 女人们还是第一次听到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说 颇觉新奇 但仔细一想 世界上的事 可不就是这样吗 李道玄 由于常年累月的战争 流寇造反 民团作战等等 其实各村各镇的男性数量 都越来越少 女性占比越来越多 在这种情况下 社会生产力 其实是不够的 你们女性在这种时候 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做一些不太需要 体格的技术工作 如此一来 不但能提高你们的社会地位 也能使咱们高家村的生产力提高 女人们大齐 啊 除了织布和做衣裳 我们还能做别的什么技术工作吗 李道玄 寻寻善幼地道 例如造纸 做灯 用纸包火药订装弹 雕刻 印刷书籍 其实有很多工作 你们是可以做的 而且也不比男人差 你们要对自己有信心 勇敢点 走出家门 去匠井里报个名作学徒 说不定哪一天 你们各个赚的钱 都不比男人少 解放妇女生产力 是肯定需要的 因为战争使得男性大量减少 女人如果不出来工作 社会生产力 就很难快速恢复 这一点不光是名末 近现代也一样 解放之后 我国为了提高生产力 不也同样喊出了 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吗 李道玄知道 现在的大明 靠着自己开金手指 给量给物质 生产力问题倒也还好 如果哪一天 因为什么意外 自己停手不帮了 刚刚经历过战争的乡中世界 就需要男女一起出来 努力恢复生产力 光靠男人是肯定不够的 大战乱后 能胜得多少男人 所以他现在提前甩一波鸡汤 给女人们心里埋下一个 解放思想的种子 这也是必要的 给他们点时间慢慢成长吧 一夜 你来一下 高一夜知道要自己传话了 赶紧从布庄里跑了出来 跟着李道玄的指示 来到了学校里 静止上了五楼 来到了图书室 图书室的气氛 一如既往的混乱 到处搞纸乱飞 不过今天白公子不在 只有宋应兴一个人在 白公子现在已经要开始 给孩子们上物理课了 一部分学习进度快的孩子 已经学完了 小学数学 现在开始进入了初中的水平 也就可以开始学习物理 白公子自然就不能天天和宋应兴 两人在图书室里 搞些奇怪东西了 高一夜走进图书室时 宋应兴正撅着屁股 趴在地上 在一张巨大的纸上 写写画画 李道玄定睛一看 原来他画的是电动小火车 这不科学 宋应兴一边画 一边摇头 这东西绝对不科学 他根本不可能跑起来的 他的质量会使得自身解体 怎么可能跑起来的 李道玄笑 告诉宋先生 那是我先法变出来的 不遵守物理 高一夜开口转述 宋应兴啊的一声叫 从地上跳了起来 圣女大人 您什么时候来的 高一夜 来了好一会儿了 天尊也来了好一会儿了 看到你在画东西 就没打扰你 宋应兴露出尴尬神色 我对这个电动小火车 非常感兴趣 可惜 他根本就不是学了物理 能造出来的 高一夜笑 天尊是神仙吗 神仙遵循的是神理 不是物理 这个解释满分 宋应兴倒是不纠结了 天尊找我有何事 李道玄 你可知道红衣大炮的制作方法 宋应兴愣了愣 这个倒是知道 不过 咱们村造这个做啥 这可是大规模作战 或者工程战时 才会使用的火器 我们只是打退流扣的话 有火冲和手榴弹 已经足够了 李道玄 造着玩嘛 不管用不用得上 造着玩研究研究技术 也是好的 这话说出去狗都不信 但是宋应兴却没有怀疑 因为他自己就喜欢 把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造着玩 拿出一张纸来 提起笔 刷刷刷 没花多长时间 就将红衣大炮的制作方法 画在了纸上 李道玄倒是没说啥 高一叶却不禁嘖嘖称奇 宋先生 你究竟会多少奇奇怪怪的东西 为什么每一次找你 你都能画得出来图纸 宋应兴道 会画这些图纸 并不算什么本事 这些都是别人发明的东西 我只是将他们的发明抄了过来 一点也不厉害 若是我能自己发明出一些有趣的东西 那才有意思呢 说到这里 他有点难过 我现在最想发明的 就是小火车 如果能将天资那个用仙法 变出来的小火车 采用咱们凡人的力量造出来 那该有多棒 可惜的是 我想不到有任何办法 能把那么巨大的车子给带动起来 听他这么说 李道玄倒是心中一动 你在想这个了吗 这个 对于明末来说 确实是早了点 以明末时的技术和生产力 别说造出火车了 就算有了火车 铺设铁轨的材料 也无法解决 就凭明朝那采矿技术 哪来采得出来这么多铁 也铺出长长的铁路啊 好在有自己在 随便放几坨铁进去 就够他们把铁路 从澳大利亚铺设到马尔代夫 蒸汽火车这东西 现在倒是有足够的技术制作了 但是自己直接给图纸的话 宋印星又成了照抄一遍 而不是他的发明 这样对于科学启发相当的不好 干脆 只给他一个盒 别的东西 让他自己去想象吧 李道玄在自己的玩具堆里 一阵翻找 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有趣的小东西 微型蒸汽机 这东西是从某宝商买来的 也就几十块钱 只有几厘米的高度 他干脆将这东西 直接摆放在了教学楼的天台上 一夜 带宋先生上天台 给他看看一个小东西 宋印星一眼爬上天台 一眼就看到 眼前一个巨大的机器 上面带着装水的管子 奇怪的大轮子 李道玄当着他的面 将一些清水 倒进了水管中 然后点燃了水管下面的酒精烧杯 一团火焰跳跃起来 烧着水管理水 没用多长时间水沸腾了 蒸汽沿着管子冲出去 带动了大轮 那大轮子 开始疯狂地旋转起来 李道玄微笑道 看明白了吗 宋印星看得如痴如醉 我好像是明白了 明白了 这就是物理课里讲的 水被加热变成了气体 气体因为被压缩在很小的空间里 所以 它就产生了很大的力量 推动那个大轮子转了起来 没错 李道玄 这就是蒸汽机 它的原理很简单 你一看就会懂 使用蒸汽机的话 就可以带动轮子 而轮子这东西 你已经学过齿轮的原理了 用齿轮带动齿轮 就可以将力量的放大数倍 宋印星仿佛明白了点什么 我懂了 我懂了 哈哈 这次我懂了 只要蒸汽够多 轮子够多 我就可以带动非常非常重的东西 李道玄 没错 加油研究吧 以你的聪明才智 试试看 能不能用这个原理 发明出什么东西来 延安府 三边总督杨鹤 率领着一支大军 来到了延安府城下 他身后这支军队可不简单 领军的大将名叫杜文焕 善骑舍 经兵法 监通 左侍春秋 旁吉诸子百家 施宫六朝 出唐诸体 著有 太侠洞吉 五岳智盖 参侠曼比 六涛广义 太侠吉选 巴西吉 涛武拳吉 等 是一位文武拳财 万历年间 杜文焕曾屡拜蒙古部落 后来又在重庆平定奢崇明 叛乱一战中立下大功 是一个要能力有能力 要战功有战力的猛人 这一次杨赫来到西北 主持平定流寇的大局时 杜文焕正好称病在家休养 就被杨赫请出山来 专门来用剿匪 两人一路从北部边界 追着最大的一股流寇王家印 追呀追的 就追到了延安府来 道德延安府城下 路途中只见一片荒芜 杨赫也不禁叹道 抗旱四在 颗粒无收 转书不计 鸡君鸡鸣强扮 从贼杜文焕看的东西 却和这位总督不同 他低声道 杨大人 咱们这一路过来 好几个县城被王家印攻破了 这些县城已经没了城墙 您发现了吗 杨赫 啊 对呀 为啥没有城墙 杜文焕 县城本来是有城墙的 但被王家印攻破抢掠之后 贼子于撤离之前 推倒了城墙 杨赫头顶上 缓缓地跳出一个问号 杜文焕 城墙立于防守 贼子于撤离之际破坏城墙 是为了下一次来抢的时候 更加方便 杨赫 真是岂有此理 我们需得尽快追上王家印 将这个无法无天之徒拿下 他刚说到这里 一起快马飞奔来 马上骑士到了面前 滚安落马 急报道 王家印打下皇府 清水 木瓜之后 又攻占福谷 贼手神医员 攻占了新安 宁赛 柳树剑等城堡 神医员的弟弟神医魁 又围攻沁阳 打下了河水 一听到宁赛二子 杜文焕的脸就黑了 全身颤抖 宁赛 宁赛是我家 那暴幸的人低声道 杜将军的族人几乎被神医员杀光了 杜文焕大怒 杨鹤听了这话 也不禁深深地皱起了眉头 我们正在这边追击王家印 但另一边神医员又起 洛川那边的布詹尼也闹得凶猛 武镇总兵进京秦王之后 只凭我们现在的兵力 根本没办法剿灭这些所有的流寇 杜文焕生气中 杨鹤 事到如今 看来只能全力招服了 杜文焕生气中 杨鹤 传我命令 各地守备 知府 县令 都尽量安抚流寇 须以高官厚禄 招起来详 我会亲手给他们发下免死文书 给他们安置之策 杜文焕生气中 大声道 杨大人 你刚才没听到吗 贼子杀我族人 你却要招服这些家伙 还给他们发免死文书 我杜家人 全都白死了不成 杨鹤 可是武镇总兵不在 我们手上并无足够兵力 眼下想要平定流寇 唯有辅之 杜文焕生气中 好好好 总督大人你要辅 便随你服好了 末将自己去和贼子 拼个你死我活 为我族人报仇血恨 说完 杜文焕转身就走 他挥下的家丁清兵 立即跟上 转眼间 精兵梁将跟着杜文焕 走了一大群 任由杨鹤怎么呼唤 这些人也不回来 就不给杨鹤面子 杨鹤身边 只剩下了一群虾兵蟹将 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河阳县令逢眷 在西安转了一圈之后 又换回高家村来了 虽然从城城县 但是两点之间 并不一定是直线最快 而是由火车最快 所以 绕了一个大圈的高家村 反而是通向河阳县的捷径 32 白渊 高一夜一起出来 迎了冯眷进村 坐到了高家宝的 议事大厅之中 本官将翻山越的头颅 交给了巡抚大人 巡抚大人非常开心 冯眷嘴里说的是开心的事 但脸上的表情却很沉重 看不到半点开心的模样 32和白渊一看就知道 又有什么变数 不禁低声问道 怎么了 表情如此难看 冯眷叹道 好不容易收拾了翻山越 而且我也得到了你们的帮助 说要给河阳县粮食 本官该高兴才是 但这一次去西安 却听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众人 冯眷 俯古王家印 越闹越厉害了 几日前 他开始沿着黄河向南前进 这家伙居然还有船队了 居然派出船队 攻击黄河对面的山西和曲县 众人 李道玄在箱子外听到这里 也微微皱了皱眉头 心想 这是要开始霍霍山西了 嗯 明末农民起义虽然是在陕西爆发 但没过几年 就转进了山西地界 把山西霍霍得不清之后 又转向两湖和四川 最后把半个大明 整成了瘫痪 冯眷表情难看 山西总兵王国梁 在河曲县城头 架起了西洋大炮 轰击流寇船只 总算将王家印的进攻给挡住了 三十二不知兵士 听到这里忍不住问道 贼子攻打河曲 离河阳县还远着呢 冯大人实在不必担惊受怕 这就叫杞人忧天 白渊 三管事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陆地上行军与河道里行军 那速度完全就是两码子事 贼子今天再攻河曲 明天也许就能攻到河阳县的洽川码头 三十二 啊 白渊拿出一把扇子 刷得一下甩开 摆出古怪表情 这就叫千里将临一日环 三十二无脸 白先生 你这样说话 我好想揍你啊 白渊 哦 原来你也知道 这样很讨打呀 我刚才就是模仿的你的样子 三十二 冯卷愁眉苦脸地道 白先生所言极是 那福古王家印 既然已经有了船队 那就随时有可能攻到至川码头 而我河阳县 才被翻山越祸害过 还未能休养生息 王家印马上又攻过来的话 本关 没有山西总兵的西洋大炮 也没有厉害的名团巨手 实在不知道如何是好 哎 冯卷的担忧 当然是有道理的 李道璇心里也在暗想 刘寇不同于官兵 不会一城 一池地挨着打过去 而是跳来跳去 钻来钻去地乱打 陆地上走不通 就走河道 到处偷袭并不奇怪 若是自己的视野 已经到了洽船码头 倒是可以马上摆下船模 来收拾贼军船队了 但是现在视野还差一点 这就相当地尴尬 还是得赶紧拯救 河阳县的老百姓 只要让大多数 河阳县的老百姓 感觉到了幸福快乐 交出拯救指数 那自己的视野 不就能看到洽船码头了吗 一夜 告诉三十二 我们村立即全力支持 河阳县的救灾 全力支持 马上让河阳县 开启以公待阵 同时 我也会马上去给河阳县降雨 高一夜悄悄在三十二耳边 转述了李道玄的法旨 三十二精神一阵 冯大人 上次 我们已经谈过了 救济河阳县的事 事不宜迟 咱们就立即开始吧 但是 您应该也知道 生米恩 斗米愁 如果我们 直接把粮食送给 河阳县的老百姓 那并不是好事 所以 如此甚好 上次白先生也和本官谈过了 咱们干脆就修建两条道路 一条从泉沟村 直通河阳县城 一条从这里 也就是高家村 通向阳村 我会组织大量民工 来修建这两条路 而你们给的救济粮 就通过工钱的方式 发放给民工们 我仔细想了想 每天给工人吃个大半饱 他们应该就会工作得很开心了 三十二笑着摇头 吃大半饱 哪有力气干活 必须吃个全饱 而且还要 另外发工钱 每天三斤面粉的工钱 必须发到位 冯隽 他一开始听说 以工代振 这个方案时 还以为只是像师周几名那样 让工人们干了活 能勉强吃饱呢 哪知道高家村 居然说要吃个全饱 还每天发三斤面粉做工钱 这也太 太超预期了吧 冯隽的鼻血 哗啦一下就流了下来 他伸手一抹 那鼻血居然在脸上画面 两个弯弧线 就像在笑 冯隽 此事当真 三十二 千真万确 冯隽大喜 那可真是太好了 白云也跟着站了出来 以工代振的工作机会 一旦提出 所有青壮年男子 都会想去参与工作 会使得你县里的民团解散 但王家印的船队 又随时可能攻打过来 他打过来的时候 你的民团要是都在跑地修路 那和阳县就危险了 冯隽一听这话 脸色就又变得难看了 对啊 这可如何是好 我不能下令 让民团不准去修路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不用等流寇打过来 民团就得先反了 白云微笑 所以你的民团 得重新研究一下组织方式了 冯隽 白云道 给民团发工钱 让他们专心地做好 民团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 不要想着去打别的工了 这个民团的工钱 也由咱们高家村来发救世了 保证他们的收入 比当修路工更高 这样一来 他们就能安心防贼了 冯隽粗一听 此计甚好 但在仔细一想 突然感觉到哪里不对 鼻血刷的一下又涌了出来 他伸手在脸上一抹 那鼻血向下弯 把他的表情拉得有点古怪 他沉声道 若是民工 也就罢了 但民团这东西 却由你们高家村来发放工钱养着 总觉得哪里不对啊 白云贪手 冯大人想多了 民团这东西 不就是由各地乡绅父户们养着的吗 它本来就不是由官府养的啊 就算不由我们高家村出钱 也会是某个张员外 李员外 王员外 郑员外 花钱再养着还能道出 什么不好的事来不成 冯隽听了这话 好像感觉又有点道理 左想感觉不对 又想又很合理 左思又想 脑袋卡住了 实际上 民团这东西 与家丁虽然有点区别 但区别也不是很大 它就是乡绅们 靠自己的财力养着的民间部队 和雇佣军的兴致 差不了太多 谁给钱他就听谁的话 如果落在普通乡绅手里 它就是保护地方的 一股重要力量 若是落在有心造访 搞事的人手里 它就和流寇 也没多大区别了 冯隽仔细想了想 我和阳县 现在也有很多乡绅父户 养着树枝民团 前不久就是靠着他们 干掉了翻山岳的余念 高家村就算包藏祸心 也没法 从那些乡绅们手里 把民团直接抢走吧 你们要养民团就养吧 大不了就是和和阳本地的乡绅拼财力 也不会形成多大的威胁 好像本官也不是很需要担心 这方面的事情 总之 眼前陕西一片混乱 朝廷又不问不管 本官也只能靠自己想办法自救 就算行些非常手段 那也是理所当然 想明白之后 他就不纠结这个了 好 那就这样干吧 冯眷这个县令一点头 事情就好办了 高一叶微笑道 既然修路的是谈妥了 那就只剩下最后一件事了 咱们高家村 这就开谈做法 请龙王爷来为和阳县降雨 让和阳县的农民们 也得到一些实惠 他这话一出 冯眷就猛了 开谈做法 请龙王爷降雨 这是要搞什么 若是要玩邪教那一套 本官可不答应 这当然是李道玄 故意要高一叶这样说的 他本可采取攻略 呈呈献老百姓一样的办法 先用小人书渗透 再派出道士 三夫人 善男姓女什么的 进行各种乱七八糟的铺垫 最后再显灵收服所有百姓 但这样搞有点慢 王家印的船队随时会来 李道玄急于看到志川马头 急于伸手进黄河 这一次没有这么从容了 干脆就粗暴一点 走神棍路线吧 高一叶微笑 冯大人 您放心 咱们才不是什么邪教呢 全真龙门派的马天正马道长 就在咱们村子里 只需要请马道长去一趟河阳县 开坛做个法 便能请来龙王爷降雨 你看咱们这村子 没有遭受旱灾 便是龙王爷降雨所致 冯眷对于降雨这事 那真是半个字都不相信 但是听说不是邪教 而是全真龙门派的道士 倒也没那么排斥 全真龙门派 是由宋末元初的著名 道士邱楚姬创立的 邱楚姬大家都很熟 也就不用说了 而这一代全真龙门派的 长教王长岳真人 也是非常有名的道士 当时道教衰落 很多道士都不守清规 只想着骗钱 王长岳却说 你自己都不能依教奉行 先要劝人依教奉行 谁肯幸福呢 于是他提出了 先度己的口号 要全真龙门派的弟子们 远离旁门左道 以正悬风 振兴教门 这件事很有名 冯眷也是知道的 他忍不住开口问道 有全真龙门派的道长在此 高一叶微笑着 对旁边的邦闲道 去请马道长来 不一会儿 马天正来了 冯眷用疑惑的眼光 看着这个道士 马天正却一点也不怯场 他已经行走江湖多年 寻仙访道 见过的人多如牛毛 经历过的事情 也超过大不仁一辈子之多 他也曾经迷茫过 但自从亲眼看到了 道玄天尊显灵 他对自己修行的道 就再也没有动摇过 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 自信的光彩 就像那个歌里唱的 在百德心街的爱旅 面上有种顾叛自豪 自豪的人 给别人带来的第一感官 就会完全不同 马天正微微一笑 对着冯眷做了个起手 无量受服 小道马天正 乃是全真龙门派 王长岳王真人的弟子 见过大人 冯眷听到王长岳这个名字 也不禁肃然起敬 心想 王真人一向约束门人弟子 远离歪门邪道妒忌 那王真人的弟子 应该是很靠谱的 他对马天正 就有了些先入为主的好感了 马道长 刚才本官听说 你有本事开谈做法其语 不知是不是真的 马天正心中暗笑 有天尊在这里 这事还不是小菜一碟 但他表面上却不能这样说 这种事 话说得越满 别人越不信 你越是含含糊糊的 别人反而 说不定要信 这种心理很怪 但他做道是久了 也见得多了 脸上露出古怪的神色 常叹道 冯大人 您可真是高看小道了 小道确实懂得 开谈做法其语的法门 但是能不能起得来语 可不是小道能决定的 冯眷 那有什么定 马天正 当然是由天定 他伸手指了指天空 正好指着李道玄的那朵矮云 装模作样地对着冯眷道 小道只是一个求老天爷赏语的 微不足道的凡人 小人的请求 老天听到之后 音不应允 那可不好说 老天爷若是感念我心诚 赏我几颗雨滴 那是小道的造化 老天爷若是不想理会小道 那就是小道的福源不够 也无可奈何 果然 他这样说得个不敬不实的 冯眷心里反而稳了些 暗想 这才对嘛 你要是说你 肯定能起得来雨 本官绝不肯信 但你说 有可能来 有可能不来 这才是神棍本色 神棍这东西 冯眷不喜欢 但是 身为一个朝廷命官 最需要学会的 就是与各方势力打交道 对上面的大官 要懂得冯淫于妥协 对老百姓 也要懂得恩威并施 必要时 甚至得坑蒙拐骗 冯眷心里暗想 大汉四年 许多老百姓活下不去了 一天到晚就想着造反 若是弄得道士去 做一座旗语什么的法事 就能哄得老百姓们 在短时间内 天天盯着老天爷下不下雨 也就不会想着造反了 岂不是大善 想到这里 冯眷有了计较 马道长 既然你懂得旗语的法门 别管他成不成 掀起一下 总是好的 请立即动身 前往河阳县 帮咱们河阳县的老百姓一把 马天正 冯大人既然这样说 小道当然当然要清尽全力 既然商议已定 那就没什么好 瞎扯了的 还是以攻待阵 保证名团的工钱 都是需要立即去办的事 否则王家硬打过来 河阳县就完了 他在高家村 也不敢久留了 抱了抱拳 赶紧撒 马天正抬起头来 对着天空中的矮云重重地 行了一礼 弟子保证完成任务 说完 追着冯眷飘然而去 高家村的梁车 大量地驶了出来 通过两条道路 进入河阳县 一条曲到泉沟村 那里有朝廷的官道 走起来还算顺畅 而另一条路 则是通过郑家村向东 划下一个险峻的斜坡 继续向西 不用多长时间 就能达到河阳县的阳村 斜坡虽然险 但对于高家村人来说 一点也不险 许久没有亲自出手的李道玄 这次又出手了 拿出一个金属刮片 在当年翻山越攀爬 被滚木雷石砸得满头包的斜坡上 刷刷刷的一阵刮 不消片刻 就在山坡上 刮出了一条非常漂亮的S型盘山路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高家村的民工 推着运粮的手推车 沿着李道玄刚刚刮出来的S型盘山路 轻轻松松就穿进了河阳县境内 直抵阳村 大量的粮食到来 当然让河阳县老百姓们欣喜若狂 对高家村的人家道欢迎 趴地兔和正狗子 是这一批粮车的押运负责人 两人率领着一支百人队 穿过家道欢迎的河阳县人群 趴地兔的眼光 扫过那些可怜的河阳人 只见他们各个面黄鸡兽 衣衫破烂 同日而语 心里不禁有点难过 正狗子在他旁边 双手做出一个鬼神拳法里面的 擒拿动作起手势 一副随时准备扑出来的模样 趴地兔斜眼 狗子 你这是什么动作 谁被擒拿谁 正狗子也斜眼 当然是你 如果你再有什么打翻凉车的想法 在你出手的一瞬间 我就出手把你拿下 趴地兔摊了摊手 好了 狗子 放心吧 上次的事已经教会我了 救人不能鲁莽地救 而是应该有计划 有大局地救 鲁莽草率的出手 只能救得了眼前的几个人 甚至还有可能引起混乱 但掌握好大局 却能润物细无声 不知不觉之中 就救得了更多的人 说到这里 他一本正经地总结道 我趴地免已成长了 请称我为 正狗子 英雄趴地兔 趴地兔 大型趴地兔 扑 正狗子 只探娘的 长了体重吗 就在趴地兔和正狗子 压梁进河阳县的同时 马天正穿上了一身干净的道袍 背上一柄雪亮的清风箭 站在了阳村中间 阳村的西边 是连绵的山坡 直通向城城县的郑家村 而在阳村的东边 却是一片平坦 一大片难得的 适合种田的山间平地 是整个和阳县的主要粮食产地 然而四年大旱 这一片平原 现在已经和阳县令逢眷 带着县城 主宝 站在马天正的身边 向他介绍道 咱们和阳县最重要的粮食产地 就是眼前这一片山间平原 他南起和阳县城 北至西牛庄 西至阳村 东至梦庄寨子村 南北大约三十余里 东西十五里 只要这一片平地有了雨水 整个和阳县的老百姓 都能吃饱肚子 他在说这个时候 李道玄也在算 他的造景乡 经过一次扩建之后 现在能看到 一千乘以六百米的范围 要给和阳县这一片 复兴粮食产地 全部降到雨的话 看来至少也要分三十次 有点小麻烦 但是能就数万老百姓的命 麻烦点也是值得做的 箱子扩建的时候 他就已经考虑好了 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 所以早就准备好了 更多的一用雾化器 这一次 干脆就拿出四台来 第一台装个蓝色的龙头 第二台装个红色的龙头 第三台装个黄色的龙头 第四台装个绿色的龙头 马天正看到 头顶上一团矮云飘着 就知道 天尊正在看着 心里稳得一匹 一点也不带慌的 以前不确定 神仙是不是存在的时候 他都能唬弄人 更别说 现在已经确定了神仙存在 将手里的佛尘一甩 仰起头来 闭上眼睛 一副正在感受什么的模样 好一会儿之后 他才低下头 睁开眼 意态悠然地道 平道刚刚感受了一下 此地的天地灵气 只觉此地地灵人节 是个极好之所在 再加上大奸大恶以除 天地间一片清明 此时此季 正是求雨的最佳时候 几个当官的一个字都没信 但他们手下的牙抑 还有跟着一起来看热闹的老百姓们 听了马天正的话却大喜 当真 马天正 当真 平道骗你们有何好处 他装模作样的掐指一算 以前应该是 翻山岳这样的恶人 在河阳县 惹得天怒人怨 既然天怒了 那当然不会下雨了 现在翻山岳已死 此地不再有恶人做虫 平道开谈做法 将此地恶虫以除的事 告知天尊 那天尊便会请来龙王爷 降下雨来 当官的 还是一个字也没信 但下面的人却再次大喜 那就反请道长 赶紧开谈做法吧 冯卷看着老百姓们 被哄得团团转的模样 这倒是求雨 未必能求得来 但是帮我把这些老百姓 安抚得乖乖的 倒也挺不错 他这一番话说出来 以后还有哪个人 敢仿效翻山岳造反 嘿嘿 不错不错 请这个道士来是对的 马天正选中了村子里的晒谷场 在场中摆好了一张桌子 然后打开随身携带的包裹 从里面捧出了一尊 几十厘米高的小雕像出来 摆在了桌子中间 那雕像就是李道玄的雕像了 当然 比他本人帅了32% 威延了3200% 这一点是不变的 他这雕像一摆出来 围观老百姓就猛了 这谁啊 不是太上老君和原始天尊呀 也不是慈行真人 没见过这么一号神仙 马天正大声喝道 多 此乃道玄天尊 等不识真仙 休得无礼 围观群众被他这么一喝 倒是不敢议论了 心想 人家道长都说了 这是道玄天尊 我们认识的神仙 肯定没有道长多 那就乖乖听着呗 马天正把雕像摆好 恭敬地行了 几个礼 冯娟安排的人 立即把祭品送了上来 这大灾年间 要找点像样的祭品 也不容易 还是靠夏装的张元外 送来了一只大公鸡 张元外是夏装的名团教习 他现在也挤在人群中 冷眼看着热闹 他也是不太相信 倒是能求得下雨的 但是他的原则是 神佛可以不信 但不能不敬 反正神棍说的话 我是不信的 但祭品我也可以给 一只鸡 咱也不是给不起 马天正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拿出黄色的符纸 在上面写写画画 转眼间就画了一张 围观群众都不认识 马天正自己也不认识 就连道玄天尊 也完全不认识的符纸 用剑尖挑着 在纸上一烧 那符纸轰的一声 瞬间就烧没了 烧得速度之快 吓人一大跳 李道玄一眼就能看出来 他在符纸上 涂了特殊的化学材料 所以才能烧得这么快 但老百姓不知道呀 顿时就有人叫了起来 好 道长是有法力的 马天正开始舞剑了 一柄三尺青丰舞的根花似的 嘴里念念有词 祸图一剑 又刺穿一张符纸 大声道 这张符里 就是翻山越的罪孽 他拿出葫芦 喝了一口酒 对着符纸一喷 那符纸上 突然显现出一个红色的小人来 围观老百姓们大吃一惊 哎呦 真的 纸上有个红色小人 那是翻山越的鬼魂吧 他被收进符里了 马天正挥剑一盏 符纸被斩成两半 纸上的红色小人 也被斩成了两半 围观群众大声叫道 好啊 斩了翻山越的鬼魂 让这坏蛋 永世不得超生 喂 兄弟 超生好像是佛教的搞法 这位是道长呀 笨蛋 道教也有 超生咒 也是能超生的 马天正斩了翻山越的鬼魂 然后仰起头来 对着天空大声朗读起告文来 这一番告文又抽又长 大伙听了半天 总算听懂了 大意是 平道把翻山越 这个坏蛋杀了 和阳县已经没有了坏蛋 剩下的所有人都是良民 还请道玄天尊天恩 保佑一下这些良民吧 马天正扑通一声双膝跪地 双手捧着一炷香 额头磕了下去 求道玄天尊赐语 马天正这一番表演 可谓做足了全套 连李道玄都没想到 这家伙有这么多步骤 早就等得不耐烦了 现在见到马天正跪好了 自己也就差不多可以行动了 咔嚓咔嚓 将四个医用雾化器的插头插进县板 到好水 开整 此时 阳村晒谷场周围 早就已经是人山人海 大群老百姓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中间的县令冯隽 县城 主宝等人 也早就等得不耐烦了 县城更是忍不住吐槽出了声 这神棍演的倒是像 但是这样演一番 就真能降得了雨 我反正是不信的 冯隽低声道 本官也不信 但是他这样演一下 老百姓有个盼头也是好的 回头宣传一下 就说 这雨随时有可能下了 老百姓盼呀盼的 都不会造反了 两人刚说到这里 就听到老百姓们鼓噪起来 看看 快看天空 那朵云正在向两边分开挖 有什么东西从云层里出来了 听到老百姓的议论 冯隽等人赶紧抬头去看 只见头顶正上方六七十丈的高度 有一团奇怪的矮云 那云正在向两边纷纷开开 云层中探出了一只硕大的绿色龙头 张开了血盆锯口 嘴里喷出一片迷蒙的雨雾来 冯隽倒抽了一口凉皮 真的来了 那是龙王 县城也疯狂地大吼起来 快看 远处 远处天空 大伙跟着县城手指的方向一看 远处的天空又出现了一团矮云 云开处 又探出一个龙头 这次的龙头是红色的 接着又一团矮云 探出一个蓝色的龙头 再来 又是一个黄色的龙头 四个龙头 在阳村周围的天空中 同时张开血盆大口 一起喷出了雨雾 一瞬间 复天盖的地雨雾落了下来 将阳村周围方圆两里 全都笼罩在雨中 冯隽张大嘴巴 呆呆地看着天空 一时不知道说啥好 县城 县尊大人 流鼻血了 冯隽伸手一抹 那鼻血剧的一下 拖到嘴侧边 然后再向上弯起来 仿佛他咧开了嘴 正在大笑一般 真的请来龙王爷降雨了 而且请来了四个 四海龙王全来了呀 老百姓们爆发出了巨大的欢呼声 多谢老天爷 马天正大怒 错了 不是老天爷 是道玄天尊 你们谢错了神仙 小心天尊不再降雨了 后半句杀伤力好强 老百姓们吓了一大跳 赶紧改口 多谢道玄天尊 天尊保佑 道玄天尊的面子好大 四海龙王全都请来了 马天正心想 那可不是靠面子大请来的 而是用手拎着脖子抓来的呀 天尊有多厉害 你们这些家伙 以后会懂得 这时候整个阳村都已经疯狂了 刚才大量的粮食运了进来 现在又有天尊降了雨 老百姓们心里已经开始盘算 自己先打工 赚点工钱 靠着工钱 先把一家人的肚子填饱 然后等到播种的时节到了 就把粮食种下去 一边打工 一边照顾自家的农田 到了半年后 农作物收获的时节 就可以恢复到往年的生活了 想到这里 老百姓们不禁手舞足蹈 在雨雾里乱挑乱吼 下装的名团教系张员外 也同样惊恶地张大了嘴看着天空 他奉献了一只用来做祭品的鸡 本没打算有什么收获的 哪知道真下雨了 这只鸡也太贪娘的值得了 正满脑子转着重振家风的念头呢 一袭白衣飘飘的白渊 站到了张员外的面前 张员外 您是 白渊微笑 在下是城城县大名团的教习 白渊 张员外 原来是您 白教习的大名在下早有耳闻 听说您在城城县时 大败无上名王 白水王二王左挂 不沾泥 前几天 您还在几百步开外 用火冲狙杀了翻山越 若非是您 我何阳县除不了那个大奸 也请不来天尊降雨 白渊心中暗暗得意 表面上却不动声色 拿出折扇 刷得一下甩开 扇面上两个大字 君子 他用扇子 遮住自己半边嘴 低声道 张员外可有听说 大流寇王家印 随时可能 攻到咱们这边来了 张员外脸上露出忧色 已有耳闻 听说那王家印手底下 已有接近五万流寇 声势浩大 连克北方多个城池 哎 白渊远远地指了指 河阳县令冯眷 和河阳巡检那一伙官 低声道 张员外 您觉得靠那群朝廷官员 挡得住王家印吗 张员外摇头 靠他们 挡得四言贩子 都未必挡得住 白渊点头 英雄所见略童啊 要抵抗贼寇 终究还得靠咱们自己组织民团 我听说张员外组织的民团挺厉害的 在剿灭翻山岳余孽时 立下了大功 张员外 哎呀 我只是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情 不算什么 比起白教习几百步开外一冲 干掉翻山岳 根本不值一提 白渊 我就不打花枪说那些没用的废话了 张员外 我们城城与河阳的民团 应该联合起来抵抗贼寇才行 否则 大谷流寇到来之时 动不动就几万 咱们的民团却只有几百人 守着一村一阵 只会被流寇逐个击破 这话在理张员外的民团 只有四百人 这点人数 在对付翻山岳时 就毫无办法 直到翻山岳被杀 贼军士气崩溃 他在伙同了另外几个村庄的民团 一起合围 才总算将翻山岳干掉 张员外也早就感觉到自己的无力 现在听白渊这么一说 那当然是不谋而合 白渊继续道 官兵剿匪 不能离开自己的侠地 例如城城的巡检 就不能跑到合阳县来剿匪 但是咱们的民团却没有这个限制 随意穿舟过县 打完仗再返回原级便是 所以 合阳县若是有难 我城城的民团 可以过来帮忙 城城若是有难 合阳县的民团 也可以过来帮忙 咱们可比官兵要自在多了 张员外大喜 理应如此 咱们两县的民团 结为兄弟民团 以后守望相助 战斗力便可大涨了 若是白团恋不嫌弃 便叫我一声张帝 我称你一声白兄 今后我就跟着白兄混了 白团早就和冯卷谈好了民团的事 冯卷也早就答应过 由高家村出资 来养合阳县的民团 现在又搞定了张员外 那后面就更简单了 张帝 白团压低声道 你回去之后 便开始扩张民团吧 这些民团所需的粮食 兵器 我们高家村都可以给你提供 先把队伍拉大 咱们以后才方便联手 一起对付那些大股的流寇 张员外猛点头 听白兄的 我一回去立即开始着手这个 兄弟还认识许多和阳县 各村各镇的民团教习 将他们都叫来与白兄见个面 今后 咱们在白兄的指挥下 统一行动 白团心中暗笑 表面上纹丝不动 拱手道 只要兴齐 在下有信心挡住那福古王家印 张员外 那就全都仰仗白兄了 福古王家印 刚刚倒了大霉 作为边军出身的农民起义军首领 王家印一开局 就开得很顺 他召集了一部分边军 作为自己的核心班底 然后又得到了大群灾民的拥护 声势很足 先后招收了安塞闯王 高银祥 紫金梁 王自用 这两员大将 接着 白水王二从榆林地区北上 与王家印会合在一起 凭借着白水王二这天下第一 反贼的名头 大量陆林好汉来投 使得王家印军事大振 到了崇祯三年初 总兵力已经突破五万 带着五万大军的王家印 感觉有点飘 连假名都不用 就用真名王家印 就有这么嚣张 他一举攻破了福谷县城 开仓放梁 然后推倒城墙 将福谷县移为了平地 接着攻破皇甫川宝 将宝墙也推平 移为平地 反正所过之处 全部移为平地 破坏总比建设容易 被他推倒了墙的城池 想再把城墙修建起来可就难了 费时费力 还要出动无数名夫 几年内都别想搞好 这几年时间里 他就可以随时再回去抢 没有城墙保护的城池 就和平的没有区别 这一招 是他做边军的时候 从蒙古人身上学来的 挺好用 这一番闹腾 闹得很爽 连战连克 让他忘了自己只是个流寇了 他居然像模像样地派出水军 渡过黄河 去攻击山西河取县城 做出了连正规军 都不敢轻易尝试的 跨河攻城战 这种骚操作 当然要挨揍 山西总兵可不惯着他 在县城城墙上 架起西洋大炮 把王家印的水军 轰得哭爹喊娘 又退回了陕西来 王家印不服 就沿着黄河开始向南走 打算进入黄龙山 然后以黄龙山为根据地 可以随意攻击延安府 和周边数个县城 算盘打得很好 但要进入黄龙山 必须先过川宜川县 就在他大摇大摆 率着五万大军 路过宜川县的时候 遇上了一个男人 陕西都量到红城仇 换了王左瓜再次就会告诉他 碰到红城仇 赶紧开溜 可惜王左瓜已死 没有人告诉王家印这件事 王家印完全没有把 只带了几百家丁 和一千多名团的红城仇 放在眼里 一招FRA率领着五万大军 冲向了红城仇 然后王家印 现在就躲在黄河边的 一个小渔村里 身边是一群灰头土脸的部下 一个比一个狼狈 他妻子的弟弟 小舅子张立卫 脸上全是灰尘 喝了一口刚刚从黄河里 打上来的水 扑的一声喷了出来 骂道 真他娘的难喝 王家印 河里的水别直接喝 会拉肚子的 烧开了再喝吧 张立卫 现在哪有烧开水的心情 操他娘的红城仇 这是个什么怪物 我们五万大军冲过去 他居然不带怕的 反率着两千人 给我们冲过来 还居然他娘的 把我们打败了 王家印的同图兄弟 王国中开口道 大哥 那红城仇区区一个文官 却猛地不讲道理 这一穿线 我们只怕是过不去了 根本进不了黄龙山 王家印点了点头 他也有点想不通 五万人打两千啊 自己这边 还有边军作为核心班底 怎么输的 实在想不明白 越是不明白 越是不能再去挑衅 失败是成功之母 这是因为失败之后 总结了经验 但输都不知道怎么输的 那就说明 双方层次差得太远 根本没有经验可以总结 下一仗再打 肯定也还是输 正在这时候 江面上飘来了一支船队 大多数是小型渔船 小部分是中型的商船 在最前面的一艘商船船头 站着一条壮汉 正是久违的白水王二 此时的王二 与刚刚造反时的王二 已经判若两人 脸上多了风霜之色 一脸唏嘘的胡茶 唯一不变的 只有他的眼神 依旧坚定 依旧充满了热情与豪迈 王二跳下船来 跑向王家印 大哥 你怎么回来了 王家印一脸懊恼 过不了一川县 被陕西都梁到红成仇 给挡回来了 王二 咦 姓红得这么厉害 王家印 非常厉害 这一川县 我们怕是过不去了 进不了黄龙山 王二 那便不进了也罢 咱们还是去山西吧 其实他还真不希望 这伙人跑进黄龙山 因为黄龙山的南边 就是白水县和成城县 这两个地方 对于王二来说 有着特别的意义 一个是他的家乡 另一个是他投奔 亲戚启事造反的地方 他知道 王家印手下的 都是一群流寇 烧杀抢掠 对于这些家伙来说 像吃饭喝水 一旦他们进了黄龙山 很难保证 他们不去祸害 白水县和成城县 张立卫开口道 山西哪有这么好去的 那山西 总兵连西洋大炮都搬出来了 陕西这边武镇 总兵都进京秦王 还是陕西好混血 我们还是想办法进黄龙山吧 王国忠开口道 我倒是有个办法了 王家印 哦 王国忠道 走水路 沿着黄河向南 到河阳县的智川码头 我们在那里登陆 从河阳县向西走 经过成城县 就能进入黄龙山了 王二心中暗骂 我操 王家印 此季甚家 就这样吧 王二赶紧开口 我们的船只 不够五万人一起行动 大哥不妨率领主力 在这里稍稍囤住几天 让我率部 先去探探路吧 李道玄的事业 正在飞快地扩张 在河阳县搞了一场降雨 又运输了大量的粮食进去 让河阳县的老百姓 感觉到了安心之后 大量的光点升了起来 拯救指数刷刷的疯涨 就和他以前发现的一样 拯救人的性命 得到的拯救点数很少 但拯救人们的生活 却可以大量地得到拯救点数 老百姓修通过打工得到粮食 又看到四海龙王降雨 给了他们生的希望 那拯救指数 还不得刷刷地涨吗 很快 李道玄北方的视野 就向着黄龙山里 又扩张了不少 西边的视野 则已经越过了城城县城 能看到西边的摇头摇 很快就要能看到白水县了 而东边的视野 则已经将河阳县城笼罩在了其中 并且继续向东扩张 向着黄河逼近 李道玄一天到晚 就在箱子的东南西北这个按钮上猛按 想尽快看到黄河 然而急也没用 拯救指数不到就是不到 就好像数学不会就是不会 好不容易 他在视野里找到了一条名叫下党河的小河流 这条河是可以汇入黄河的 但是因为连年大旱 下党河的水也几乎枯竭了 只剩下河床底那一丢丢的水 李道玄的船谋太大 在那一丢丢的水里根本无法航行 好吧 连走小河汇入黄河的想法也破灭了 只能乖乖地等着视野扩张了 天色渐晚 冯眷 白渊 张员外三人 站在洽川码头 看着面前滚滚的黄河水 虽然天下大旱 各种小河都断了流 但黄河依旧超过两里宽 滔滔河水 滚滚东流 威势无穷 因为流速的关系 黄河上游大多数地方不适合坐码头 但至川码头这里 有一个小小的回水湾 看起来就像人类的卫带一般 水湾里的水相对比较平稳 于是这里就变成了著名的智川码头 年仅好的时候 大量的船从会从下游驶来 将粮食和各种江南花花世界的好东西 运到这里造福河阳县的老百姓 冯眷指着衰败的码头 看吧 现在码头上都没两艘船了 白渊点了点头 码头上只能看到几艘小型渔船 商船是一艘也找不到 实在是有点落寞 冯眷指了指周边的地形 然后皱起了眉头 这一片水湾 水势很缓 非常适合流寇的水军登陆 若是王家印的水军过来 还真是相当麻烦的一件事 两位叫习 有何妙计 张员外摇了摇头 这个我可不懂 还是白兄来说吧 白渊精神一震 来之前 天尊已有吩咐 所以他倒是一点也不慌 指了指码头上面的空地 我们可以调来大量的名夫 在这一块空地上住一个小堡垒 在堡中驻扎一支名团 配上火炮 火冲 弓箭 滚木 雷石将整个码头 都置到堡垒的射程之中 贼一军就没那么容易登陆了 平地里建个堡垒起来 谈何容易 冯眷 需要大量的食材 光是开山挖石 就得不少时间 将它们垒起来 也是个技术活 白渊微笑 冯大人多虑了 咱们高家村拥有一种奇物 名叫水泥 您上次去咱们高家村的时候 也看到了吧 水泥可用于修路 也可用于建房 咱们高家村的工匠 已经拥有了丰富的 用水泥建房的经验 只削掉几名工匠过来 直到何阳县的名副洞工 不用数日 便可以在这里建一座水泥堡垒 冯眷大喜 不过他 马上又皱起了眉头 就算堡垒的事情好解决 那火炮火冲什么的 也难以解决 本官可不是山西总兵 手里没有西洋火炮可用啊 白渊 这个嘛 给再下去想办法吧 冯眷心中暗想 你究竟何方神圣啊 这也想得到办法 我懂了 你肯定是与新任陕西巡抚刘广生 有些交情 可以去西安府那边 戒掉西洋火炮 想到这里 冯眷倒是心里安稳了一点 若是白渊真能在西安那边 戒掉到火炮 那此人在官场里的人脉 得有多可怕 有这么一个人帮何阳县 那何阳县可就稳了 白渊 总之 在堡垒建成 火炮和火冲掉来之前 我们只能用人力 来守护这片码头了 张帝 这何阳县 毕竟是你们的地盘 这地方 只能先暂时用你的人来守着了 张元外抱了抱拳 白兄放心 我这就去 把我两四百人的名团拉过来 暂时驻守在此 张元外匆匆去了 冯眷也道 这里的事 就拜托你们了 本官先回县城 处理杂物去 白渊 冯大人请自便 冯眷也离开了 洽穿码头上 就只剩下白渊 和他的一群家丁 他背负着双手 站在黄河边 脸上露出迷之笑容 一名家丁低声问道 老爷 您何故发笑 白渊黑黑笑道 我在想 天尊的意思 明显是要拯救全天下 而这黄河 却可以通向半个天下 这洽穿码头 今后定是咱们 拯救天下苍生的出发地 家丁 呃 老爷是不是想得太远了点 正说到这里 一名站在高处 放哨的家丁 突然急吼起来 老爷 不好了 北方水面上 出现大量的船只 这一下 可把白渊吓了一大跳 王家硬来了 这么快 糟糕了 我们根本就没来得及部署 他赶紧登上高处 向北方河道上眺望 果然 一片小渔船 箭中夹着少数商船 向着洽穿航来了 家丁 那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白渊道 就凭咱们几个人 是挡不住流寇登陆的 赶紧撤 撤回去带咱们的兵来 他只带了三十个家丁在身边 根本不可能与流寇一站 赶紧向西跑 跑离了水边有一段距离 他又突然想到了什么 黑的笑了一声 停下了脚步 家丁 老爷怎么不跑了 白渊 我们虽然没法正面作战 但是躲在远处 偷偷开一冲的机会还是有的 我就在岸上瞄准水里的船队 贼求上岸前 我一冲把他避在船头 他们说不定就吓坏了 不敢上岸了 白渊重新回到了岸边 在离岸边几百步的地方 找了一个小土坑 趴了进去 可怜了他身上一袭白衣 这一趴 全趴成黄色了 拿出碎发现糖枪来 装弹 压火药 好一会儿才搞明白 当他准备好的时候 船队也到了洽船码头边了 码头上原本的几艘渔船 早已经逃之夭夭 贼军的船队靠了岸 白渊的眼光 立即在船中审视了一圈 寻找旗舰 马上就找到了 一艘中型商船上 插着一面破破烂烂的大旗 旗上一个王字 被河风吹得烈烈作响 嘿 王家印亲自来了吗 白渊兴奋起来 若是在这里一冲崩了王家印 那贼军肯定大乱 下也能把他们吓哭 他在定睛一瞅 表情顿时变得古怪起来 站在船着的人好眼熟啊 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 但是 自己肯定没有见过王家印 那就很奇怪了 就在这时候 他身边一个家丁低声叫道 啊 那不是白水王二吗 我在城城县大乱的时候 见过他一次 白渊猛地一下想了起来 对对对 是白水王二 我在高家村里见过他一次 我记得很清楚 他想了想 将手里的火虫收了起来 家丁 哎 老燕 您怎么收冲了 不杀王二吗 当初白渊增援高家宝 抵挡了郑燕夫和种光道时 是单枪匹马 跑到高家村来帮忙的 他的家丁全都没跟来 事后王二为了不连累高家村 又撒了谎 说是他攻打高家村失利 才受了重伤 所以 外面的人都不知道 王二与高家村有一段恩怨 连白家家丁们 都不知道王二的事 白渊轻叹了一口气 王二是一条真正的好汉 不问缘由 就一冲轰死他 我是做不到的 先看看情况吧 只见流寇的船队 在码头边靠了岸 却并没有上岸 王二似乎对他们 吼了几句什么 整个船队 都在岸边乖乖地等着了 王二只带了一小队人 不到十个 从船上跳了下来 先小心翼翼地 左顾右盼了一下 然后便拔腿 向着西面急行 白渊看到这里 隐隐猜到了什么 他也不在土坑里 趴着了 双手在坑边一撑 刷的一下跳了起来 王二一边急行 一边警惕着周围呢 哪料到前方不远处 突然刷的一下 跳出一个人来 还真是吓他一大跳 刷的一下 就拔出了腰间的刀 但当他看清楚 眼前的人时 却微微一愣 咦 白家宝的白先生 白渊微笑 拿出扇子 刷的一下甩开 露出君子二字 正是在下 王二愣了愣之后 大喜 我正想回高家村去 没想到能在这里 碰上白先生 真是意外之喜 他可没有忘记 当初郑彦夫和总光道背叛 将他刺伤了 关在山洞里 是白渊带人连夜走了树里山路 才将他就出来治好了伤 往事历历 不胜唏嘘 白渊 王好汉 你当初选择了离开高家村 出去闯荡天下 大家也尊重你的意见 让你去了 如今又带着王家印的人回来 却又是为何 王二 我就是想 回来说这件事的 能在这里碰上白先生 真是太好了 请白先生带我去一趟高家村吧 白渊 好 那你随我来 傍晚 门铃被按得叮叮叮的 响得不停 正是饭点呢 左手端着一碗炒方便面 将筷子咬在嘴里 用右手拉开了门 门外居然站着蔡新子 一脸笑意 嗨 道玄 你要我给你定做的传模 第一艘做好了 我特意给你送过来 顺便来看看你的新房子 李道玄笑 一个破别墅 也没啥好看的 则 三百平的独栋大别墅 你还说没啥好看的 蔡新子前前后后地看了起来 嘴里不明发出嘖嘖的惊叹声 一楼看了个遍 但当他想上二楼时 却被李道玄一把抓住了 二楼不能上 蔡新子脸上露出了我懂的神色 压低声道 带了女人回来 不能让我看到 李道玄翻了翻白眼 没错 十五个没穿衣服的女人 正在楼上和我开无遮大会 你要是上去看到了 他们身上不该看的地方 我会吃醋 必须挖了你的眼珠子 蔡新子大笑 撒谎都不会撒 家里真有十五个女人 你怎么可能再吃少方便面 你拿着一只大龙虾来开门 我就信了 李道玄 蔡新子 好了好了 做兄弟最重要的 就是尊重对方隐私 二楼我不去 大豪宅也看完了 你来看看我坐的船吧 他打开带来的盒子 从里面捧出一艘 长度十五厘米的船母来 硬李道玄的要求 这艘船是用厚铁皮做的 整体架构非常结实 质量当真是一流的好 只是为了防晒 在甲板上和船楼上 铺了一层复合材料的薄片 船的外观 是仿古式内核船楼的外观 铁皮上涂了木纹油漆 使得它看起来很像一艘木船 船上有三层楼高的船楼 非常的古风 有一种中式楼船的艺术美 楼顶上还开了凹凸凹的射击孔 站在船楼上 可以向下射箭 放火冲 非常的拉风 船头有件手炮 船尾有件尾炮 船的两弦也有两排炮 但都是假炮 毕竟蔡新子不可能做两排真炮 就算是微型的大炮 做成真的也很行 上次说的 打塑料小珠子的炮 蔡新子没能成功地装进去 因为这个船拳长才15厘米 打塑料小珠子的炮 却有89厘米长 在甲板上装了 会影响船楼 最后还是取消了 还有什么打火机做炮的想法 也并没有实装 因为太容易烧着自个儿了 李道玄数了数 一个侧前有五门炮 再加上舰手炮和舰尾炮 一共12门 炮的数量并不多 毕竟它只是一艘15厘米长的小船模 放进明末世界的话 也就是30米长 李道玄心里末算了一下 30米大约等于初代西班牙大帆船的长度 后来 西班牙大帆船的制造技术 也在不断地提高 技术成熟之后 普遍有50几米长 也就是说 自己这艘船 并没有现意的西班牙大帆船大 放在海里 这是一艘非常小的船 但放在黄河里 它已经是庞然大物了 河船没必要再做得更大了 就这样挺好 硬要说有什么缺点的话 就是它没有 七成五颜六色的天尊色 船的底舱是电池舱 里面摆放着电池 用来给整艘船母提供动力 船楼最上方 则加装有太阳能面板 通过隐藏在船楼墙壁里面的 横流横压充电控制电路 走线连接着底舱的电池 可以给电池充电 当然了 太阳能充电的效率相当的低 充电很慢 它在航行的时候就会掉电 只有停下来不动的时候 电量才能增加 但就算如此 也相当好用了 蔡新子指了指船头上的船舵 笑道 转转这个看 李道玄用手指轻轻拨动船舵 就看到船尾舵也跟着旋转起来 看 方向控制也是完美的 蔡新子嘿嘿笑 这个体积的玩具 做这些东西就太容易了 哈哈 李道玄也不禁按赞 这船足足15厘米长 体积足够大 蔡新子就能将它玩出花活了 而以前的太阳能车 还是太小了 小的根本没法在上面玩花活 这船做得真不错 李道玄拍了拍蔡新子的肩膀 嘿嘿 老蔡就照着这个档次的船 再来十艘吧 蔡新子 收藏的话 一艘就够啊 你要十艘来做啥 李道玄 你看我别墅的花园 里面有个小池塘 我要用这些船 在池塘里摆一个巨大的船阵 玩海战游戏 蔡新子 多大的人了 还学小孩子玩过家家 我总算是明白了你 为啥不找女朋友了 你根本还没长大 你要学学我 从幼稚的娱乐项目中脱身出来 一心一意 拥抱爱情 爱情才是男人 长大的催化剂 李道玄 我这叫永远不老 挺好 你那叫走进了婚姻的坟墓 已经完了 两人扮了几句嘴 李道玄突然感觉哪里不对 糟糕 我和蔡新子扮嘴的风格 怎么和高出五正大牛 两人扮嘴的情况很像 他赶紧打开了高中同学群 在里面发言道 各位 有个问题 十几年了 我一直想问 在高中时 你们给我 和蔡新子 取得什么外号 班长 大傻二傻 李道玄扑通一声扑倒在地 Oars 蔡新子走了 李道玄左手端着 已经冷了的炒方便面 右手拿着船模 回到了二楼的箱子边 在箱子边坐下 心中暗响 船已经好了 但船上的炮全是假的 这可不行 得尽快让小人们自己造炮 将船上的假炮 都替换成真炮 他得关心一下 高家村的红衣大炮 进度如何了 开始寻找高一叶 望楼 不在 布庄 也不在 找了一圈 居然在高家商圈的青楼里面 把高一叶给找到了 他还带着秋菊和冬雪这两位姑娘 三个人一起在青楼里溜达 这可把李道玄吓了一跳 一叶 你们在青楼里溜达干嘛 啊 天尊来了呀 高一叶抬起了头 小脸上满是笑容 我们在研究这个青楼 应该能用来 做点别的事 李道玄 这个建筑物 早就该化掉化掉了 高一叶 秋菊和冬雪也说 应该该把它拆了 但是我觉得 这建筑物 只是一个死物 就是一个单纯的房子而已 就像一把刀 用来切菜就是好刀 用来杀人就是坏刀 刀本身没有错呀 错的是用他的人 李道玄 哟 小妮子还懂哲学了 高一叶小脸微红 天尊笑话人家 李道玄哈哈笑 好吧 你打算用他来做点什么好事呀 高一叶 教女人们技术 李道玄大骑 不是有学校了吗 高一叶 我说的 不是学习读语文 数学 物理 化学的那种技术了 是指的纺织 刺绣 裁医 砰 这一类的技术 李道玄这一下明白了 原来小妮子说的是技校 高一叶道 咱们村里有好多女人 通过技术赚到钱了 但是还有很多女人 什么也不会 她们现在也挺急了 有好些人来找过我 说想学技术 但是上面那几项技术 在匠景里学不到 李道玄明白过来 高家村的妇女思想 确实是开始解放了 她们已经发现 懂得特定的技术 可以赚到钱 可以改善自己的家庭地位 想要学习点东西了 但是 匠景是由男人主导的 里面的技术 主要是什么打铁 木匠一类的玩意儿 适合女人的纺织 刺绣 才艺一类的部门 匠景里根本就没有 她们想要学这些技术 只能自己去找邻居 或者姐妹跟着学 太不方便 所以 高一叶才想到了 把青楼改造成 女子技校的想法 李道玄道 一叶 你这个想法非常的好 不过 也没必要用青楼来做 青楼这个建筑物 代表着一些不好的意思 会影响她们 进来学习的积极性 所以 还是重新建一所 真正的女子技术学校吧 高一叶 哎 专门给女人建一所 技术学校 这这么重视我们的吗 两位青楼姑娘也有点猛 早就知道 天尊对女人很关照 还为她们赎身 救她们出苦海 却没想到 天尊对女人 关照到了这个地步 专门赐个大型女子学校呢 这就是把女人 抬到了和男人一样的地位 来看待了 其实李道玄 是想建一所不分男女的技校 不仅仅将适合女人的技术 搬进去 也将铁匠 木匠那些适合男人的技术 搬进去 做成综合性的超大型技校 但是 考虑到这个时代的女人 要走出家门并不容易 一开始就搞混合技校的话 恐怕推广起来 会有一些不顺 那就干脆先搞一所女子技院吧 整个学校里全是女子的话 很容易打消他们的顾虑 让他们勇敢地进去学习 学成出山 焕发新生 李道玄 绩笑的是我去弄 你们就别为这青楼转了 去一趟将警转转 我要看看 咱们村的红衣大炮进度如何了 高一叶乖乖巧巧地应了一声 向着将警走去 秋菊和冬雪跟在后面 不一会儿 将警到了 高一叶一来将警 就意味着天尊要来过问 将警里的工匠们 瞬间进入领导来试查的状态 全都摆正了姿态 本来在偷懒的人 现在也变得勤快起来 高一叶来到了铁匠铺 这里一片热火朝天的气氛 站在门外就能感觉到 里面庞大的热力 他也不敢胡乱闯进去 怕惹出什么事来 就站在门口 向里面交换道 李大 高一叶 你们在吗 李大和高一叶 很快从里面钻了出来 天尊让我来问问你们 红衣大炮的进度如何了 高一叶脸上露出尴尬之色 这个 李道玄看出来了 这肯定是碰上问题了 发生了什么事 太复杂了 我们用了很多天了 还一尊都没有弄出来 李道玄 哦 明白过来了 当时铸造一尊大炮 并不是两下 就能手搓出来的 光是制作炮管 就需要非常多的工序 因为铁炮容易炸糖 所以宋印新给的资料里面 写了要用铁铜的混合金属 算得上是一种合金 当时的生产能力 制作合金的难度可想而知 工匠们要把铁和铜 按一定的比例混合 需要将铁和铜烧熔 光是这个工序 就需要很多时间 然后 铁匠们还要做一个沙模 或者泥模 用春德级熟的黏土 制成模具后 慢慢阴干 或者用炭火徐徐烘透 直至模的时间 最少一个月 最长三个月 而且一个泥模 只能铸一门炮 这个制作周期 听到就让人头疼 李道玄心想 让你们这样搞的话 几个月才 才能出来一门炮 而我那一艘船 就需要十二门 蔡星子又去给我造船模去了 用不了多久 我就需要上百门炮 让你们这样慢慢做 得给我做到猴年马月去 李道玄心里想了想 铁匠们只要会造炮的技术就行了 单调又枯燥又耗湿的 炮管铸造步骤 就没必要非要 他们自己动手了 由我来给他们提供炮管吧 某宝上肯定不能 直接买到炮管 那买什么替代品好呢 李道玄在某宝上搜索起来 不找不知道 一找真奇妙 某宝上居然有一种 叫做毛细钢管的东西出售 304不锈钢的材质 可以做出各种规格 外径最低可以做到0.2毫米 壁厚最低可以做到0.08毫米 比这个规格大的钢管 基本上可以随意定制 当然 不能定制得太粗 因为粗到一定程度 就有可能用来制造枪管 那就很行了 卖钢管的和买钢管的 都得去采缝刃机 若只是定制很细的毛细钢管 就不会采缝刃机 可以随便定 李道玄赶紧私聊店主 我想定点毛细钢管 你那边有货吧 店主 亲 当然有货 现货和定制 都接 李道玄 嘿嘿 那行 先来一批长15毫米 内径0.6毫米的毛细钢管 一头开口 一头堵死 堵死的那头开个小口摁 这样说有点抽象 总之就是类似古代大炮的炮管构造 你在度娘上 找个红衣大炮的图片 照着那模样做毛细钢管就对了 只要求构造像 不要求外形像 店主有点猛 把毛细钢管 做成古代大炮的构造 这是什么思路 亲 您的要求有点奇怪啊 这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啊 我无法理解 李道玄 我加钱 双倍 电竹 轻 您这个人一点也不奇怪 太帅气了 您要的造型我完全理解了 保证完成任务 第二天中降警 高一夜又带着两个秘书 来到了降警里 昨天他来的时候 铁匠们没能给天尊一个满意的进度 心里正惶恐不安呢 生怕高一夜是来催进度的 却没想到高一夜笑道 天尊有令 你们暂时不要在炮管上花功夫了 天尊会赐给你们一批仙界炮管 仙界炮管 铁匠们有点猛 原来神仙打仗时也用大炮吗 李道玄 高一夜也猛了猛 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神仙当然是用仙法打仗呀 但是天上不光有神仙 还有天兵天将吗 天兵一样要用武器吗 铁匠们这才恍然大悟 对啊 天兵也是要打仗的 高一夜抬起头 大家看好了 李道玄用手抓起了一把快递小哥刚刚送来的毛线钢管 缓缓地放了下去 这一批毛线钢管全都只有15毫米长 内径0.6毫米 正好与红衣大炮一样大 他把这东西往降井里移放 将人们就看傻了 这这么光滑 好亮 比铜镜还亮啊 好漂亮的炮管 真不愧是仙家炮管啊 快 快把这东西推进降井里 有了这个 我们马上就可以把大炮做出来了 铁匠们兴奋地嗷嗷叫 看到天尊摆下来了一堆像小山似的仙家炮管 这他喵的能做出多少门大炮啊 爽爽爽 李道玄心想 这一下我的大船很快就能装满炮了吧 正想到这里 突然见到一群人形色匆匆地进入了高家村 为首一人 正是白渊 身后跟着一群家丁 还有十来个穿着破破烂烂衣服的汉子 那群汉子带着斗笠 低着头 李道玄从天空中看下去 看不到脸 他只好使出关注功能 这一下视角不再只能俯视了 而是可以360度旋转着近距离看那群人 这才看到两张熟悉的面孔 一个是白水王二 还有一个是王二手下那个亲信手下 名叫白猫 另外几张不熟的脸 估计都是当年跟着王二离开的那群王家村的人 李道玄心中一奇 咦 王二又回来了 哦 明白了 肯定是王家硬要来了 这时候 白渊一行人刚刚走进高家村 正对着主宝集行 身后的王二一行人 则是一脸好奇宝宝式的表情 审视着久违的高家村 仿佛爱丽丝梦游仙境 或者说刘姥姥进大观园 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 看得王二一行人眼花缭乱 他们也没想到 李家两年多 回来看到的城城县 已经变成了这样 王二不经常探 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白渊 值得你惊叹的是还多呢 现在不是看这些的时候 咱们去主宝见三十二和圣女 李道玄也低头对着将警李道 一夜 快去议事厅 叫上三十二 准备聊大事了 高一夜来到了铁江铺 这里一片热火朝天的气氛 站在门外就能感觉到 里面庞大的热力 他也不敢胡乱闯进去 怕惹出什么事来 就站在门口 向里面叫唤道 李大 高一一 你们在吗 李大和高一一 很快从里面钻了出来 天尊让我来问问你们 红衣大炮的进度如何了 高一一脸上露出尴尬之色 这个 李道玄看出来了 这肯定是碰上问题了 发生了什么事 高一一道 大炮的制作工艺太复杂了 我们用了很多天了 还一尊都没有弄出来 李道玄 哦 明白过来了 当时铸造一尊大炮 并不是两下就能手搓出来的 光是制作炮管 就需要非常多的工序 因为铁炮容易炸糖 所以宋印新给的资料里面 写了要用铁铜的混合金属 算得上是一种合金 当时的生产能力 制作合金的难度可想而知 工匠们要把铁和铜 按一定的比例混合 需要将铁和铜烧溶 光是这个工序 就需要很多时间 然后 铁匠们还要做一个沙模 或者泥模 用春德级熟的黏土 制成模具后慢慢硬干 或者用炭火徐徐烘透 直至模的时间 最少一个月 最长三个月 而且一个泥模 只能铸一门炮 这个制作周期 听到就让人头疼 李道玄心想 让你们这样搞的话 几个月才 才能出来一门炮 而我那一艘船 就需要十二门 蔡星子又去给我造船模去了 用不了多久 我就需要上百门炮 让你们这样慢慢做 得给我做到猴年马月去 李道玄心里想了想 铁匠们 只要会造炮的技术就行了 单调又枯燥又耗石的 炮管铸造步骤 就没必要非要 他们自己动手了 由我来给他们提供炮管吧 某宝上肯定不能 直接买到炮管 那买什么替代品好呢 李道玄在某宝上搜索起来 不找不知道 一找真奇妙 某宝上居然有一种 叫做毛细钢管的东西出售 304不锈钢的材质 可以做出各种规格 外径最低 可以做到0.2毫米 壁后最低 可以做到0.08毫米 比这个规格大的钢管 基本上可以随意定制 当然 不能定制得太粗 因为粗到一定程度 就有可能用来制造枪管 那就很行了 卖钢管的和买钢管的 都得去采缝刃机 若只是定制很细的毛细钢管 就不会采缝刃机 可以随便定 李道玄赶紧私聊店主 我想定点毛细钢管 你那边有货吧 店主 请 当然有货 现货和定制 都接 李道玄 嘿嘿 那行 先来一批长15毫米 内径0.6毫米的毛细钢管 一头开口 一头堵死 堵死的那头开个小口摁 这样说有点抽象 总之就是类似古代大炮的炮管构造 你在度娘上 找个红衣大炮的图片 照着那模样做毛线钢管就对了 只要求构造像 不要求外形像 店主有点猛 把毛细钢管 做成古代大炮的构造 这是什么思路 请 您的要求有点奇怪啊 这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啊 我无法理解 李道玄 我加钱 双倍 店主 请 您这个人一点也不奇怪 太帅气了 您要的造型我 完全理解了 保证完成任务 第二天中降警 高一叶又带着两个秘书 来到了降警里 昨天他来的时候 铁匠们没能给天尊一个满意的进度 心里正惶恐不安呢 生怕高一叶是来催进度的 却没想到高一叶笑道 天尊有令 你们暂时不要在炮管上花功夫了 天尊会赐给你们一批仙界炮管 仙界炮管 铁匠们有点猛 原来神仙打仗时 也用大炮吗 李道玄 高一叶也猛了猛 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神仙当然是用仙法打仗呀 但是天上不光有神仙 还有天兵天将吗 天兵一样要用武器吗 铁匠们这才恍然大悟 对呀 天兵也是要打仗的 高一叶抬起头 大家看好了 李道玄用手抓起了一把快递小哥 刚刚送来的毛线钢管 缓缓地放了下去 这一批毛线钢管 全都只有15毫米长 内径0.6毫米 正好与红衣大炮一样大 他把这东西往降井里移放 将人们就看傻了 这这么光滑 好亮 比铜镜还亮 好漂亮的炮管 真不愧是仙家炮管 快 快把这东西推进降井里 有了这个 我们马上就可以把大炮做出来了 铁匠们兴奋地嗷嗷叫 看到天尊摆下来了一堆像小山似的仙家炮管 这他喵的能做出多少门大炮啊 爽爽爽 李道玄心想 这一下我的大船很快就能装满炮了吧 正想到这里 突然见到一群人 形色匆匆地进入了高家村 为首一人 正是白渊 身后跟着一群家丁 还有十来个穿着破破烂烂衣服的汉子 那群汉子带着斗笠 低着头 李道玄从天空中看下去 看不到脸 他只好使出关注功能 这一下视角不再只能俯视了 而是可以360度旋转着近距离看那群人 这才看到两张熟悉的面孔 一个是白水王二 还有一个是王二手下那个亲信手下 名叫白猫 另外几张不熟的脸 估计都是当年跟着王二离开的 那群王家村的人 李道玄心中一奇 咦 王二又回来了 哦 明白了 肯定是王家硬要来了 这时候 白渊一行人 刚刚走进高家村 正对着主宝集行 身后的王二一行人 则是一脸好奇宝宝式的表情 审视着久违的高家村 仿佛爱丽丝梦游仙境 或者说 刘姥姥进大观园 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 看到王二一行人眼花缭乱 他们也没想到 李家两年多 回来看到的城城县 已经变成了这样 王二不经常叹 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白渊 值得你惊叹的是还多呢 现在不是看这些的时候 咱们去主宝见三十二和圣女 李道玄也低头对着将警李道 一夜 快去议事厅 叫上三十二 准备聊大事了 高一夜 三十二 白渊 王二 白猫 围桌坐下 五个人面面相去 都有点唏嘘 王二 当年我受了各位许多照顾 这几年时间在外漂泊 总是担心各位现在可好 没想到现在的高家村 已经变成了如此规模 真是让人惊叹 三十二道 我们倒是经常听说王好汉的事迹 听说你当年离开城城县之后 先破宜军县城 然后向北 大败洛川巡检 接着穿过洛川 去了榆林地区 与王家印 闯王 紫荆梁等人和兵一处 在陕北和盐随地区 功无不克 王二苦笑着摇了摇头 满天下捣乱 实在算不得什么厉害 当初我启示造反 只是为帮乡亲们出一口气 后来带着一股雄心壮志 想要出去拯救更多的老百姓 可惜 这几年辗转四方 没有救得了谁 却好像害了很多人 我感觉爱 众人 李道玄的嘴角微微翘起 你发现了 嗯 发现了就对了 王二是个有理想 或者说有梦想的英雄好汉 但他眼光见识却有限 当年的他 以为凭着一枪热血 杀出去干掉贪官污吏 把朝廷打个稀巴烂 把为富不仁的有钱人杀个金光 把富人的钱分给穷人 就能救得了百 所以那时候高家村留不住他 但经过了这两年多的时间 他用自己的双眼 看到了一些东西 通过自己的挣扎 体会到了一些东西 他应该已不再那么天真了 李道玄开口道 感觉到了什么 说来听听 他这一开口 就变成了高一夜开口了 他睁着一双天真无邪的眼 看着王二 把李道玄这番话重复了一遍 但是 经过他的重复 这语气就完全变了 李道玄是用一种诱导的语气 在说话 但高一夜在传这句话时 却变成了询问的语气 因为他的眼光见识 还没扩展得开呢 至今为止 最远只去过县城 他还真想知道 王二在外面 究竟都看到了些什么 王二瞥了一眼高一夜那双清澈的 没有被污染的眼睛 长叹了一口气气 像我那样造反 好像救不了人 只会害人 而且 我所结识的 那群陆林好汉 似乎也并不是各个都是好汉 他们杀人不比官兵手软 他们抢劫起来 比官府收税还要凶残 官府吃人只是比喻 但他们吃人却是陈述 王二说到这里 眼神有点不对劲 李道玄轻叹 你终于发现了 王二 最近这些时间 我常常在 怀疑自己当初的举措 直到我这次回到高家村 看到这里繁华热闹 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样子 我更加确定 自己错了 如果王家村的乡亲们 没有跟着我北上 而是留在此处 他们应该会过得很幸福吧 说到最后 他有点郁闷 白猫在旁边飞快地道 大哥 您别这样说 不论你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 我们都会跟随 只有跟着 你才是最幸福的 这一点 大家都坚信不疑 王二 可是你看看这里 种家村和郑家村那群人 现在过得丰衣足时 可比咱们好多了 我刚才在村外看到众高粱了 他当初跟着郑光道 和咱们一起闹事多落魄 现在却衣衫整洁 精神饱满 哪里还有落魄的模样 你在王家印 闯王 紫禁梁那一群人手底下 见得到活成这样的人 白猫 李道玄 现在回头还不晚 王二 既然回来了 就别走了 留下吧 现在的高家村 也不是当初的高家村了 当初你要走时 许多村民都是希望你走的 因为他们害怕被你连累 害怕官府跑来剿匪 将高家村也拖入泥潭 但现在已经没有人再害怕了 高一夜转述完这句话 白云就跟着笑了 没错 当初你在决定要走 还是要留时 在下也是不想 掺和这件事的 声孔沾上反贼 把自己也搞得不黑不白了 但如今已经没有了这个问题 咱们高家村收下的反贼 已经不少了 嘿嘿嘿 什么雇员叛军 撕严贩子 马贼 乱七八糟的什么人都有 谁也没在怕的 王二听到他们这样说 微微一惊 咦 他环视了一圈 坐在桌边的几个人 目光最后锁定在了三十二的身上 三十爷 贵村 现在连雇员叛军也敢收下 究竟我是反贼 还是你们是反贼啊 三十二摊手 这就叫五雀六燕 王二不惊一猛 这词是啥意思 高一叶也猛 啥意思 李道玄也同样猛 我擦 我又闻盲了 白云刷的一下甩开了扇子 露出扇面上的君子两个字 哼哼道 三十二 你这家伙又乱用成语 五雀六燕士 九张算术 方程 李的成语 用来形容两个东西的轻重差不多 是个数学用词 不适合用在这里 还好我对数这一意很重视 不然还真要被你给唬住了 三十二也猛了 原来这次出自九张算术吗 哎呀 我都不知道呢 众人三十二黑黑笑 那不重要了 抓住重点 王好汉和我们都是反贼 那可不就是轻重差不多吗 于是 一桌人都笑了起来 王二 难怪当年你们敢收留我 原来从那时候开始 你们就已经没把官府放在眼里了 三十二道 王好汉 现在我们的摊子浮得很大 不光高家村这一片 是咱们的地盘 几乎整个城城县 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中 目前正在图谋河阳县 所以你 才会在洽川码头碰上白先生 而且我们 还在谋划黄龙山 准备在山中打造一个基地 若是你回来了 黄龙山一块 正是适合你驻扎的地方 王二听得怦然心动 这高家村的局面 可比王家印 闯王 紫金梁那一伙人要好得多了 白猫 大哥 咱们干脆就留下吧 王二点了点头 好 留下 他这话一出 众人皆喜 然而 王二马上话锋一转 但我不能就这样直接留下 这样对王家印 闯王 紫金梁几位兄弟来说 无异于背叛 我得回去见他们一面 劝他们也一块来 若是他们不肯来 我也得好好和他们道个别 将我这一队里 愿意追踪他们的兄弟 交给他们 王二此话一出 众人心中不经威精 白猫 大哥 这样做太危险了 您忘了当初的 总光道和郑燕夫了吗 我们若要离队 直接走掉便是 回去和他们说 反而不美 王二 别人做人不规矩 我就得跟着不规矩吗 总光道和郑燕夫的事 虽然让人痛苦 但做人的规矩 狭义的精神 我依旧必须谨守 若我对王家印等人 不辞而别 那就是 我不讲兄弟情义 与郑燕夫和总光道 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 众人 你是不是傻 好几个人差点 把这句话说出口来 但李道玄 却并没有吐他的槽 反而颇为感叹 狭义其实没有错 有错的是觉得 狭义有错的人吧 狭义这个词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嘲笑的 记不清了 只知道所有人都越来越自私 将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却忘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忘了虽千万人无往也的精神 忘了有些东西 就算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也应该去践行 李道玄开口道 让他去 但要让他注意好安全 别再发生种光道 和郑燕夫偷袭他那样的事情 高一叶将他的话说出去 三十二和白冤 也就不说什么了 两人一起点了点头 好吧 王好汉 那你就去吧 王二报了报全 多谢各位兄弟的支持 说完 他又沉下了脸 认真地道 王家印现在的目标 是要进驻黄龙山 以至为根据地 但他在经过遗川县时 遭遇红城仇 五万大军居然敌不过红城仇 不到两千人的名团 被教训了之后 他已经不敢走遗川县 入黄龙山了 势必只有走智川码头登陆 从和阳县 城城县这条路 进黄龙山白渊街口道 也就是说 不管你脱不脱离王家印部 他都必然会攻打智川码头 进入和阳县和城城县 王二点头 是的 我将这件事提前告诉各位 若我能劝得王家印 来投高家村 那当然是最好 但若我去了之后 没能回来 各位需要做好战备 以赢王家印的进攻 他麾下五万大军 不可轻忽 白渊点头 那就助王好汉 能平安归来吧 王二抱了抱拳 出了高家村 又飞快地穿过和阳县 到了智川码头 这时候 船队还在码头等着他呢 他把对自己最死忠的 王家村村民们 留在了岸边 带上船队 打算返回北边 去见王家印 白猫也跟着跳上了船来 王二转头喝道 白猫 你和王家村的人都留下 我一个人 回去就行了 白猫 那怎么行 我要和大哥一起 王二 有你们拖我后腿 我想逃跑时都跑不掉 白猫微微一愣 明白过来 抱了抱拳 不再跟了 回到岸边 带上那不到一百人的 王家老村民 留在了码头上 王二带上了一群 后来 才跟随他的的部下 逆流向上 让王二荡起双江 小船而推开波浪 荡牙荡地 过了寒城 又过了一川 继续向北 到了沿川的清水湾 岸边出现了一个 破败的小渔村 村子里能见到 大量的流寇 或坐或卧 唯米不振 找到王家印了 王二跳下船 走进了小渔村去 村子里 一片灰败破落的模样 这些年来 王二所过之处 见到的所有地方 都是这般灰败破落 让他还以为 整个世界都是这个样子了 但这一次去了高家村 他才知道 陕西其实还有老百姓 能安居乐业的所在 这个天下 并不全是灰败的 这个天下 还是有希望的 到处流亡抢掠 并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 至少创造 不出高家村那样 幸福的地方 不能再做流寇了 那样谁也就不活 王二迈着坚定的步伐 一步一步地 走进了王家印的帐篷 帐篷里人还不少 除了王家印之外 还有好几个头领在 王家印的七弟张立卫 同乡王国中 紫金梁 闯王等人 全都在帐中 看来正在商量 什么重要的事情 王二随眼一扫 发现帐篷里 来了两个新面孔 两个长相凶悍 一身煞气 看起来就不是好惹的家伙 那两人一见王二 倒是不敢造次 同时行礼 一人道 我叫南银八大王 见过王二大哥 另一人道 在下西银八大王 久仰白水王二大名 今日一见 果然气自不凡 王二发现了 南银八大王自称我 而西银八大王自称在下 就这么一个称呼问题 就显示出了一点微妙的不同 南银八大王 看来是个普通憨贼 而这西银八大王 好像粗通文末 王家印笑着介绍道 王兄弟回来得正好 这两位八大王 都是刚刚起事 来投奔咱们的英雄好汉 王二拱手回了礼 眼光先扫过南银八大王 后者和他眼光一处 立即低下头避开了 不敢与他对视 王二的眼光又扫过西银八大王 但这人居然一点也不怯场 对着他回忆微笑 眼光毫不退缩地顶了上来 王二心想 这家伙是个人物 西银八大王心里也在想 明文天下的白水王二 果然是条好汉 这人若是能为我所用 绝对是冲锋陷阵的一流猛将 而且此人极讲江湖规矩 永远不用担心 他背叛自己 王家印 王二兄弟 你这一次顺黄河南下 收获如何 王二 我正想和大哥谈谈这件事 他为人一向光明磊落 也不躲着别的人私下谈 而是当着帐篷里一大群人 直接就和王家印谈了起来 在下发家起义的城城县 有一群英雄好汉 好像是雇员叛军 他们已经占据了数个村庄 大半个县城 甚至占据了一部分黄龙山 我看他们将那里治理得很好 老百姓跟着他们 生活得很快乐 他故意隐瞒了高家村的名字 只是模糊地说了说 这也是郑彦夫和崇光道教会他的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却不可无 不能随意说出高家村的名字 免得给高家村惹了祸事 说成雇员叛军却无妨 王二讲了一些自己的旅途见闻 雇员叛军现在发展得有多好 老百姓有多快乐什么的 最后道 王大哥 咱们不如都投了他们去吧 远比现在这样烧杀抢掠 到处乱窜来的墙 三十二遍 作家说 新八大王 也就是张献忠了 他一开始起一字号八大王 没想到还有另一个人 也字号八大王 两人撞一块 发现重名了 就很尴尬 王二讲完 帐篷里陷入了一片安静之中 气氛有点诡异 但这情况并没有超出王二的预料 他知道 这话说出来 肯定会有这样的效果 王家印需要考虑 而且考虑的时间不会太短 王二抱了抱拳 我的话说完了 先回去休息 各位兄弟 不妨认真考虑一下这事情 说完 他退出了帐篷 回到了自己那一营部下中间 找了个角落各衣卧下 休息了 王二走后好一会儿 王家印才开口道 各位兄弟 都来谈谈吧 你们怎么想 闯王和紫金梁对视了一眼 两人都没发话 王家印的七弟张立卫开口道 王二已经和我们离心了 同族王国中也开口道 我们让他去南边 打开智川码头 通向黄龙山的道路 他却去转了一圈就回来了 道路也没打通 却去找了个什么 雇员叛军哼 他的意思就是 我们没有雇员叛军有本事 该去听那边的话 是吧 王家印的脸色沉了下去 张立卫 我看 应该把他杀了 不然他妖言祸重 乱我们军心 或者他往那雇员叛军 那边一头 有许多 因为他才来加入我们的人 也会跟了去 王国中 我负义 王家印黑着脸 转向了闯王和紫金梁二人 两位 你们认为如何 两人本来打算划水的 突然被问到 闯王开口道 我觉得 做大事 还是要有点气量才行的 王二若是觉得 雇员叛军更好 让他去了雇员叛军那边便是 我们也没必要非要杀了他 此举说出去 有点坏了江湖意气 紫金梁也开口道 我同意闯王兄弟的看法 我们虽然聚在这里一块行动 却不是一块铁板 个人都带着个人的营 谁也不同数谁 若是我们因为王二要走 就杀了他 那别的那些头领 该做何想 满天星 上天龙 王老虎 独行狼 郝林安 刘六 他们若是看到王二被杀 都会离心 听了这一席话 王家印的表情 越发凝重了 紫金梁说得有理 虽然大家都奉王家印为大哥 但每一个异军首领 都是带着自己的父老乡亲来投的 每一个人都自成一营 谁还没点核心班底 一旦杀了王二 只怕各路头领心里都会想 我以后想分出去的时候 大哥不会也杀我吧 这样一闹 整个大军都要分崩离析 还不如大方一点 放了王二走路 海阔天空 今后江湖再见 说不定还是兄弟 王家印开口道 好吧 那这件事就这么一定了 王二若要去投雇员叛军 由得他去 我们不阻拦 成全了兄弟一起 免得闹出去 江湖上都说 我们没有容人之量 张立为大吉 姐夫 不可妇人之人啊 王国忠也道 杀了更好 以绝后患 杀鸡给侯看 王家印 你们不用再说了 我一以绝 都出去吧 张立为和王国忠 信信地往外走 走出门外 张立为低声道 王兄弟 你也觉得 王二该杀吧 放走此人 今后必定与我们争夺地盘 王国忠点头 咱们干脆背着大哥 将那王二一刀咔嚓了 事后大哥问起时 人已经杀了 他也无话可说 总不能为了个死人 和活人翻脸 你是他小舅子 我是他同族 他不可能拿我们怎么样的 张立为黑黑笑 我这边带上几个亲信 个个都是勇猛之士 王国忠 我也带几个亲信来 咱们一起行动 两人赶紧回去召集人手 为了不引起注意 每人只带了三五个人 合在一起 也就十人不到 假装巡视个营 摸到了王二的营地旁边 只见王二裹着衣服 侧卧在一块断墙的角落里 两人使了个眼色 手下亲信 一起对着王二 扑了上去数把腰刀 同时斩在了王二身上 但他们一刀斩下去 却听到叮叮叮的刀刀 斩在石头上的声音 定睛一看 卧在地上的 根本不是王二 而是王二的衣服 裹着几块大石头 王二本人 早就已经不知去向了 张立为 我操 王国忠 这家伙居然早有准备 远处的树后 转出吸引八大王的半边脸 原来他一直跟在两人后面 偷偷看热闹呢 见他们被王二耍了 不由地低声笑道 两个蠢货 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王家印的手下 有这两个家伙捣乱 早晚被他们害死 他本来打算和加入 王家印军一起行动 但经过这件事 感觉这里也没必要呆了 还不如自己单独打天下呢 吸引八大王 悄悄地溜出了王家印的营地 带着自己的人向北去了 张元外率领的 和阳县民团 来到了洽穿码头 却见白渊 正和一群穿得破破烂烂的人 在码头边站着 和王家村村民了 他们在这里等了一天了 未见王二回转 心知王二已经出了事 但王二带走了所有船只 而且不允许他们跟过去 白猫除了等之外 也没有别的办法 一行人焦急万分 等得抓耳挠腮 张元外见到这一群人 奇心怪状 不似好人 心里也有直犯嘀咕 凑上前来 白兄 这些人是 白渊回头 张帝来了 不妨是 这些人是我 诚诚献王家村的老百姓 他们在外流亡的两年多 这两天才回来 张元外听到这话 一个脑袋两个猛 出去浪亡了两年多 怎么个流亡法 不会是 白渊 张帝无需多虑 他们都是好人 你的人既然来了 那便赶紧在码头边 建个临时的寨子吧 我们先用木头建寨 等民夫来了 再调用民夫 用水泥建个城堡 这智川码头 就万无一失了 这是当然得赶紧做 张元外赶紧下令 民团砍树伐木 先在码头边 搭个木头寨子 有个木墙 也能有点防御力吗 白猫健壮赶紧对那一百名 王家村民道 大家也行动起来 帮着河阳县的 一起搭寨子 王家村的村民们 这两年多来 一直跟着王二走南闯北 在王二的约束下 他们倒是没有去做过 那些杀人放火 奸淫掳掠掠的勾当 但是他们建得多啊 流寇大军 不管走到哪里 都是乱七八糟 不成体统 只有破坏 没有建设 他们会将村子的篱笆墙推倒 会将香绳地主的家宝 烧成平地 会将县城的城墙推倒 破坏掉一切的防护攻势 才方便自己下一次再来抢掠 现在 听说要搞建设 一百多人都有点没反应过来 白猫大声道 愣着做什么 王二大哥的意思 要我们今后从良 重新做好人 都干活 好人哪有不干活的 一行人这才反应过来 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 开始干活 他们缺乏伐木工具 只好将砍树的工作 交给张员外的人 他们则在旁边打杂 负责抬木头 扛石块什么的 倒也能搭上一把手 白猫看到这伙人劳动起来了 心里倒也颇为安慰 暗想 王家村这伙人 一直都跟着王二 学了不少做人的规矩 比起别的返乡流寇 那可真是好得太多了 当初翻山越手下那批返乡流寇 可是花了很长时间 才慢慢地恢复到 正常人的精神状态 忙碌了一阵子之后 一位王家村的村民 扛着一根树干走着走着 突然身子一软 险些摔倒 他艰难地把沉重的树干放下 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脸上露出了尴尬的神色 猫哥 我饿了 使不出啥力气 我也好 身上软绵绵的 王家村的村民们 颠沛流离 很少吃得饱饭的 他们虽然到处乱跑 到处抢掠为父母人的大户 甚至攻破过好几个县城 抢了县库里的粮食 但是 那些粮食并不怎么管用 王家印的大军 毕竟有五万多人 抢个富家大户得来的粮食 还不够所有人分食两天呢 只有抢了县城 拿到官府的库粮 但县库里的粮食 并不是凭空长出来的 是需要老百姓纳税才会有的 老百姓都被他们 裹挟抢掠的十世久空了 还有谁能纳税 所以 县库里的粮食 只能抢一次 再去抢第二次时 也一样空空如也 他们在一个地方 是不能久待的 必须不停地流动 沿随地区 已经被他们抢得 连毛都抢不到一根了 才会开始沿着黄河向南流动 白渊见他们那可怜巴巴的模样 也不禁暗暗摇了摇头 抬头看了看天色 开口道 别担心 吃的东西马上就会来了 果然 说粮食 粮食马上就到 河阳县令冯俊 亲自带着一支队伍赶过来了 这支队伍的人数超过千人 其中一大半 是在县城招募的名夫 冯俊学着高家村的办法 以功代赞 用三斤面粉一天的工钱 招募名夫 来洽穿码头 修建水泥城堡 这个工钱一开出去 当然是无数人响应 分分钟就凑齐了一千人 接着 他们又等来了 从高家村运来的粮食和水泥 冯俊便亲自带着这一千人 推着运粮车和运水粮的小车 赶来了洽穿码头 白渊和冯俊 两人凑到一块 小声聊了几句 把这里的情况说明了一下 冯俊便将手一挥 先吃饭 吃饱了再干活 工程队里的炊事班 立即开始埋锅造饭 搭起土锅土造 从黄河里打来水 黄河的水有点黄 但问题不大 这年头有水就不错了 还管你黄不黄 烧开了就是干净好水 从凉车里拿出面粉来 揉制成面团 接着拿刀开销 原来 河阳县有一个特色美食 叫做三尺刀削面 削面低刀用平刀 削出的面条长 薄厚均匀 水准很高 这是只有三尺村的人能做 于是三尺村来的厨子们 站成一排 一个厨子对着一口大锅 左手面团右手刀 削下来的面条 直接跳入锅中 场面十分豪华 王家村的人看到这一幕 有点猛 这可是大灾之年啊 你们居然还有足够的面粉 足够的心情做刀削面 三尺村的厨子听到这话 便转过头来 咧开嘴笑了 不久前 我们还是穷哈哈 惨得很呐 都是多亏了 城城县高家村的人 过来帮我们 就是就是 另一个厨子转过头来 我这削面的手艺 都搁置三年多了 幸亏高家村的人来了 运来了好多好多面粉 给咱们 最近这几天时间 我天天都在削面 哈哈哈 被遗忘的记忆 又复活了 他一边说话一边削面 明明分了心 但是削出来的面条 还是平整均匀 属实厉害 看来这门功夫 已经刻进骨子里了 削面已经不靠脑子 靠的是肌肉记忆 王家村的人心里安静 突然就回想起 两年多前 他们造反起义前一晚上 王二大哥 带着他们去高家村偷水 打了一桶水之后一转身 发现身后一座面粉小山耸立着 难道 从那时候开始 高家村就没有缺过吃食 如果我们当初没有离开 而是留在高家村的话 也许早就过得很幸福了吧 难怪这一次 王二大哥要我们留下 不再跟着王家硬混了 他已经看出来了 接下来该走什么样的路 唉 真希望王二大哥 能平安归来 这时候 第一碗面条已经煮好了 风卷使了个眼色 厨子将第一碗面 备给了白鸢 白鸢却哈哈一笑 随手递给了白猫 白猫只挑了一根面条出来 往嘴里一塞 就将碗又传给了 另一个王家村民 一人一根面条 在嘴里细细地咀嚼 面很香 很好吃 百感焦急 万般滋味 吃面了 都来吃面了 一碗接一碗的 三匙刀削面出锅了 面碗一个接一个地 传递到每一个 王家村人的手里 待他们这一百多人 全都端上碗了 河阳县的民工们 也开始分发 码头工地上 一千多人端着面碗 呼呼地吃着 三匙刀削面 每一个人的脸上 都洋溢着幸福 与满足的光芒 吃完了好干活了 干活都卖力点 是的 卖力点 要是不在这里建好城堡 挡住流寇 让他们上了岸 咱们好不容易得来的温饱 又要毁了 王家村的村民们 听到河阳县民工们说的话 才发现 流寇这两个字 在普通老百姓心目 是如此不讨人喜欢的存在 让流寇在这里登陆 就等于毁了 他们刚刚得来的安宁生活 原来 我们一直做的 都是这样的事吗 白毛咬了咬牙 大声吼道 王家村人 干活都卖力点 要比他们更卖力才行 众人 好 吃饱了 有力气了 干起来 一群人嗷嗷叫着 就打算开工 突然见到 人群中冒出来一个 戴着蓝色帽子的人 那是高家村来的 专门负责浇心工人 如何使用水泥的技术工人 他推出一车 像头盔一样的藤边帽子 还染成了黄色的 递给王家村的人 你们戴上黄色的帽子 王家村民 那技术工人笑道 普通工人戴黄帽子 技术工人戴蓝帽子 白渊先生和冯大人 是戴白帽子 这是天尊的吩咐 工地上的规矩 要好好遵守 王家村民一脸猛逼 但既然是规矩 那就好好遵守呗 一人一个黄色的藤帽子戴上 咦 别说 这帽子还真结实 感觉像头盔一样 有很强的防御力呢 蓝帽子大声叫唤起来 黄帽子们过来 我来教你们 怎么调和水泥 去 河边挖点沙子 打几桶水上来加入水泥 和沙角 用力搅拌 整个工地立即热火朝天 造水泥城堡的人 和造木制寨墙的 两个工程队同时进行 长长的木墙 沿着洽川码头边缘延伸出去 先用木墙 将整个码头包裹起来 木墙后面的水泥城堡 则在一点点的从头开始 清晨 刚起床 李道玄左手拿起外卖小哥 刚刚送来的菠萝包 右手在箱子上 点了一下和洋县城的字样 视野跳到了县城上空 仔细地研究起 这个才进入视野不久的和洋县城来 和洋县城 与城城县城 有很明显的不同 县城里的商铺 比城城要多得多 虽然现在大多关着门 但他们以前辉煌过 以后智川码头的船运一旦恢复 这些商铺肯定也会再次辉煌 城中还有许多餐馆 随处可见小吃摊 看来这城里的人很贪吃啊 李道玄把右手伸到电脑上 输入和洋县 随手一查 这才明白过来 这小小县城 居然号称中国黄河生态美食名城 嘖嘖嘖 这种县城我喜欢 外卖天尊突然觉得 手里的菠萝包不香了 城中有一个小小的面馆 挂着一面歪歪扭扭的招牌三尺刀削面 看来面馆已经很久没开业的那种 但李道玄的视野一过去 才发现老板正在打扫卫生 准备开业了 哟 有面粉了 刀削面店就要开始营业了呢 那老板打扫了一番之后 在店门口摆出一个大炉子 炉子上面架起大锅 在炉子里面塞了一些煤炭 开始烧水 李道玄突然发现了一个细节 这老板烧煤炭 一点也不心疼的 往炉子里添了好多 仿佛煤炭不值钱一般 这地方肯定产煤 只有产地的人 才敢这样嚣张地用煤呢 赶紧打开度娘搜索 不搜不知道 一搜还真奇妙 原来和阳县自古以来就出产煤矿 这里的煤矿 不但品质非常优秀 还埋得很浅 以古人的技术 就能轻易开采 而且 煤矿离县城不到十里 就在县城西边的金水沟 王村这两处 这两个地方 都已经在李道玄的视野范围里了 只是他没有关注过这两个地方 没有注意到矿洞 现在心里有了数 当然要一过去看了一眼了 视野一道金水沟 这里离河阳县好近 就在县城西北边的一条山沟之中 有一条蜿蜒的小关道通向此沟 沟里没有村镇 只有一片窝棚 窝棚里住着一群全身黑不溜丢的老百姓 他们的生活明显很苦 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穷人 但有趣的是 大旱灾对他们的影响 并不像对别的职业那么大 他们挖出来的煤矿 不管旱不旱灾 总是会有人要的 只不过大旱年间挖出来的煤 能换的粮食少一点罢了 山沟外面旱了四年 农民们都被逼成反贼了 但这些挖煤人 却依旧活成老样子 吃不饱也饿不死 李道玄心中暗喜 煤矿好啊 这地方值得大力开发一下 可怜的挖煤人们 等着发财吧 视野切回高家村 刚切回来 就看到高家村学校的上空 冒出了滚滚黑烟 将整个学校上空都遮蔽了 这还真是把李道玄吓了一大跳 我擦 学校失火了 不会是我放的火吧 我一直都想放火烧掉三十二钟 不对不对 我才没放火 作为一个三观端正 有无险一惊的正经社会人 怎么可能真的放火 而且这个箱子里的三十二钟 是用防火材料定做的 根本不可能烧起来 李道玄用手一挥 箱子里立即刮起一股狂风 呼的一声 就将笼罩在学校上空的黑烟给吹飞了 他还没来得及定睛细看发生了什么呢 就听到箱子里的小人们欢呼起来 天尊来了 天尊施法 把黑烟吹走了 李道玄使用关注功能一看 学校的天台上 站着一大群小人 一个人灰头土脸 像是被烟熏过的腊肉 高一叶 宋命星 白公子 三小姐等人都在其中 还有大群男女学生 女孩子们粉嘟嘟的小脸 也被熏黑了 李道玄提笑皆非 你们在这里搞什么 高一叶 启禀天尊 宋先生和白公子 带着学生们 在试验用蒸汽机的力量吊起锯石 他在蒸汽机的滚轮上 接上了齿轮与滑轮组 连上铁锁 然后把铁锁缠在底楼的一块大石头上 打开蒸汽机 他就带动许多轮子 把巨石给吊上五楼来了 李道玄低头一看 果然 一块超级巨大的石头 还真被这伙人 给吊上了五楼天台 上一次 他拿了一个微型蒸汽机 给宋命星做研究 那蒸汽机就是 摆在天台上的 所以他们做实验 也就在天台上做了 嗯 原来如此 但是你们玩蒸汽机也就罢了 为何搞出这么大的黑烟 李道玄这一问 小人们就尴尬地低下了头 白公子解释道 天尊 您赐给我们这个蒸汽机太大了 我们想要把它燃烧起来 需要大量的燃料 刚才做实验的时候 燃料不够了 大伙就把能找来的 所有能烧的东西 都扔进去烧 结果就烧得满天黑烟了 李道玄一听 明白过来 他一开始给小人们 提供了一个酒精烧杯 那里面装了大半瓶酒精 以为能用上不少时间呢 但他低估了宋印星和白公子 这两个家伙的研究疯狂度 这两人没几天时间 就把酒精给烧完了 接下来还要做实验怎么办 宋印星没有事事 都求天尊的坏习惯 于是就自己筹备起燃料来 木头 煤炭 干草 什么乱七八糟的燃料 都准备了起来 那玩意儿 在李道玄一中 是个微型的蒸汽机 但对于小人们来说 却是超级巨大的可怕机器 要把这么大的机器烧起来 需要非常多的燃料 燃料不够了 当然就乱烧东西了呗 烧出漫天黑烟 就不奇怪了 自古以来 科学家就喜欢搞幺蛾子 这事是无法避免的 没有他们搞出幺蛾子 世界就不会进步 想明白之后 李道玄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没失火就好 怎么样 蒸汽机好玩吗 宋印星兴奋地回道 其实好玩 简直就是神奇 只需要用烧开水的力量 就能带动庞然巨石 这个东西的力量 简直可以颠覆整个天下 嗯 李道玄 我看你们已经基本上完明白了 只要用齿轮足 改变力量的方向 就能把烧开水的力量 转移成各种各样的力 从而带动各种各样的机器 怎么样 你最先想到的 是用来带动什么 宋印星仔细想了一会儿 我想到的是 带动各种沉重的东西运动 可以用来从水井里打水 推磨 冶炼 仿之 凡是那些需要机械运动的地方 都可以用上蒸汽机 李道玄点了点头 很棒 他又转向了白公子 白公子 你又想到了什么呢 白公子黑黑一笑 伸手指向了远处的电动小火车 那个奇怪的巨车 是天尊用神力变出来的 用的动力也是电池 我一直很奇怪 他为什么明明没有烧火 却被天尊称为火车 直到我看到蒸汽机才明白过来 这个蒸汽机 就是为火车提供动力的最佳方案 在车头里装一个蒸汽机 烧火提供动力 拉着那庞大无比的车子跑起来 所以 天尊才故意将仙车的名字 取为火车 这个火字 就是在给我提示 点画我向着那个方向研究 李道玄心想 你牛比了 这也能解释得通 脑补能力一流啊 白公子兴奋地大笑起来 我们是凡人 不能像天尊那样 变出奇怪的动力 来驾驶那么巨大的车 但这个蒸汽机 就是赐给咱们凡人 通天俱力的好东西 只要好好运用 排山倒海 我们也能做到 很好 李道玄赞了一句 非常棒的方向 就这样研究吧 把这个巨大的蒸汽机缩小 以你的聪明才智 将他缩小到 能装进火车 应该是不难的 之后就尽情地发挥吧 说完 李道玄心里 也不禁暗赞一声白公子了 宋印星虽然厉害 但毕竟年龄大了 天马行空的想法不够 但是白公子还年轻 足够胆大 敢想 蒸汽机用在火车上这一点 他就比宋印星先想到 这大约就是年轻人的优势吧 白公子 你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都很很棒 要加油保持 哇 天尊夸我而想象力 和创造力很棒 白夫人不知道 从哪里跳了出来 大喜 抓住身边的人 就一阵猛谣 天尊夸我而了 天尊又夸我而了 哈哈 后来白夫人见人 就吹嘘天尊夸了 他儿子想象力 和创造力很棒 这句话 也吹了整整一辈子 白公子谢过天尊 马上又露出了尴尬的表情 不过 我们要驱动蒸汽火车的话 需要大量的燃料 那火车跑上一圈 只怕就要用非常多的煤 这是一件很头痛的事 如果没有天尊赐下的燃料 我们就只能用煤炭 木材一类的东西来燃烧 木材的燃烧效果不太好 而煤炭虽然好 我们高家村却没多少 李道玄微笑 那可真巧了 关于煤炭的事 我正好要找你们谈谈 一夜 你立即出发 叫上三十二 一起去一趟河阳县 我们要去河阳县搞煤炭了 高一夜乖乖地应了一声 抬脚就向楼下跑 秋菊和冬雪跟在他身后 急叫道 圣女大人 您的脸都没洗呢 还是一个小花猫 高一夜 哎 我脸很脏吗 秋菊 您看看我 高一夜转头一看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秋菊 你脸上全是黑炭灰 秋菊 圣女大人 您也一样啊 啊 我也一样吗 高一夜有点小慌 糟糕了 那刚才天尊 岂不是看到我很丑的模样了 冬雪点头 看到了 高一夜扑通一声扑倒在地 Oars 快去洗漱 别在这里扑着了 秋冬两位姑娘 托起高一夜 飞奔 一转眼就钻进了望楼 到了这时候 李道玄就不好再关注着她了 赶紧将关注点一到别处 过了一会儿再看回来 高一夜从望楼里出来了 已经洗漱干净 沐浴更衣 穿上一身端庄隆重的衣服 将李家大夫人的气质 全都拿了出来 小妮子做圣女已经三年了 又加上这些年读书识字 学习知识 看小说听评书看戏 还经历过了不少事情 知识会带来气质 从内在将一个人洗涤 她穿上漂亮衣服 摆出端庄模样时 已经很有一个 富家夫人的模样了 不再像以前那样 只能坐着 不能开口说话 她这一准备出动 高家村民团 也要立即跟着出动了 圣女的安全 可不是说笑话的 护卫队也必须马上跟上 趴地兔 挣狗子两人 立即带上一支百人队 随行在高一夜的身边 高一夜和秋冬两位姑娘 乘上马车 三十二骑上高头大马 护卫队随行在侧 一行人向着河阳县城而去 从高家村出发 先走一段水泥路到郑家村 接下来就只有李道玄 用金属刮片刮出来的 S型盘山土路了 顺着这条路下了山 就到了河阳县境内 沿着土路继续向东 就是河阳县的阳村 阳村已经有大量的名夫 在领着高家村给的工钱修路 一片热火朝天的气氛 高一夜看到这一幕 心里也颇为高兴 河阳县的老百姓 也像咱们城城县的老百姓 一样有活干 有饭吃 天尊所致之处 所有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秋菊道 可不是吗 天尊真是个好人 啊不对 是位好神仙 东雪道 若是没有天尊相助 我们还在青楼里 做着苦命之人呢 如今想来 恍如隔世 高一夜伸手过来 握了握秋冬两位姑娘的手 放心 那种日子已经过去了 两位姑娘点了点头 他们这一对人 其实挺扎眼的 一百多个全服武装到牙齿的名团 在旁边护卫着 中间一辆大车 车帘掀开一点点 能看到一个美人在车里向着窗外张望 修路的河阳县民工嫩 忍不住就要低声议论两句了 这是哪位大老爷的家眷啊 切 你居然不知道 那是道玄天尊的圣语 啥 啥道玄天尊 你忘了 上次求雨 马天正道长向谁求的雨 啊 我想起来了 是那位请了四海龙王来降雨的大神仙 想起来了就对了 吃水别忘了挖井人 咱们这里能降雨 全靠道玄天尊他老人家 请来了四海龙王 咱们有这个每天三斤面粉的工作 可做 也全靠了道玄天尊 对圣女恭敬些 民工们一议论 消息就开始飞转 接着 高一夜的车子锁过之处 道路两边的民工 全都败了下去 他们没有直接感谢神仙的办法 现在看到 代表那个神仙的圣女来了 那当然要表示表示 秋菊向着车窗外看了一看 转回头来 圣女大人 老百姓们全都在对着咱们的车行李 高一夜微笑 天尊有多好 他们已经切身地感受到了 真希望天下所有老百姓都有这么一天 过了阳村 队伍拐向东南方向 穿过河阳县最平坦的一片农田区域 这一片区域都被李道玄轮流降过雨了 农民们正在田地里忙着 此时已经是崇祯三年的春天 正是春耕时节 天尊能赶在这个时间给他们降雨 当真是让所有人欣喜若狂 农民们拼命地跑好了田地 将庄稼种下去 整个平原都显出一股子欣欣向荣的景象 阳村到河阳县 二十余里 地势平坦 队伍只走了一个多时辰便到了 他们来之前 也没有派人提前通船 所以 河阳县令逢眷 根本不知道他们要来 毫无迎接的准备 城门守着的两个老兵 乍眼见到一大队武装到牙齿的名团到来 吓了一大跳 差点把紧锣敲了起来 好在得到消息的老百姓先一步跑进来 对着守门老兵就是一阵吼 那是道玄天尊的圣女 是帮我们降雨的那个道玄天尊 老兵这才把准备敲锣的小锤子放下 大开城门 热烈欢迎 牙齿飞快地跑去通知了冯眷 后者也赶紧穿好官服 端正了官帽 这才迎了出来 一见到高一夜 冯眷就愣了愣 这位姑娘上次见过吗 自称是李家大夫人 这次来 居然变成道玄天尊的圣女了 不过她也不傻 脑子飞快地一转 道玄天尊本名李道玄 而圣女这东西 估计是把自己当成神的女人了 所以就自称李夫人 倒也不是说不过去 总之 这个人是高家村的画室人 必须重视就对了 管他什么圣女不圣女呢 就当他当成高家村的村长来看 不会错的 冯眷端端正正地见过了李 李夫人 三管事 两位大驾光临 不知有何指教 高一夜现在和县令说话 已经不需要三十二帮忙传话了 自有一股大夫人气质显现了出来 我们这一次来和阳县 是想来开采煤矿的 咦 开矿 这个要求 倒是让冯眷颇绝意外 是的 开矿 高一夜微笑道 我们想承包金水沟的煤矿 冯眷的表情 一下子就尴尬起来 大明朝自开国以来 便是禁止私人采矿的 甚至发生过多起私自采矿的矿工 造反与官兵交战的事情 但到了明朝中期 朝廷对私矿的管制 已经大大放松 到了崇祯年间 更是已经管不过来 在京城周围 江南 山西等各地 都开始出现私人采矿者 他们自己开发一个矿坑 然后将采矿所得的四分之一 上缴给朝廷作为矿税 朝廷也就舒舒服服地收钱 将煤矿交给私营老板来运营了 这也属于明朝末年 资本主义萌芽的其中一个现象 当然 嘴上说四分之一 实际上交的并不是四分之一 因为当时缺乏一个靠谱的统计办法 私窑挖了多少煤 官府怎么可能搞得清楚 所以 最后交多少税 就看煤摇老板和主管官员怎么聊了 若是煤老板后台硬 这税自然就少 甚至不必交 在这个大前提下 江南地区的豪商与官员勾结 几乎逃掉了所有的矿税 使得朝廷根本收不到钱 这事儿闹到最后 一位大佬横空出世了 那就是魏忠贤 这位九千岁 虽然出过很多婚招 但也出了一个神招 那就是 向江南地区的官员们经营的煤矿收税 不准他们再贪赃王法 中宝私囊 逼他们把四分之一的利润吐出来 交给朝廷 这个举动 也几乎得罪了江南地区所有文官 冯卷想到这里 笔血哗哗地往下流啊 高一夜被吓了一跳 冯大人 您的笔血 啊 冯卷伸手在鼻子上用力一抹 血线 在脸上画出了一条波浪形 可见他这一抹的时候 手颤抖得厉害 他用有点僵硬的语气道 李夫人要来承包 咱们河阳县金水沟的煤矿吗 这事儿 只怕本官就不妨直言了 自从魏忠贤死后 朝廷在矿税这个东西上 制定的新政策有点 这况有点不好操作呀 李道玄一听他的语气 就明白了 魏忠贤已经被被逗倒了 而魏忠贤留下来的那些政策 现在当然得一一推翻 尤其是那些涉及到文官集团利益的政策 矿税就是其中之一 江南文官不想交这个税 想把钱揣进自己的腰包 他们肯定就抬出了士大夫不需要交税这个古老政策 而这么一搞 以前被他们承包下来的煤矿 就全部变成了他们的私人产业 全都不用交税 这属于典型的国家资源被私人侵占 只要稍微有一点点眼光见识 或者说有一点点正义感的人 就知道这样做不对劲 这样搞下去的结果 必然是一群硕鼠助空整个国家 冯眷看来就属于那么有一点点眼光见识 也有一点点正义感的人 他不想国家资源被侵占 不希望高家村占了金水沟的煤炭之后 将煤矿轨迹在某个官员的名下 然后就顺势就将整个煤矿都吞了 这时他做不出来 李道玄笑了 这冯眷还挺有意思嘛 他不怪冯眷对高家村有所提防 反而觉得在他的位置 有这样的提防才是个好官 若是完全不加思索 欢喜喜将煤矿送给高家村 那反而说明他是个婚官 那自己反而不能留他 免得一颗老鼠屎 坏了自己的一锅汤 他越想要保护煤矿 不交给高家村 李道玄反而越看得起这个人 想将之收入麾下 他今天能拼命保护 旧明廷的国家资源 今后才会拼命地保护 新国家的国家资源 李道玄开口道 冯大人是担心我们高家村 抢了河阳县的煤矿 冯眷听到李夫人这么一问 也不由地将表情严肃了起来 李夫人 高家村对我河阳县有恩 这个本官是知道的 但煤矿这东西 不敢随意交由私人承包 这里面的道道 实在太多了李道玄微笑 这样吧 咱们定个君子协定 咱们高家村在金水沟挖一天的矿 就会无偿拿出粮食 来救济河阳县的老百姓一天 如何 这话一入耳 冯眷的心中又是一惊 高家村出招了 挖一天矿给一天粮 反过来想就是 如果不给他们挖矿 他们就断了对河阳县的粮食支援 我的天 这典型的一手面包一手刀 接还是不接 冯眷的眉头深深地皱了起来 现在的河阳县是不能断粮的 一断粮 全县老百姓都得饿肚子 三匙刀削面 也别想再吃到了 二呸 我现在怎么会想到刀削面点 抓住重点 老百姓一旦没吃的 第二个翻山院 第三个翻山院都会陆续出现 河阳老百姓好不容易得来的安宁生活 又要再一次破坏 这样一想 如果能用金水沟的一点点煤矿 换来全县老百姓有饭吃 那也不亏 这波高家村也许很赚 但我河阳县老百姓绝对不亏 国家资源虽然有流失的风险 但国家资源难道不应该拿来 给老百姓保障生活吗 该 冯续脸上的表情也变得郑重和严肃 不苟言笑 认认真真 端端正正地道 好 那本官就与你们定一个君子协定 你们援助河阳县一天的粮食 便可以在金水沟挖一天的煤矿 朝廷那边不管有多大阻力 都由本官来顶 李道玄微笑 挺好的家伙 那就这样吧 其实 不管冯续给不给煤矿 李道玄都会救援河阳老百姓 再换一个角度来说 不管他给不给煤矿 李道玄都会去挖煤矿 以冯续一个小人的力量 根本阻止不了李道玄这个巨大的天尊 他只是小小的斗一斗这个小人而已 斗弄的结果还挺好的 没有让他失望 李道玄微笑道 既然咱们谈好了 那我们就要去管理金水沟的煤矿了 冯大人是和我们一起去 还是给冯首令 让我们带去给官瑶的挖煤工人们看呢 冯续 本官和你们一起去 他还真想看看 高家村这群人 要怎么折腾自己的官媒 于是 高一夜的队伍 开始向着金水沟去 冯续也骑上马 带着师爷和牙医一起出发 高一夜进了大车 不方便和骑在马上的冯续说话了 倒是三十二也骑着马 和冯续并肩走在一块 两人还蛮适合交谈的 三十二微笑道 冯大人还真是 清风俊杰 冯续道 过奖 本官也没什么本事 这几年被一个翻山越 闹得全线满目疮夷 愧对所有父老相亲 三十二号骑地道 和阳县现在还有多少老百姓啊 冯续道 翻山越闹得凶的时候 本官还真不知道有多少人 反倒是最近几天 高家村的人过来发凉了 许多躲起来的人跑出来打工 这倒是让本官方便统计 目前本官统计在案的人口 有八万三千二百三十二人 估摸着 还有一万人左右 躲在偏僻之处 没有被本官统计到 三十二心中暗赞 这人还是有点本事的 这才几天时间 居然就将人口都统计得清清楚楚了 冯续继续道 本官现在唯有一个担心之处 那就是 本县这八万多已经统计出来的人口 每天吃最低限度 也要消耗四五万斤粮食 若是想吃的宝典 则需要八万斤粮食 而且 贵村还让他们打工 每天给每个工人三斤粮食做工钱 如果有三万人出来打工 那就是 每天还要额外多发出去九万斤粮食 冯续道 总计每天最低需要消耗十三万斤粮食 这个数量可真不少 他看着三十二的眼睛 一脸认真的问道 不知道贵村究竟撑得了几天 三十二一听就乐了 心想 天尊随手抓一把面粉下来 吃撑你的八万人口 不过 话可不能这样说 他假装摆出一副难堪的表情 眉头皱起 脸露担忧之色 每天十三万斤吗 且让我 精打细算 他故意把手指头掰来掰去地算了起来 冯续见他算得认真 表情好似有点为难的模样 心里也有点担忧起来 暗想 三管师的表情 为何如此沉重 是因为听到了我河阳县的人口之后 感觉到了压力了吗 天啊 你可千万别说撑不了多久 这大旱灾 还不知道要持续多久吗 请高家村务必要撑住 正想到这里 三十二伸出了三根手指 我们只能撑这么久 冯绢大吃一惊 三天 三十二件冯绢那一惊一炸的模样 心中就暗笑 这位县令还不知道道玄天尊的神力 有多么的浩瀚 对我们高家村的实力 真是完全不了解呢 也罢 和你逗逗玩 他对着冯绢伸出来的三根手指摇了摇头 当然不可能才三天 你也太小看我等了 冯绢 啊 三十天 三十二继续摇头 不止不止 冯绢 三个月 三十二笑 冯大人为啥总是想得这么小气呢 就不能大胆点 想多一点 冯绢深深地吸了口气 试探着问道 不会是 三年吧 三十二哈哈大笑 三生三世 冯绢 老实说 这话他不太信 三十二也知道他不会信 微笑道 冯大人其实也无需考虑这么多 和阳县如今已经有四海龙王降雨 此时又正好是春耕时节 已经种下了农作物 根本用不了三生三世那么久 只削半年时间 和阳县产出的粮食 就能支撑老百姓们活下去了 到时候 又何须咱们高家村再救济你们呢 冯绢点了点头 这话倒是在理 说话间 金水沟已经到了 这地方离县城还真是近 也就走走聊聊 走出县城之后 上个小山坡 钻进小山沟 一小会儿就到了 走进快到煤矿的地方 整个山沟都变成了黑颜色 两边的山壁 全是黑色的矿石 脚下原本黄土的关道 现在也变成了黑漆漆的颜色 这大约是因为 这条关道上长期运输煤炭 掉下来的煤渣 把关道都染黑了 前方出现了一片窝棚 用树枝和干草堆成的那种破草棚子 在这片窝棚边 就是一大片露天煤矿了 一大群黑乎乎像煤炭一样的人 在里面劳作着 这里的环境可不怎么好 冯卷有点担忧地 看了一眼高一夜乘坐的车 心想 这位大夫人 不会嫌弃这地方脏吧 刚想到这里 就见车帘子开了 高一夜刷的一下从车里跳了出来 脸上 看不到半点嫌弃之色 反而是一脸的兴奋 对着一群挖煤人就跑了过去 哇 原来煤矿是这个样子 他居然对着一个黑乎乎的挖煤人问道 大叔 煤炭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是把黑色的石头挖出来之后 再用了什么特殊手艺做的吗 那哇 没人看到一个有钱女人跑过来问话 吓了一跳 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身份 总之不敢得罪 赶紧恭敬地回道 启禀夫人 煤炭从地下挖出来 就是煤炭 不需要再用什么手艺了 呀 这么简单 那我也能挖了 他蹲下身 在地上捡起一块拳头大的煤炭 在手上把玩 转眼就把两只手都弄得黑乎乎的 袖子也被染黑 小时候觉得这个东西好贵好贵 根本用不起 没想到从地下挖出来就能用 哈哈 我要挖两块回家玩 那挖没人大汗 夫人 您手上那块 是我挖的 知道的了 不会抢你的 高一叶把手里的煤炭还给了那人 左瞅瞅 右瞅瞅 有一把铁稿摆在一边没人用 他飞快地跑过去 拿起了铁稿 这个是谁的 先借给我用用啊 这铁稿是一个正在休息的挖没人的 他哪敢拒绝有钱人的要求 只好有气无力地印了一句 夫人请随便使用 高一叶拿着铁稿跳进了矿坑 对着一块黑乎乎的大石头 用力一稿就敲了下去 只听到钉的一声 铁稿反弹开去 高一叶一个屁蹲坐倒 这下裙子也完了 黑乎乎的不成样子 他搓着被震得发麻的双手 挖 挖这个也不简单呢 挖没人苦笑 夫人 您刚才那一下 挖的不是煤炭 只是一块很硬的黑石头 其实煤炭没这么硬 高一叶 秋菊和冬雪这两位秘书 飞快地跑过来 扶起高一叶 往车子里面拖 夫人 脏了 您全身都弄脏了 快回车里 我们给您收拾收拾 三个女人眨眼间 又返回到了车子里面 冯娟看得直发愣 这什么情况 这里家大夫人 圣女大人 原来也是个调皮的主啊 32 冯大人无须在意 咱们家大夫人 毕竟还是个小姑娘 冯娟 确实 小姑娘有点活泼 也是挺好的 她精神一振 今天来这里 可是来做正事的 向前几步 站到了矿坑前面 大声对着所有挖煤人道 所有人都听好了 本官宣布 从今天起 金水沟煤矿 不再由官府管理 交由高家村的李家承包使用 刚才那位姑娘 就是李家的大夫人 我身边这位 是李家的三管事 不是排名第三 而是她姓三 你们今后听他们的命令行事 可听明白了吗 挖煤人们齐刷刷地行了个礼 动作麻木 僵硬 对于他们来说 给官府挖煤 和给某个大老爷挖煤 都没什么区别 反正都是苦哈哈 给谁干活 不都一样苦哈哈吗 冯眷 好了 现在让三管事 来和你们说两句 她退到一边 交出了C位 三十二笑嘻嘻地走到了 冯眷刚才站的位置 对着所有挖煤人扫视了一眼 看到这伙人 死气沉沉的样子 她倒是一点也不在意 多年的师爷生活 让她很清楚 和底层劳动人民打交道 最重要的是情是什么 直接出王炸吧 三十二道 今后你们为我李家干活 就是 我李家的一份子了 李家从不亏待工人 所以 我宣布 从这个月起 你们每月的工钱 提高到三两银子 这句话一出口 所有挖煤人同时僵了 就仿佛被人瞬间同时 点中了他们的穴道 使得他们无法动弹 其实不光他们僵了 连旁边的冯眷也僵了 三两银子 李家疯掉了 这些挖煤人 可是社会最底层的奴工啊 都是当初祖辈打了败仗 被抓起来从事这种工作的 祖祖辈辈的剑籍 你这一来 直接给到每月三两银子的工钱 这简直和江南复县的老百姓收入一样了 没想到 这还没完 三十二又补充一句道 对了 不光有工钱 还包吃 挖煤人这时候才惊叫出声 啊 挖煤人们 真是一辈子也没听说过这种好事 不光包吃 还有额外的三两银子工钱 这他喵的 哪是挖煤人啊 都赶上县城里卖油廊的收入了 这新来老板 不会是骗我们的吧 一个胆子大点的挖煤人 向前走了一步 管事老爷 您刚才说的 不会是真的吧 我们 我们可不经骗的 三管事 若我所言有半句假话 让我下一个生出来的儿子没屁眼 挖煤人们大喜 如此毒事 那肯定是真的了 李道玄听到这里 却倒抽了一口菠萝包 你这家伙 根本就不可能再生出儿子了吧 这个发誓虽然有些真诚 但却不多啊 不过 除了李道玄和三夫人之外 并没有别的人知道 三十二早就是个公共了 挖煤人们对他这个毒 那是深信不疑 一群人齐声欢呼起来 太好了 新东翁太好了 新东翁是良善人家呀 冯眷 在旁边嘖嘖暗叹 有钱就是好 一来就猛砸钱 瞬间就让这些挖煤人 从麻木不仁的状态 变成红光满面的状态了 只要李家不说虚话 真的能兑现三两银子的工钱 这些挖煤人 对李家的忠诚度 马上就能拉满 今后 我若想把煤矿收回官府管理 这些挖煤人 只怕要造反 想到这里 心里有点慌 但再仔细一想 李家既然对穷哈哈的挖煤人 都这么大方 那必不可能吝啬交一点税吧 只要他们肯交税 那煤矿一直在他们手里 也没多大关系 不算国家资源被侵占 这一下倒是释然了 这时候 高一夜又从车里跳出来了 脏兮兮的小手 已经被秋菊擦干净 衣袖染黑的地方 也被冬雪给他翻进去看不到了 只是弄脏的裙子没法处理 还是黑乎乎的 他走出车来 指了指 从县城通向金水沟 那条黑乎乎又狭窄的官道 冯大人 天尊想将这条路拓宽 修成平整的水泥路 还反请您发榜文 在招募县民工来 尽快将这条水泥路建成 从这里通向县城 也就四五里路 应该用不了多少天吧 冯眷 只要工钱到位 名夫不成问题 高一夜点了点头 又看向蛙梅工人们 那一片窝棚 天尊说 住这个不行 一点风吹雨打都扛不住 若是淋了雨 工人们生了病多可怜 调集县民工来 给蛙梅工人们 修建一个宿舍 要干净整洁的水泥房子 冯眷又道 只要工钱到位 高一夜又转向了矿工们 你们挖矿时要注意安全 回头天尊会安排人 给你们送来安全帽 安全服 棉布手套 更好的挖矿工具 夏天会给你发清凉饮料 他BellaBella 罗列了一大堆福利 听得所有蛙梅人 满头都是问号 我们还是社会最低层的蛙梅人吗 高一夜 跟着我一起唱 咱们工人有力量 嘿 咱们工人有力量 秋菊冬雪两人居然 从车里拿出两个小手骨 两人一起给高一夜办起奏来 蛙梅人们一听 咦 这歌还挺好听的 很有力量的感觉呢 老板娘都发了话 那就跟着 唱准没错了 上百名蛙梅人 一起跟着高一夜唱了起来 每天每月工作忙 盖成了高楼大厦 修起了铁路煤矿 改造得世界变样么变了样 挨飞逢卷 这歌是怎么回事 为啥连本官都感觉要跟着唱起来了 明明本官不是工人 三十二哈哈大笑 拉起冯娟的手道 冯大人 咱们就别掺和了 回县城里喝两杯去 我这里有一坛上好的五粮液 冯娟精神一震 五粮液是什么酒 本官居然没听说过 三十二神秘兮兮地道 香得很 嘿嘿嘿 一喝你就懂了 冯娟大喜 哦 那本官倒要试试 京城 玉书房 年轻的崇祯皇帝朱友简 就和往日一样 批改着奏章 今年已经是他登基的第三年了 朱友简却仿佛已经登基了三十年 整个人已经不再意气风发 不再有锐气 仿佛被套上了沉重的枷锁 显得有点唯靡不振 随手抓起一份奏章翻看 是陕西那边发过来的 说是陕西都梁道红成仇 在寒城 遗川两地大败贼军 先先后后连续击败王左挂 张树胜 鸡三 王虎 小红狼 一丈青 掠地虎 混江龙 王家印 朱友简精神一阵 心情就好似坐上了一台喷射机 这个独梁道红成仇是何许人 为何如此厉害 大太监曹化纯在旁边低声道 此人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 出售刑部将西清历历斯主事 历元外郎 郎中等职 在刑部任是六年 天启二年 着生浙江提学千世 以财高十世 所选人才接俊其 为朝廷所器重 两年后 升千两着承轩布政左参议 天启七年 升陕西 都梁参政 朱友简 这人升官如此之快 曹华纯低声道 此人有真才实学 朱友简点了点头 再看了一眼这家伙的战功 心中也暗叹 陕西那边一片迷烂 但这家伙居然连战连结 看来还真是有点本事的 文武全才啊 心里正在琢磨着 给他点什么赏赐 突然 一个小太监跑进来 急道 陛下 大事不好 严随巡抚张梦京 突然死了 朱友简 嗯 怎么回事 他身体不是好好的吗 太监苦着脸道 张梦京是气死的 数月前 武镇总兵进京秦王 张梦京麾下的 严随总兵无自免 客扣行凉 勒索不愿入位的 军事交纳会营 盗卖军马 张梦京得知之后 忧愤而死 朱友简顿时大怒 心情就好似 坐上了一台跳楼机 岂有此理 如此任性妄为 给朕立即将他拿办 曹华纯低声道 拿不得呀 陛下 秦王军本来就已经有两步划遍了 这时候 若是下令拿无自免 他自知必死 豁出去了一闹 那就是第三路 秦王军划遍 影响非常不好 朱友简捂住了胸口 感觉缓不过气来 差点也跟张梦京一样 被气得归了天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缓了过来 沉声道 任命红城筹为严随巡抚 接替张梦京的位置 待剑奴退军之后 再把无自免给震办了 李道玄的事业 跟着高一夜 三十二 冯眷三人一起进了河阳县城 冯眷摆了酒席来招待两人 三人吃得正香 突然 一骑快马跑进了县衙 马上骑士 一袭白衣飘飘 正是白冤 他在潜厅找不到冯眷 静止往后院跑 直冲到酒席边上来 冯大人 大事不好 我得到确切的消息 王家印的船队 很快就要来攻打洽穿码头了 冯眷手上的筷子 啪哒一声落地 鼻血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总之 去召集各村各镇的名团 赶往智川码头 白冤道 我也要去通知 城城县的名团过来驻站 冯眷一甩官府的下摆 跑了出去 只留下声音飘了回来 好 本官立即召集名团 城城那边就拜托白先生了 白冤看到高一夜和三十二两人也在 倒是颇有点意外 你们也正好在河阳县城 高一夜微笑 嗯 天尊也在 白冤大喜 赶紧抬头对着天空 启禀天尊 白水王二平安归来了 现在正在洽川码头 李道玄听到这句话 心中也不由得一喜 很好 王二这个人 在他看来 也算是半个自家小人 平安就最好了 白冤飞快地道 但他也并不是轻轻松松地回来的 他去说服王家印 加入高家村 但失败了 王家印不肯来 他的七弟张立卫 和同族王国中 还想杀了王二 幸亏王二早有准备 使了个金蝉脱鞘之际 偷了一艘小船 用最快的速度逃了出来 在一个时辰前 刚到洽川码头 李道玄道 王二既然劝说失败 那王家印肯定就要按原计划 攻打洽川码头了 也就是说 用不了多久 王家印的水军 就会顺流而来 白冤 正是 所以在下 正打算回高家村去 通知和教习赶来相助 嗯 你不用回去了 李道玄 一来一回太浪费时间 我去教和教习过来 白冤抱了抱拳 多谢天尊 李道玄心想 洽川码头还没有纳入我的视野 这一仗 又是我看不见的仗 没法出手保护自家小人 万一有点损伤 心里又要痛半天了 得给小人们一些 更稳妥的自保手段才是 脑子里突然想起 王家印的船队 上一次攻打山西河曲线 被山西总兵 拿西洋大炮给轰回来了 这倒是个防御船队 很好的办法 码头炮台 对船队的压制 是相当有效的 上一次给了高家村的将警 一些毛细钢管 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 把大炮造出来 时间还没过几天 感觉有点紧啊 李道玄的手指 在高家村上一点 视角刷的一下就跳了回去 首先把视野移到兵营附近 他现在的视野已经很宽 长一千米 宽六百米的庞大视野 能将兵营 火器局 骑兵营三个营房 全都同时纳入视野 李道玄也不废话 直接打印了一张纸 在天空中一亮 全军出击 增援洽穿码头 三个营的人立即行动起来 最先出发的是噪音 骑兵营动作就是快 一说走 立即就有一百多骑冲了出去 那是他核心的一百二十马贼 现在全都转变成了精锐骑兵 而后来招收的新骑兵们 才刚刚翻身上马 急匆匆地跟了上去 也不知道能不能追上先前部队 接着就是程序的人了 用最快速度收拾好行装 跑到火器局领了弹药 赶紧出发 他们是步兵 行军速度 当然是跟不上骑兵的 这一路要赶到洽穿码头 最快也得一天时间够得走的 李道玄心里暗想 水泥路还是得尽快搞定 那样至少可以用太阳车运兵 看到马步兵都出发了 李道玄这才将视角切到了降警 刚一过来 就看到降警的摆着两门不锈钢大炮 短短的几天时间里 铁匆们居然已经造好了两门炮 仔细一想便明白了 驻炮真正的难点就是炮管 而李道玄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毛线钢管 还在定制的时候 让店家给钢管堵上了一边 预留好了火门 基本上拿到手 就已经是可以用的炮管了 铁匆们需要做的 仅仅是给这个炮管增补一下细节 例如装上一对轮子 火门上加个盖子 接上扶手什么的 配上适合炮糖的炮弹 配上定装火药包 这些工作 比起驻炮管来说 根本不是一个难度级的 以高家村现在的生产力来说 不就是几天的事吗 只是 这玩意儿刚刚造好 还没有炮兵学习过如何使用 不管了 李道玄不想吓着小人 于是一只手戴上了无线手套 将金光闪闪的手伸向了将警 另一只手则不戴手套 才方便精细地操作 将人们看到天尊的手来了 欢呼起来 天尊伸手下来了 要拿什么 李道玄又没戴手套那只手 轻轻地捏了起大炮 摆在了戴着手套的大手里 在小人们眼中看来 就是大炮自己飞起来 落进了天尊的手掌心里 天尊老仙 法力无边 他在抓起装炮弹的大筐 放到了手掌心里 然后大手横向一摆 移到了火器局的门口来 不须他吩咐 火器局长徐大福 就带着一大群火药座跑出来 将大炮用的定装火药包 摆放在了天尊的手掌上 一切尽在不言中 李道玄将手向箱子外一收 小人们就看到 金手的巨手 托着两尊大炮 和配套的弹药 飞进了云层 消失不见 接着 李道玄又在箱子上的 和阳县城一点 视野又切回到了和县城上空 这时候 白云正准备返回洽川码头了 高一夜正对着他道 白先生 民团派了一百人保护我 既然战况紧急 你就把这一百人也带去吧 他们是咱们高家村的正规民团 战斗力肯定比和阳县的民团要高得多 里面还有趴地兔和正狗子呢 这两个人的战斗力 把他们两个除掉的话 队伍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 白云 这怎么行 洽川码头守不住 咱们大不了退守县城 不是很大的事 但是圣女的安全 却是最优先的 那一百名士兵 我可不能带走 高一夜 我有天尊照看着 怎么可能不安全 白云 天尊他老人家也很忙的 两人正说到这里 李道玄开口了 一夜 告诉白云 高家村的援军已经在半路上了 另外 将警已经造出了两门大炮 我将他们拿了过来 准备交给他 高一夜大喜 白先生 天尊来了 白云听完 大喜 援军来了 便好至于大炮 不能直接在这里给我呀 和阳县这边的老百姓 暂时还不知道天尊的详细事迹 直接从天空中放下一只巨手 会把县城里的老百姓都吓傻的 李道玄 是的 不能吓他们 所以你需要出个城 到城外无人之处 我再把大炮放下来 白云 好的 他和高一夜两人 赶紧带着一百多人的名团 往城外跑 三十二这个没战斗力的 也跑来看热闹 一行人到了城外远处 左右看了看 没有人 在这里 应该不会吓到老百姓了 李道玄这才将两门不锈钢大炮 给放了下去 这两门大炮很重 再加上一大箩筐炮弹 也是极重的 还有树包火药 这玩意儿交到名团手里 倒也是个麻烦事 名团的一百多人 全都行动起来 用数十人推拉大炮 树人抱着炮弹 树人小心翼翼扛着火药包 再次返回县城 大伙刚到县城门口 就见到和阳县令冯眷 也跑了回来 身后还跟着家丁 牙役 大队名团 他用最快的速度 把和阳县各村各镇的名团 也组织过来了 双方在城门口碰上 冯眷远远的 一眼就看到了 名团正在推拉的两门大炮 不由地吓了一跳 哎呦 白先生 你从哪里弄来的大炮 白云黑黑笑 上次在下不是说过吗 大炮的事情 交给我来想办法 冯眷仔细一想 好像还真有这事 当时听到白云说 能弄来大炮 就吃了一惊 没想这家伙 是真的能弄来这玩意儿 太厉害了 这家伙的后台 不知道得有多硬 搞不好巡抚大人 都给他面子 不过 这大炮的颜色 就有点古怪了 冯眷以前见到的夕阳大炮 都是黑不溜秋 或者是绿黑绿黑的 那种铜铁混合色 怎么眼前 这门大炮荧光闪闪的 什么古怪材质做的 白云 冯大人 现在不是围着大炮旋转的时候啊 咱们赶紧带上大炮和名团 赶往智川码头 才是正是冯眷精神一震 这倒是 咱们赶紧出发 他这边名团人数众多 而且还有牛马骡子什么的 弄了几头牛 就能拉着两门炮前进了 炮弹和火药包什么的 都可以放在马车牛车上拉着走 倒是省了不少人力 一大群人 准备向着东南方向前进 白云转过头来 对着高一夜和三十二道 你们二位 就留在河阳县里吧 不必亲自跑到打仗的地方去涉险 两人也知道自己 在战场上派不上用场 倒也不争这个 高一夜道 护卫我的一百名团 请务必带去 这也是天尊的意思 白云听说是天尊的意思 倒也不好再反对了 那圣女大人多多小心 白云和一百名高家村民团 加上冯卷带着的 一千五百人的河阳民团 浩浩荡荡地 向着洽川码头跑去 这县城到洽川码头直线距离 也有三十几里 也得半天时间才能赶到 冯卷心里还是有点小慌的 她对于自己手上这点民团 没什么信心 王家印可是有五万名部下的 这一仗怎么打 心里完全没底 白云笑着开口道 冯大人无需紧张 你看 咱们有两门大炮呢 仿向那山西总兵 将大炮架在码头 对着王家印的船队 乱轰上几炮 打沉他几艘船只 那些贼子便自退了 听他这么说 冯卷倒是稍微放下了一点心 白先生所言极是 咱们有两门大炮呢 说到这里 他突然感觉哪里不对劲 白先生 我看你身边这些人 好像就是圣女身边的 那群护卫吧 这些人里 有人会用大炮吗 白云 冯卷 你弄来了大炮 却没有借来炮兵 白云 这个嘛 冯卷一看他的表情 就知道糟糕了 白先生啊 只有大炮 没有炮兵 那又有何用 完了完了 这下完了 白云将手一挥 不要慌 大炮不过就是大号的火冲罢了 使用方法 和火冲肯定没有什么区别 在下精通火冲 百步之外 就能用火冲射杀翻山越 岂有不会用大炮的道理 冯卷 白云道 反正火冲也是射 大炮也是射 都是射数 而君子六亿中射这一亿 在下可是很讲究的 不要担心 在下亲自操纵大炮 定能将王家印的船队 轰个屁滚尿流 冯卷一言不发 只是默默地留下了两行鼻血 白云 冯大人因何突然流鼻血 你不是要情绪起落的时候才会流吗 冯卷 本官现在的情绪 就非常的起落呀 有谁听了 你刚才那一番话 能做到不起落的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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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云 两人一边行俊 一边尬聊 半天时间一会儿过 洽穿码头到了 此时的码头边上 水泥城堡才刚开始建 要建好还早呢 倒是已经建起了一条长长的木墙 它是用整根整根的树干 并排着身插地底制成 但墙头来不及搭出 可攻守军 行走的空间了 也就只是一层毒墙 做成了一个半圆形 将码头那一片水岸包包裹在其中 就仿佛现代的黄河虎口瀑布 用围墙把整个虎口部分都围起来 不让游客看得那条长墙一样 下庄的张员外 带着四百名团 在围墙后面驻扎着 另外还有白水王二 白猫 以及一百名王家村民 驻扎在旁边 再次就是 大群的民工人数上千 有的人在负责修路 有的人在负责修建水泥宝 整个码头边 一片喧哗热闹的景象 冯卷和白渊的人一到 码头边上就挤了近四千人了 规模还挺大 小小的码头边上 密密麻麻全是人头 看到码头边上有这么多人 白渊就黑黑笑了起来 冯大人 你看 咱们这边一下子就有三千多人了 人数也不少 冯卷 我们这是三千多乌合之众 而王家印有五万乌合之众 哇 说谁是乌合之众呢 跟在白渊身后的趴地兔不开心了 他本来是护卫高一叶的 但是高叶将他交给了白渊 他就一路跟着来到了洽川码头 本来一直低调的 跟在白渊身后 也没搞什么幺蛾子 但是现在突然听到冯卷说 他们是乌合之众 这能忍 趴地兔向前一 不 哼哼道 冯大人 虽然你是个大人物 但也别小看了 咱们高家村的名团 高家村名团第一高手 江湖人称趴地兔 武艺高强 一剑光寒四十周 用乌合之众四个字形容我 岂不是太失礼了吗 他自信满满的态度 嚣张的语气 挺身向前傲骨满满的样子 倒是让冯卷移了一声 从头到脚地打量了趴地兔一番 感觉这个人似乎 好像 也许 可能有点厉害吧 冯卷双手抱拳 不知道兔英雄对眼前的形势 有何看法 白元听他这么一问 心里就想 糟糕 趴地兔要现原形了 趴地兔见到一线之尊 都要对自己不耻下问 顿时感觉有点洋洋得意 鼻孔向天 扬起头道 冯大人 您把敌军的数量计算错了 王家印根本没有五万人 冯卷 此人说为朝廷发来的正式军情通报 岂有错了支礼 趴地兔道 如果在陆地 上打仗 姓王也许能来五万人 但他顺着黄河来供咱们的码头 就来不了五万了 他能来多少人 取决于他有多少船 冯卷听了这话 微微一愣 随即大喜 兔英雄所言有理 哈哈哈哈 王家印来不了五万人的 他不可能有这么多船 这黄河上行舟 本就困难渔船和商船一向不多 哪怕他一路抢过来 也不可能拥有 能运在五万人的船只 他顶多只能派一支仙头部队 过来探查 趴地兔洋洋得意 没错 来的人不会超过一万 我们有三千多人 据河岸木寨防御 对方登陆作战 起码得有我们五倍以上的人数 也就是 至少要有一万五千人 才能攻得上来 我们怎么可能输得了 冯卷心想 眼前这个自称趴地兔的家伙 还是有点想法的吗 这一波分析有理有据 并非无地放始 哈哈 冯卷大笑 如此一来 本官就不慌了 他刚说完这句话 就听到那一千多个 在修水泥路 和水泥城堡的民夫们鼓噪起来 有人大喊道 要打仗吗 民团来了这么多 肯定是要打仗了吗 是刘寇要来了吗 哇 那我得走了 我也得走了 我可不想打仗 一阵闹哄哄的声音之后 一千多名民夫 突然乱糟糟地 向着西北方向逃了出去 转眼间逃了得干干净净 只留下了 和阳县民团的一千多人 以及王二帅的一百人 白渊帅的一百人 加起来刚刚两千 冯卷抹了一把汗 我们还剩下两千人 兔英雄 刚才你说 对方要五倍才能攻上来吧 一万人岂不是刚好五倍 趴地兔的汗水 哗啦啦一下 顺着额头流下 白渊忍不住大笑起来 这兔子又露气了 别闹了 架炮 白渊一挥手 把咱们的两门大炮架好 炮口对着黄河 民团的人立即行动起来 这时候 远处又响起了 德尔德尔的马蹄声 三百骑兵 从西北方向狂奔而来 为首一员女将 长得五大三粗 仿佛一只母猩猩骑着马一样 正是噪音来了 隔得还远 就大声叫道 白先生 马头无防吗 我奉天尊之命 前来增援 和教习的步兵队 还要玩几个时辰才能到 白渊转头一看 大喜 造团链 你来得及时 王家印的船队还没到呢 冯卷一看 乙方 居然又来了这么多骑兵 心中也不禁暗京高家村如此厉害 居然还能调来骑兵队 噪音大声道 我的人不适合守马头 我沿着黄河西岸 向北跑一段看看 白渊 好 侦查的事情就拜托造团链了 噪音在马背上抱了抱拳 一乐战马 沿着黄河向北跑去 身后三百骑如风般跟上 瞬间去得远了 冯卷的忍不住问道 你们高家村居然还有骑兵 那位女英雄又是谁 白渊微笑道 那是咱们高家村的造团链 专门负责训练骑兵 你看他骑兽还不错吧 冯卷忍不住道 城城县并不是铲马地吧 驾门 哪来这么多的战马 白渊黑黑笑 买 那可得好大一笔钱 白渊拿出折扇 刷的一下甩开 露出上面君子二字 用扇子遮住自己半边脸 逼格满满地道 李家颇有家资 冯卷 这哪是颇有啊 这是富可敌国吧 不知道为啥 感觉自己越来越有信心了 冯卷心想 靠着这么大一棵大树 说不定能挡得住王家印 好 不虚了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怕个屁啊 冯卷赶紧指挥民团的人 在木寨墙后面搭上架子 做个可以登上去射箭的小台子 不然薄薄的一排木墙 除了遮蔽视线之外 没有任何用处 数个民团教习 都在跑来跑去 到处分派和安排 白渊则走到了白水王二的身边 你的人 只怕不太适合参战 才刚刚脱离王家印 马上就在这里和他开战的话 恐怕有点失了江湖义气 王二摇了摇头 我对他已经做到了义气 但他的七弟张立卫 和同族王国中 想要杀我 从那一刻开始 没义气的 就不是我了 是他 我的人没有什么不能参战的 城城县也是我们王家村的家乡 为守护自己的家乡而战 不论到哪里 都说得过去 站得住脚 白渊低声道 不仅仅是这个问题 要是王家印的人 在交战时认出来你 怒骂几声王二 你为什么在对面 那咱们这边不知道 有多少人会听到你的名字 只怕不妥 王二猛然一醒 反应过来 自己可是天下第一大反贼 走到哪里 都是官府重点围剿的对象 今后自己要投高家村 那肯定得隐姓埋名 不能给高家村带来困扰才对 要是让何阳县这上千人 听到自己的名字 消息说不准就走漏出去了 后面麻烦可就多了 王二拿了块布 蒙上了脸 又伸手道 给我个黄帽子吧 白渊 你好像得戴白帽子 王二 白帽子都是有学问的人戴的 蓝帽子都是有技术的人戴的 我这种人戴个黄帽子就行了 白渊仔细一想 好像也对 那就只能委屈王二戴个黄帽子了 他戴上黄帽子蒙上脸 让他手下的一百多个王家村村民 全都黄帽子蒙脸 如此一来 倒像是一群在工作中 怕灰尘飘入口鼻的普通民工 这时候 张员外也正在整备和阳县的民团 他们的装备 比起高家村民团来可差远了 全都没有假 武器也乱七八糟的不成体系 正好看到刚才逃跑的一千多民工 留下来的黄帽子 这帽子挺结实的 用来做头盔不错呀 于是和阳县民团 全都捡了个黄帽子来戴着 这伙人穿的也不是铠甲 而是各种乱七八糟的服装 戴上黄帽子 与王二一伙人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根本分辨不出来 王二这才放下心来 这肯定不会被认出来了 李道玄的视野 看不到洽穿码头 只好放在了和阳县城上空 和阳县城里 有一点轻微的混沫 听说有流寇要攻过来了 老百姓们连要来的流寇是谁都不知道 就慌乱起来 街道上到处是乱窜的人群 听说了吗 县尊大人带着名团去了洽穿码头 听说有大股流寇会从那里上路 知道是谁吗 不知道 好像姓王 但是听说比翻山越更厉害 哎呦 不得了 为什么要去智穿码头党啊 县尊大人应该守好县城才对啊 你放屁 直守县城 外面不要了 如果能守住智穿 就能守住整个和阳县啊 街上有人吵了起来 闹得还挺凶 他们用问候对方祖宗的方式 短暂时交流了一下情报之后 便纷纷跑到县城的东南角 向着洽穿的方向眺望 但这样的眺望毫无屁用 智穿码头离县城足足三十余里 怎么可能看得见 也就只能傻乎乎地乱看看罢了 高一夜 三十二 秋局 冬雪四人 穿过混乱的人群 这四个人都没战斗力 在混乱的人群中穿行 感觉还挺危险的 但一团矮云 漂浮在四人头顶上 让四人感觉到颇为安心 高一夜道 这里的人还不知道 天上有天尊保佑着 听说流寇来就很慌 若是在咱们高家村 就不会这样了 三十二道 所以 咱们的小人书 道情细什么的 也得尽快地安排过来 是时候让天尊的名头 在和阳县里传开了 说到这里 三十二就想到了点什么 圣女大人 您的 道玄天尊除魔传 现在画到第几集了呀 高一夜黑黑笑 正在画第五集 三十二也不禁好奇起来 这一集讲了啥 高一夜 这一集讲嫦娥仙子爱上天尊了 但是天鹏元帅吃醋了 就跑去调戏嫦娥仙子 天尊大怒 打败了天鹏元帅 将他抓去交给了玉帝 玉帝就把天鹏元帅扁下戒 变成了猪八戒 扑 三十二一口茶水 差点喷出来 箱子外面的李道玄 手上 正拿着一个老师蓬松蛋糕吃得嗨 听到这话 也有点猛 魔改 西游记啊 在西游记里 穿插奇怪的情节 什么恐怖的同人作品 他手上不自禁的一屎粒 将蛋糕捏得吸碎 粉碎的蛋糕渣 从天空中落了下来 糟糕 李道玄赶紧伸手去接蛋糕渣 但是他并不是真的神 只是一个凡人的速度 掉落的蛋糕渣 哪里抓得住 只抓住了大块的 但那种捏成粉的蛋糕渣 还是掉进了箱子里面 一位和阳县的老百姓 正在街道中间乱跑 突然感觉到 脑袋上有什么东西 碰得砸了一下 似乎是一个蓬松的东西砸的 谁那东西砸我 他抬头一看 就看到天空中好多奇怪的圆球 有大有小 像下雨似的落了下来 铺天盖地 发生了什么 天上正在掉奇怪的东西下来 小心脑袋 有人捂着脑袋 躲进了房子里 但有人被砸了之后发现不痛 也就根本不躲 傻乎乎地抬头看着 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很蓬松 落在人头顶上 不会砸伤人 落到屋顶上 也砸不坏屋啊 他们的体积明显与重量不成正比 有些甚至带着点Q弹 他们铺天盖地飘落下来 瞬间落得满城都是 满城老百姓齐齐猛逼 只有高一夜 三十二等人并不感觉到吃惊 四人仰头看着天空到 天尊在施法了 老百姓们以前没见过蛋糕 但是 这里可是河阳县呀 中国黄河生态美食名称 这里的老百姓 最拿手的就是吃 他们只用了一瞬间 就将这些从天而降的奇怪东西 跟吃字挂上了沟 有人道 看起来像是面粉做的 我闻到了浓浓的甜香味 里面还有鸡蛋的香味 想那么多啥 尝尝不就知道了 有胆大包天的 也不管有没有毒 抓起一块 就往嘴里一塞 一瞬间 他的表情就变了 用一个虎扑的动作 扑通一声扑在地上 将数块蛋糕扎护在了身下 一扶谁和我抢 就干掉谁的表情 城中多处 都有这种试吃的勇敢者 吃了一口之后 二话不说 蹲下身子 就开始猛捡 这样的动作 拥有极强的传染性 很快 县城里几乎所有人 都在捡蛋糕扎了 高一叶看着街道上 到处抢蛋糕扎的老百姓 摊手道 天尊再给 河阳县的老百姓们过节了 三家等于 这次又会是个什么节呢 秋菊 我猜这次叫做 天尊心血来狐杰冬雪 我觉得应该叫 天尊蛋饼节 李道玄名校皆非 这次叫做 天尊今夏节 听到他说话了 高一叶赶紧抬头 啊 天尊来了 这个节尾瞻叫 今夏节啊 李道玄 被你的 道玄天尊除魔传第五集 给吓的呀 高一叶翘脸为红 天尊不喜欢这样的情节吗 嫦娥仙子爱上你 多好 李道玄 爱缘是后裔的更妻子 你知道吗 别人家的妻子跑来爱上我 这是什么功可怕的展开 不用等天彭源忠杀过来了 后裔提着功找我拼命啊 高一叶大吃一惊 收 嫦娥仙子 居然是后裔的妻子 这事情 没人告诉我 李道玄一把捂住了 旁边的三家等于 秋菊 冬雪三人 也同时把捂住了脸 李道玄 编故事可以天马行空 但尽量自己创作内容 不要去别人的故事里乱懒喝 不然很容易出现 刚高一叶可怜巴的低下了头 知道了 我错了 李道玄 嗯 知错了就好 这一集的内容改一改吧 高叶赶紧应命 秋菊和冬雪也一起行礼 通命 他们两人 也是要超合的 就在这时候 高一叶突然又开口问 天尊呀 后叶和您一对一的话 您能不能打赢他 李道玄 后叶做一个远程 ADC 审版是很包的 一对一的能力弱 随便拿个突击型英雄 都能秒杀电 嗯嗯 就是这么回事 高一叶小脸微红 原来天尊比后叶还厉害 正就算抢了嫦娥仙子 也不用怕 不过 这段改改也好 他要是真的和没恶仙子好了 我心里也会有点 李道玄 你表情不对劲 又在想啥 高一叶 没有没有 我马上回去改第五节 你们这边正扩着玩呢 另一边 满城老百姓 正在用最快的速度 抢蛋糕青 不少人抢好几大块 满足地往家里抱 地面上的抢完之后 大伙的注意力 转到了屋顶上 又不少人爬上了各个屋顶 捡那些落在了屋顶的蛋糕 有一大群老百姓 在一个小巷里 发现一一块像假扇一样大的 巨大蛋糕渣 这群老百姓 居然分工合作 派人住了小巷的两端 然后呼朋唤友 在小巷里面分割起大蛋糕渣来 一阵哄抢节俭之后 接到干净了 满城都还残留着蛋糕的甜香味 老百姓们护住食之后 脑子就开始清醒了 这好吃的蛋饼 是从哪里来的 天上掉的鸣 可是天上为什么掉蛋饼 你问我 我哪知道 我只知道蛋饼很好吃 你 就在老百姓们议论纷纷的时候 县街门口的大鼓 被人叮可地知响了起来 大群老百姓 赶紧涌向了县牙漆 堆在衙门前的广场上 只见马天正马道长 正拿着鼓踢 用奇怪的舞蹈动作 敲击着大鼓 带到周围人多了 马天正才放下鼓锤 转过身来 面对着所有人大笑道 等可知 刚才的蛋讲 是从夏儿来寺老百姓们摇头 这当然不知道了 意思是 贼寇虽然要来了 但事儿等不必担心 有天尊跑老人家照顾着此处 而等只需吃好睡好即可 根本不需要担心流寇的事 老百姓们愣了愣 短暂地猛逼之后 不知道是谁欢呼了一声 接着 大群人一起 欢呼起来 这欢呼声 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县城 让所有人都沐浴在快乐之中 马天正回响了 夏天尊风格 大声道 今天就是天尊蛋饼节 大家放开肚皮 开心地吃蛋饼吧 节了 吃蛋饼啊 还怕个屁的流寇 是 话说回来 这蛋饼我吃了几口之后 感觉我也做得出来 真的 给我鸡蛋 面粉 糖 酵母 我绝对能做得出来 别使了 这大灾年的 哪里去找这些材料里 道玄听到了他们议论声 心中暗乐 这些材料 高家村倒是都有 自从粮食问题解决之后 高家村已经开始饲养家育和家畜 高三娘养的小鸭子 现在都已经变成好大一群高家商圈里 还有个人 买了高三娘养的构子去 将它们做成卤鸭子 开个卤肉店呢 现在生意好的很 另外 鸡 猪 牛等玩意儿 高家村也已经有不少 看来可以通度地引导一下两线间的通商了 高家村和城城县的商品 可以累到河阳县来 而河阳县这边的特色商品 可以累到高家村和城城县去 让老百姓们进行资源交换和技术交流 走动越多 感情越越深吗 刚才不是有个自称尝过了 就能做出蛋糕的家伙吗 如果把鸡蛋 酵母 糖运过来 他说不定真能做出蛋糕 然后再把蛋糕类 回到高家村去 充分发挥中国黄河生态美食名城的威力 把他们的美食文化发扬出来 让高家村那帮子 刚刚衣食无忧 却还没吃过多少稀奇好东西的人 再打开一下味蕾 32 你回到高家村之后 去组织一下短缝的小商队 从高家村运些鸡蛋 糖酵母 布皮 椭花一类的东西 到河阳县城来 卖给这边的老百姓 高一夜这时候 还和32在一块 将天尊法旨转述了过去 32马上会议 高家村经过几年发展商品种类 已经很丰富了 而河阳县这边 暂时只有天尊献给他们的一些面粉 他们还需要各种五花八门的生活用这些东西 天尊也可以直接服给河阳县 但却并没有直接刺 而是让3加2从高家村迈过来 这其中的道理 他当然是一瞬间就明白了过来 两地之间要多走动 走动越多 感情越深 第二天 上午 洽穿马头 一阵轰隆隆的马蹄声中 噪音部顺着黄河西岸跑回来了 一边跑一边急吼 王家印的水军来了 他这一喊 顿时将安静地置穿马头 吼得热闹 在马头上守候了一天的名团 立即紧张起来 所有人都吞了一口唾沫 白渊站在一个临时搭起来的剑楼上 对着下面的噪音大喊 大约还有多久到 噪音 船队的速度不比马慢 我们前脚到 他们后脚也会到 白渊 来了多少人 噪音摇了摇头 我不懂得通过船队的规模来判断人数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若对方骑的是马 我一眼就能扫出来多少骑 白渊点了点头 辛苦你了 噪音 我的人可以下马 协助你守马头 白渊摇了摇头 笑道 宝贵的骑兵 可不能这样用啊 噪团练 您率骑兵队后退一礼 若是我们的木寨墙被攻破 你再率骑兵队突上来收拾他们 噪音 好吧 他也知道 高家村练出这几百骑兵可不容易 那些新兵担子 几乎是从零开始学习骑马 吃了不知道多少苦 才从步兵变成了别角的骑兵 若是让他们下马去守马头 端得是有点浪费 自己还是退开吧 作为第二道保险更好 那白先生 你小心些 噪音纵马向西北方向退开了一礼 流出可攻骑兵冲过来的距离 白渊则转头看向了北面的河面 看不远啊 他伸手入怀 摸出了一个长长的细铁筒 这是白公子送给父亲的宝贝 名字叫做望远镜 是白公子在物理课上学习了光学 之后发明出来的东西 请降警里的铁匠打造了铁筒 然后请了一位行红狼 从西安拐骗回来的琉璃匠 做了两块镜片 最后合在一起 变成了这个简易的望远镜 做工还很粗陋 倍数也不高 但是肯定比肉眼看得远 白渊拿起望远镜再看 嘿 这下看到了 一只庞大的船队 已经在北方的河面上探出头了 为首的是数艘中型的商船 后面跟着一大片小渔船 最小的就是一只偏舟 大点的也只能装个几十人 浩浩荡荡一大片 占据了大量的江面 黄河水流湍急 在这里操舟可不容易 但流寇中步伐在黄河边上 逃口了一辈子的渔夫 这些人撑着船 倒也让这只船队 能在黄河中如履平地 为首的船上 亮着一面大旗 上书一个白字 白渊转过身 对站在他身边的王二笑道 王二兄 看来率领船队来攻打咱们的人是你 那是白水王二的白字旗 王二 我姓王 我的旗是王字 白渊 哦 那就是你手下白猫 他率领敌人来攻打我们来了 王二 白猫就在我们楼下 戴着个黄帽子 白渊见王二跟不上自己的笑话 只好贪了贪手 王好汉 你有点缺乏幽默感呀 王二哭笑不得 好吧 自己确实有点缺乏幽默感 这许多年来 没笑过几次 另一个建楼上 冯眷也伸长了脖子 向江面上看 但他没有望远镜 不如白渊看得清楚 看到了船影 也看不到上面的旗 只好转过头来 对着白渊这个建楼大声吼道 白先生 你看清来的是哪一个贼子了吗 白渊 只看到一个白字棋 看来是我自己攻打自己来了 冯眷哈哈大笑 白先生这种时候 还有心情说笑话 倒是让本官安心了不少 白渊转过头来 压低声对王二道 你看 别人都听得懂我的笑话 王二 冯眷大声道 既然是白字棋 那来的人 应该是王家应麾下的大将 白玉柱 白渊 哦 我倒是没听说过 王二低声道 白玉柱是个很中庸的家伙 能力并不突出 不算厉害 但也不蠢 在王家应君中的地位 仅次到紫金梁 虽然位置很高 却经常让人感觉 不到他在场 是一个扔进人群 就容易被忘记的人 白渊听了这话 哼哼了一声道 同样姓白他 容易被人忘记 而在下却光芒万丈 他真是给咱们姓白的人丢脸 王二 他并不姓白 白玉柱只是个外号 白渊 诡异的安静 持续了五秒 白渊五指激张 掌心向天 对着王二道 你这次回来高家村 是专门来吐槽的吗 王二 冯眷大声道 白先生 你还在剑楼上聊什么 流寇的船队来得好快 快想办法 白渊精神一震 好的 所有人不要乱动 各自站在事先安排的位置 高家村民团 跟我过来 他飞快地从剑楼上爬了下去 高家村的民团围了过来 白渊带着高家村那一百人 来到了两门不锈钢大炮的前面 两门大炮早就已经用石台固定好 炮口斜指着黄河 而河面上 白玉柱的船队正在飞速驶来 白渊 拿火药包来 啪地吐双手 给他递上一大包火药 白渊就像再给火冲装填 药弹一般 将一大包火药 全都倒进了炮堂 接着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棍子 捅进棍口在里面捅压捅压 把火药压实 拿炮弹来 旁边一名长得很高大粗壮的民团士兵 双手递上来一枚炮弹 白渊伸手一接 整个人就向下一沉 炮弹落地 发出鹏的一声巨响 险些砸到了他的脚 白渊脸上变色 这么重 一枚石心大铁球 能不重吗 王二弯下腰 双手抱起了炮弹 帮着白渊塞进了炮管里 白渊又拿棍子捅进去 捅着炮弹滚到底部 与火药压实 黑黑一声笑 绕到大炮后面来 掀开火门上的小盖子 将一根火绳 放进了火门里 与火药凑在一块 再将盖子盖回来捂好 搞定 白渊得意洋洋地道 大炮应该就是这样 用得和火虫也没啥差别 他这一通骚操作 还真没错 这两门红衣大炮 与明朝时的大口径 滑糖火虫 其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使用方法也如出一辙 船队越来越近了 白渊这边的大炮 也装填好了 他转到大炮后面 左瞄 右瞄 开始调整炮管的仰角 王二忍不住道 直接就打 不先和他们说两句吗 这似乎不合江湖规矩 白渊 说话得靠近 让他们 把船靠近到码头边来的话 咱们的大炮 还有啥用 还不如别守着制船码头了 直接任由他们登陆算了 王二 这话有理 王二发现 一旦用上热兵器的话 就不能让敌人靠近 那什么战前喊话一类的事情 根本就不可能 战场似乎不是讲江湖规矩的地方 罢了 王家印的七弟和同族 想杀我的时候 可也没和我讲江湖规矩 王二不说话了 白渊黑黑一笑 从啪地兔手上 接过一个火把 点燃了一门大炮上的火绳 火绳在燃烧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放到了大炮上 白渊和高家村民团们 默默地退开了些 还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耳朵 他们见过火冲开火 那么一丢丢的火药 就能发出很巨大的响声 打出很大的威力 这次的红衣大炮长达一丈 口径也比火冲大了 不知道多少倍 里面的大铁球 比火冲用的铅弹也大了不是一个档 这玩意儿开火的时候 得有多大威力 简直不敢想 所以他们退远又退远 耳朵捂的是半点不敢松 白渊捂着耳朵一看 旁边的一些和阳线的民团 居然没捂耳朵 赶紧对着他们大吼道 退远点 捂好耳朵 民团的人被他一吼 才醒悟过来 大伙全都把耳朵捂住 接着火声烧完了 轰 一声巨响 简直是惊天动地 轰一大炮猛的一阵 炮口喷出一团怒烟 推着一枚大铁球飞了出去 同一时间 炮管自己也弹跳了起来 喷出一股庞大的烟雾 连拖放着炮管的石头 都被带歪了不少 众人虽然已经捂着耳朵了 但通过骨骼传来的声音 依旧震耳欲聋 好大的威力 可怕 第一次见识大炮威力的民团 全都吓得猛了 白渊的注意力 却在敌方的船队上 他想看看 自己瞄了又瞄 掉了半天的大炮 是否能一击命中目标 然而 并不能 远处的河面上 突然冲起了一条巨大的水柱 那水柱离最近的船也有一丈远 打得好歪 白渊啊的一声惨叫 双手抱头 射这一翼 滑掉滑掉 不过 这一炮虽然没有直接命中 却让白玉柱的人奇奇异惊 有人在船上大喊起来 糟糕 对方有炮 没想到小小一个河阳县 居然也有炮 肯定不是县令的炮 是西安调过来的吧 陕西总兵王承恩吗 不 不可能 王承恩进京秦王去了 那是谁打的炮 王承恩不在 也有可能是陕西巡抚亲自来了呀 传上一片急吼吼的叫声 流寇们有点慌 也不怪他们慌 因为他们 在不久前 还被大炮教训过 就在数日前 王家硬派他们跨河攻城 攻打山西河曲县 他们当时也是这样 划着船 唱着歌 还以为小小县城 自己必定守到擒来 哪知道山西总兵王国梁 在县城城墙上架起大炮 对着船队一阵乱轰 轰得他们屁滚尿流 上次被炮轰的事 仿佛就在上次 记忆犹新 现在突然遭到炮击 让他们想起了 被大炮支配的恐惧 白大哥 对方有炮 我们怎么办 白玉柱的旗舰上 一群旱匪也有点慌 围着白玉柱急问 白玉柱这个人 实力不突出 但是短板也不突出 碰上这种事 倒也不算慌乱沉硬了几秒 不要怕对方只开了一炮 说不定 他们只有一门炮呢 他话音刚落 远处的码头上 轰的一声响 第二炮来了 这一次 白玉柱并没有打得更准 滑塘炮是 根本不可能瞄准的 但他这一次 运气却比第一次好 只听到滑的一声响 一艘小鱼船旁边很近的地方 冲起了一条水柱 黄河水流锐急 操舟本就不易 离船这么近的地方 突然落下炮弹 冲起水柱 那水流自然也剧烈震荡起来 船要是大点还好 惊得起躁 但这只是一艘小鱼船 猛地一晃 险些轻翻 船上有十个流寇和一名船夫 那船夫常年在船上讨生活 这点晃荡对他来说毫无压力 但那十个流寇就不行了 船一晃 七个流寇掉下了水 北方人又大多不识水性 一落水就慌得一匹 哇哇就喝了两口黄河水 手脚不停地扑揉 船夫赶紧伸了一根浆去接 不料水里的人一伸手抓到浆 就是猛地一拖 把船夫也拖下了水 那船失了控制 向前乱冲 碰得一声撞在另一艘小鱼船上 导致第二艘船也猛地一晃 又是三个流寇落了水 旁边的船赶紧过来施救 船队中间顿时一片混乱 白玉柱 我操 与此同时 白渊却在大喜 哈哈哈哈 中了中了 这一次我中了 设这一意 加回来 王二 明明没中 是他们自己乱了 白渊假装没听到 刷的一下 又跳到了大炮旁边 大笑道 赶紧重新装填 但他吼完这句话 就发现不对劲了 两门大炮在发射了一次之后 都移了位 炮口不再对着自己 刚才瞄的方向 必须复位才行 但这沉重的玩意儿 要归位可就麻烦了 需要好多人一起扛台 啪地兔 震狗子等人 一涌而上 准备将大炮复位 但一个名团士兵的手刚放上去 就唉呦地叫了一声 将手又缩了回来 好烫 白渊马上明白过来 这东西 里面装的火药太多了 爆炸的一瞬间 产生了大量的热量 将整个炮管都烧得很烫 降温 需要给他先降温 快快快 拿水来泼 寨子里早就准备了许多水 有人举着水桶过来 对着大炮一焦 哗啦啦一声响 滚烫的炮管 居然将水蒸发了不少 生一片水雾 可见这玩意儿有多烫 白渊又急叫道 降好温了 快复位 拿刷子来 清理炮糖里面的残药 对了 再拿不卷来 绑在棍子上 要伸到炮糖里面 将里面的水擦干 不然不能用 整个炮台边上 一片混乱 白渊这时候才发现 大炮这玩意儿 和火冲虽然 发射原理一样 但使用起来 还真是不太一样 火冲一个人就能玩得转 但这大炮 一大群人还玩不转呢 他心里已经开始 默默地盘算起来了 看来一门大炮 至少要配置一组炮兵 有负责装弹药的 负责瞄准点火的 负责清理 炮糖和复卫的 不熟练的情况下 就会像现在这样 一群人围着团团转 若是熟练了 至少要四五个人 才能操作一门炮 好 以后按五人一组 来训练炮兵 大伙一阵忙乱 至少也花了 132次眨眼的时间 终于将大炮 重新装填完毕 炮口也重新对准了 河面上的流扣船队 而这132次眨眼的时间里 流扣的船队 又靠近了不少 黄河水流本来就湍急 顺流而下的船队 是来得很快的 再加上流扣们 被轰了两炮之后 加快了速度冲过来 当真是快如电闪 白元知道 两门大炮 只有一次的发射机会了 他大声叫道 点火 其余人 准备作战 弓箭 弩手 轰轰 两门大炮再次开火 这一次 贼军离得近了 一门大炮运气好 居然正中一艘中型商船 那船上被轰出一个大洞 目屑纷飞 好几十个流扣 跳下了河去 另一炮却打歪了 只是引起流扣一阵混乱 但与此同时 大量的船只 已经冲到了码头边上 抢滩登陆战 要开始了 跑得最愉快的船 一头扎上了 智川码头的沙滩 一群汉匪冲上了岸来 放箭 冯眷一声大吼 吼声出来的同时 就发现自己的鼻血 躺了下来 他伸手一抹 将那鼻血在脸上 抹成一个箭头形 放箭放箭 河阳县民团拉开了弓 他们的弓很混乱 有大烧弓 有小烧弓 也有普通的猎弓 轻弓 乱七八糟的 对着刚上岸的汉匪 就是一轮箭语飞过去 那群汉匪居然不惧 拿出盾牌 身子往盾后一缩 只听到嘟嘟嘟的响声 盾牌上插了不少箭支 汉匪受伤的却没几个 白渊马上看出来了 边军 这些人是叛变的边军 王家印自己就是边军出身 他麾下也有大量的叛军 实力强横 所以他 才能成为崇祯初年 诸禄汉匪的老大 连战连结 这可不是吹出来的 是真的有实力 若是让这伙边军站稳了沙滩 后面就会有流寇 源源不断的登陆 冯眷大吉 用弓箭很难对付他们 哼 联军又如何 白渊拿出自己的献糖火冲 随手一瞄 就瞄准了最前面的汉匪 看那人的样子 也像个边军百户 或者队长一类的 是个标杆人物 碰 一声冲响 那人前俩开花 倒在了沙滩上 旁边的边军大吃一惊 对面不光有炮 还有火冲 怎么打得这么准 郑中队长的脸 他娘的 撞运的吧 站稳了 不要怕 有人吼了起来 白渊一边装填弹药 一边对着趴地兔和正狗子大吼 你们有带手榴弹吗 趴地兔摇头 没有 我们这次出来 是奉命保护圣女大人的 所以没有携带手榴弹 该死 那还得得等和教习带主力来 白渊继续装填着弹药 眼睛扫过沙滩上 那队长被干掉之后 汉匪们的士气稍微受挫 但不愧是边军守住沙滩挡着剑 硬是不退 还不时还两剑过来 射在了高大的木寨墙上 后面又是三艘船 同时冲上了沙滩来 三船流扣不断地跳上岸 趴地兔等人举起了手挪 对准那群刚上岸的人 就是一轮乱射 不少流扣重箭倒下 有人还没来得及下船 直接掉进了河里 溅起巨大的水花 但更多的船只也靠了过来 冯娟从债墙上面探出个头去看 正巧一名流扣射了一箭过来 箭矢扑的一声 射在了冯娟的头上 这一下可把他吓坏了 但却没感觉到疼痛 这才想起来 自己头上戴着个白帽子呢 这帽子是用藤条编制而成 仿佛藤甲兵的头盔 防御力相当出色呢 放箭 继续放箭 别射那些拿着盾牌的边军了 冯娟大吼起来 射那些船上的 划着船过来的家伙 大量的箭矢对着船只飞去 流扣举着盾牌 锅盖 木板 甚至厚厚的棉衣 用这些东西挡着箭矢 向着岸边飞快地划来 箭矢对他们的打击效果并不太好 白渊不禁想起了两三年前 布詹尼第一次攻打冯渊镇的时候 梁士贤找高家村 借了几百张彩色的大弓 射出去一片歪布拉击 没啥威力的箭矢 就把布詹尼布吓得心生惬意 只想着逃跑了 但是事过境迁 如今的流扣已经成长了 不是随便射些箭 就能挡得住的 白渊心中也不禁暗叹 我方并没有太多的优势 只凭着和阳县的名团 这码头不好守 就在他盘算着该怎么办的时候 啪地兔头盔上插着一只箭 弓着腰 跑到了大炮旁边 对着白渊叫道 白先生敌军已靠近 我们的大炮用不了吧 白渊 是的 用不了了 那炸药包 本兔借用一下 啪地兔拿了一个大炮用的火药包 插上火绳 然后把火绳点燃起来 对着沙滩上猛地一甩 那炸药包刷的一下 滚到了一群举着盾牌的边军脚下 边军们 白渊 咦 还能这样 火绳烧完 轰 火药包炸了 这火药包里面 并没有混着小铁珠 也没有铁皮包裹 不是开花弹 所以 他的杀伤力是很有限的 但他在边军们脚边爆炸 却足以将边军的阵型给打乱了 烟尘滚滚而起 边军一片混乱 盾牌都歪开了 民团的人趁机一波箭雨 对着那爆炸的烟雾射了进去 只听到烟雾里响起一阵惨叫 有人从烟雾里冲了出来 身上还插着好几只箭矢 有人则向后退却 扑通一声 翻落进了黄河 啪地兔仰天大笑 哈哈哈哈 果然 只有靠着本兔爷 才能打开局面 啪地兔这一搞 还真是给民团的人 打开了思路 正狗子等人 也赶紧抓起定装的炸药包 插上火绳就点 烧到一半 就向着河滩边上乱扔 只听到轰隆隆的爆炸声 连绵不断响起 河滩上的贼军 被炸得哭爹喊娘 那爆炸的伤害并不大 但它起到的震撼作用 却足够大 贼兵的船只 居然一时半会不敢靠岸 先前拼命冲上岸的边军 就成了孤军了 被又炸又弓箭射得折腾了一会儿 边军也顶不住 只好向后退 半个身子泡在了水里 有的人甚至退回水中之后 双手攀住船弦 只有一个脑袋露在水面上 用盾牌护住 别的部位蜷缩在水里了 贼兵攻势短暂停滞 白渊看到这一幕 心里也不由得暗谈 平时循规蹈矩的士兵 是不会想到 把炮弹用的火药 拿手扔出去的 也只有趴地兔这种 一向喜欢恶搞的人 才有这么灵活的思路 这家伙总是在这种时候 意外地发挥作用 正想到这里 旁边的家丁 将献糖鸟冲递了过来 老燕 您的火冲装填好了 白渊这火冲兵 也是世界上独一份的 别的火冲兵 都是自己开火自己装填 但他已经进化到了 开火之后 把冲交给家丁装填 根本不需要自己动手 嘿嘿一笑 接过火冲来瞄准 泡在水里的一个 边军队长脑瓜子 碰 一冲打完 潇洒地将手里的火冲 递给家丁 装上 家丁 老燕 刚才那一冲没打中 设这一意 需要滑掉吗 白渊翻了翻白眼 我假装用转身的动作 糊弄过去 你还非要给我说出来 家丁 众人刚聊到这里 突然听到 站在高高的剑楼上的 冯卷大吼 不好了 看北边 看北边 白渊文声转头 看声音诱 只见到一群流寇 居然在没有债墙 也没有民团驻守的 河岸边攀上来了 那一段河岸 全是陡峭的悬崖峭壁 下面水流又湍急 不宜用来登陆 所以 民团也没守 没想到 流寇居然蹬得上来 原来 白玉柱也不傻 在攻打洽穿码头的同时 就派出了一对 擅长攀爬的汉匪 在北边远处 悬崖峭壁的河岸边登陆 然后冒着生命危险 从悬崖边爬了上来 这样爬上来的汉匪 当然不会太多 而且也携带不了 什么好用的兵器 身上也不能披甲 全都轻装 提刀 顶多背了一块 轻便的小皮盾 或者小锅盖 用这样的轻装小谷部队 去绕袭正规民军 或者清军的话 根本没有屁用 但对河阳县民团的士气 打击却很大 河阳县民团 比起高家村民团的训练度 差了十万八千里 仗着码头边 已经建好的木制寨墙 来防守的话 倒还能像样地打打仗 一旦发现 敌人突破了一方的防御攻势 从侧面登陆了 内心马上就慌得一批 阵型乱了 许多民团士兵 不知道自己的脸 该朝向哪一边 是对着河滩 还是对着刚刚爬上岸的 这群汉匪呢 射向河滩的箭矢明显地减少 贼一军压力顿时减轻 大量的船只 往河滩上跳 冯娟大急 白先生 快想办法 白猿黑黑一笑 刷得一下甩开了扇子 冯大人莫及 他话音刚落 轰隆隆的马蹄声响了起来 在后方一里左右距离 看戏的骑兵营动了 噪音一马当先 现在的噪音 与刚加入高家村时的噪音 装备也完全不同 他身上披着山文甲 看起来威风赫赫背着开员弓 手上提着一柄长枪 左手抓缰绳 右手提枪 纵马及时的模样 真是帅得不行 可惜对他使用形容词 只能用帅 不能用美 有辣美一丢丢的遗憾 将他们赶回河里去 噪音大吼一声 冲向了那群青庄汉匪 那群汉匪听到马蹄声 转过头来一看 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三百名骑兵对着他们杀过来了 这他娘的 怎么回事 这小小河阳县 又有大炮 又有炸弹 还有骑兵 这什么鬼地方 骑兵得去如风 汉匪们脑子里 也就刚转了这么一个念头 噪音已经到了面前 挥起长枪 对着最前面一个汉匪 就是一桶 扑的一声 透心凉 他身后的老部下 马术惊觉 也来得快 跟着就一枪 那部下大叫起来 糟糕 我长枪脱手了 原来 他一枪捅在汉匪身上之后 枪身上穿了一个尸体 没来得及抽回 而战马冲锋 速度很快 不会给他时间慢慢收枪的 马是向前一带 那人的长枪便脱了手 噪音转过头去 怒骂 怎么搞的 部下尴尬地道 习惯了用刀 这还是第一次用枪实战 一不小心就脱手了 说完 刷的一声 抽出了血量的腰刀 他还是更喜欢用刀 噪音 用上刀 那就和普通的马贼没有区别了 没有了骑兵冲锋 用长矛远远地凸死对方的威力 噪音大怒道 回去给我再练一万遍 虽然出了一点点小插曲 但是骑兵对轻装步兵的优势 还是太大了 骑兵营仿佛风一样刮过流寇们 长枪腰刀一阵乱捅乱砍 杀得汉匪们哭爹喊娘 这群爬上崖的汉匪本来就不多 人数还不如骑兵多 真的是连一点翻盘机会都看不到 残余的汉匪怪叫一声 又向着山崖下面跳了下去 下面是滚滚黄河 落下水哗啦一声 见起一个黄色的水花 好一会儿才从水面上冒出头来 江面上的流寇们赶紧划船过来救援 噪音在悬崖边勒马站定 身边120名马贼在悬崖边一字排开 跃马横腔 对着崖下的流寇们一阵吃笑 笑了几声 他突然感觉不对 人好像有点少 猛回头 后面树杖还站着180名骑兵 不是噪音的马贼老部下 而是到了高家村之后 新招募的新兵担子 他们没有凑到悬崖边来 在那里畏畏缩缩 想过来又不敢过来 噪音质问道 你们在干嘛 打了胜仗 过来一起嘲笑贼军啊 那群人一脸尴尬地道 我们的马术还不太好 有点怕离悬崖太近 万一战马不听话 带着咱们跳下去了怎么办 噪音怒 废物 回去之后吃睡 都给我在马背上 白玉柱站在一艘中型商船上 抬头看着悬崖上方的骑兵队 眉头紧紧皱起 本以为攻打一个小破县城 随便一冲就能拿下的 哪知道在河滩会遭遇大炮 炸药的轮番教育 派兵绕后 又被人家骑兵给击溃回来 这一下 还真是让他有点措手不及 他娘的 这小小河阳县 非要扫老子的面子是吧 白玉柱大怒 老子就不信你火药这么多 能炸个没完没了 今天非得破了 你这小小码头不可 他对着左右的吩咐道 让所有人暂且休息一下 刚刚那一波失利 造成的情绪压一压 等士气恢复了 再冲一波 下一波所有船只一起涌上码头边靠着 后面的船也不用靠岸了 就用前面的船当踏板 直接往岸上冲 流寇们应了一声 暂时停止了攻势 原本已经冲上的码头的船只 现在也拉了回去 向着上游收回去了一些 黄河上游别的地段 船只几乎是不可能漂在江面上 不被冲跑的 但偏偏这里有个未带式的回水弯 这大批船只居然能停在江面上休息 只会缓缓流向下飘 飘了一段之后 船夫只要随便划几下 就将将船只划回原处稳住 双方就这么一边在岸上 一边在水面上 暂时地稳定住了局面 冲眷皱着眉头 贼子安敢 如此嚣张地停在河面上不走 真是欺我官府无人吗 白渊摊手 官府确实无人吗 陕西总兵王承恩正在惊师秦王呢 冲眷尴尬地笑了笑 白先生 贼子既然这样停着不走 那肯定是在休息 等着下一次进攻 你的大炮呢 趁着机会对着他们轰上几炮 让他们连休息都没法好好休息 白渊摊手 炸药包用完了 冲眷的鼻血默默地流淌了下来 怎么会的 大炮才开了几炮 就没炸药了 白渊 炸药包被趴地图他们扔出去了 扔起来可比开炮快多了 一转眼的功夫就没了 哎呀 害我想练习一下射数都不行了 冲眷 这就相当地尴尬了 冲眷紧张起来 那贼子的下一波进攻 我方没了火药 如何能够抵挡 白渊向着西北方看了一眼 笑道 下一波就不用我们挡了 冲眷 高家村民团 到了 白渊大笑 冲大人 让你的民团撤下去休息吧 接下来看高家村怎么打 高家村民团赶来了 为首一员大将 穿着山文甲 还蒙着面 正式程序 身后一千五百名士兵 其中五百火冲兵 两百名制弹兵 另外八百名传统冷兵器的士兵 王二这还是第一次看到 高家村真正的战力呢 一看这规模 顿时一愣 一惊 同时也一喜 高家村如此之强 至于冲眷只看了一眼 这支部队 就感觉到头皮发麻 这里面披甲和拿火器的士兵 也太多了吧 如果只有少数人披甲 拿火器 还可以理解为老百姓 为了迎战流扣 而自发筹备武器 是一种自保行为 朝廷睁只眼闭只眼 也就过去了 但数量多到这个地步 这冲眷伸手占了点鼻血 也不知道该在脸上画个什么了 只好随手一揉 将自己画成了一个大花脸 画完之后 将牙一咬大声下令道 和阳县民团暂且退下休息 将洽穿码头 交给高家村民团来防御 程序到了近前 一挥手 根本无需再下什么命令 高家村民团 就在各个百人队的队长指挥下 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位置了 火冲兵没有爬高 而是排成了整齐的队列 在寨墙后面集结起来 制弹兵和弓箭手 则爬上了剑楼和寨墙 有趣的是 高家村最早使用三眼神筒的 那十个火冲兵 居然也没有加入火冲兵队列 而是拿着十把鸟冲 跟着弓箭手一起爬上了剑楼 白渊见到这一幕 有点好奇和叫习 那十个火冲兵不进队列 程序黑黑一笑 他们用的也是刻了唐线的火冲 白渊恍然大悟 用了线唐线 那设计的精度就非常高了 没必要和华唐枪兵们 混在一个队列里面 玩排队枪壁 他们完全可以像弓箭手一样自由发挥 白渊笑 那以后 他们得自成一赢 得给他们取个新名字才行了 程序微笑 天尊已经给他们取好名字了 就叫做散兵 白渊 散兵 那岂不是散兵游泳的意思 这可是个贬义词啊 程序 在下也向天尊提出了 但天尊说 随着战争手段的发展 散兵以后不会再是贬义词 就这样取名不会错的 白渊仔细想了想 点了点头 确实 如果所有的火冲都有了唐线 装填弹药的问题得到解决 抵我双方的射程都越来越远 那战争的打法肯定会和现在不一样 大方阵什么的会变得越来越傻 所有的士兵都会变成散兵呢 反正天尊说的肯定是对的 白渊也不纠结这个问题了 只是有点小寂寞 一下子来了十个散兵 那自己这个能在几百步距离外 一枪爆了敌人狗头的射数高手 就显得没那么出风头了 出风头三个字 虽然不属于君子六义 但白渊也是很讲究的 程序爬上剑楼 向着河面上扫了一眼 又看到河滩上躺着不少流寇的尸体 就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了 笑道 看来贼寇攻了一波 被你们打退了 现在正在休息 积蓄力量打第二波 白渊点头 既然河叫袭来了 这第二波在下 可要看热闹了 程序笑着摊了摊手 其实我也是个看热闹的 白渊 程序道 自从用上了大量火器之后 我也就只能在开战之前下个命令 开战之后 我也没啥用处 除了看戏之外 啥也不能做 士兵们全都是按照训练时的步骤 在自行作战 白渊 程序笑着把白渊也拉上了剑楼 来来来 白先生也一起上来高处看戏 我们来打一场不需要指挥的战斗吧 白渊拿出了线堂鸟冲 哼哼 在下不一样 就算不参与指挥 在下也能用射来增援我的士兵 我可是全才 全才 王二也默默地跟上了剑楼来 认真地看着前方 白玉珠双眼猛地一睁 休息够了 传令全军 准备进攻 他手下的几名亲信 立即行动起来 传开命令 在船与船之间传达命令 其实是件很麻烦的事 如果是海军的话 通常是需要起雨的 但白玉珠水军没有这个问题 流寇的船 全都紧紧地挨在一起 大船小船之间 只有很小的间隔 扯开嗓子吼就完事 准备干活 攻码头了 白老大下令 一会儿所有船只 直接涌到岸边堆在一起 靠不了岸也没关系 直接用前面的船做踏板 就能冲上岸去 杀了不知死活的河阳县令 把那些和咱们做对的名团 都堕碎了喂狗 喂狗多浪费 拿回去自己吃 哈哈哈哈 流寇们一边行动 一边骂骂咧咧 刚才那一波失利 让他们心里也憋了一股气 他们自从跟着王家印造反起事以来 也就仅仅只吃了两个败仗 一个是在河曲县 被山西总兵王国梁 拿西洋大炮轰的抱头鼠窜 另一个就是在宜川县 被红城仇莫名其妙地打崩 除此之外 还真是没尝过失败的滋味 赢得越多 一旦受到小挫折就会越愤怒 整个船队都开始活动起来 船夫们做好了猛划船冲向码头的准备 士兵们也开始准备 他们刚才打那一波已经看出来了 守军的主要进攻手段还是弓箭 炸药包也就炸个响 吓唬人其实没啥威力 只要自己说好盾牌就不怕了 没盾牌的顶一床后棉被 也可以挡得住箭根本不用虚的 这些渣渣名团 一旦被我们冲进弓箭没用了的时候 就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 可轻易一战而平 准备进攻了 听我号令 白玉柱啪的一下点下了FRA 大声下令 全军冲锋 河面上所有船只 除了白玉柱的旗舰之外 都在向前冲 那画面还真是有点吓唬人 若现在守在寨墙边的是河阳县名团 只怕就这一个画面就吓哭了 但现在已经换成了高家村名团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冯卷从高高的箭楼上看下去 高家村名团虽然也有一小部分人 露出了害怕的神色 但大多数人根本不为所动 这一千五百人里 只有五百是新兵弹子 另外一千人都是 参与过黄龙山剿匪的老兵了 在与王左瓜的交战中 他们早就已经锻炼出来了 根本不为所动 一名队长大声道 准备推倒寨墙 冯卷 哎 干嘛要推倒寨墙 没了寨墙拿什么手 白玉校 单层寨墙 上面太窄 妨碍咱们的火冲兵轮流射击了 所以需要推倒 放心吧 咱们的兵 不需要寨墙 也能守得住这脸 冯卷 第一排船只冲到了岸边 汉匪们刷刷刷跳下船 举起盾牌 拿起锅盖 顶起棉被 还有人撑着木板 各种花式挡尖的法门 被他们表演得淋漓尽致 后面的船挤在了前面的船边 岸边立即堆上好几层船只 密密麻麻把江面都遮蔽了好大一片 流寇们从后面的船 跳到前面的船上 再跳到岸上 动作还挺灵活 简直就像百猴过江 站在舰楼上的高家村民团们 举起手弩 对着他们刷刷地射过去一片箭雨 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高家村民团里 准备冷兵器的部队只有八百人 比起河阳县民团的数量要少得多 但是 他们射出来的箭雨 却比河阳县民团一千多人射出来的还多 这当然是因为 河阳县民团根本做不到人手一把弓 他们的装备太混乱 射出去的箭雨 稀稀松松的 但高家村民团 却是人手一把手弩 而且都是出自高家村匠井里的木匠 材料 有天尊提供 制作的时候 根本不计成本 可谓把把精工巧制 射出去的弩箭威力 远比河阳县民团的公钥墙 刘寇顶着这样的箭雨登陆 那就别提多难受了 有人的盾牌 没拿正扑的一箭射中他的腿 他惨叫一声 盾牌一歪 接着就是扑扑扑 胸口连中好几箭 惨叫着满地打滚 有人顶着棉被前进 只听到棉被上扑扑的箭响 不敢掀开棉被看前面的路 结果在船与船之间的缝隙处 一脚踏空 掉进了黄河里 顷刻间 刘寇就倒下一大片 不过 这一次 他们铁了心要冲上去 教训一下不知死活的民团 不肯轻易退缩了 上了岸的边军们 将盾牌撑好 顶着箭雨缓缓前进 他们身上还穿着布甲 就算偶尔一箭 问题也不大 强行推进 还真是有点威力的 后面还有一大群叛变的 卫锁兵跟上 在后面是流寇跟上 三的档次 层次分明 很快 这伙人就在箭雨下站稳了脚跟 边军领队的大笑道 他们没扔炸药包了 肯定是炸药包用完了 前进 保持好顿阵 前进 就在这时候 他们突然听到轰的一声巨响 木制的摘墙 突然倒下来了一大片 灰尘漫天 扬起来的沉沙 遮蔽一大片的誓言 流寇们短暂时愣了愣之后 突然大喜 哈哈 他们的债墙居然自己倒了 白玉柱 天柱我也 肯定是他们柱债墙时 偷工减料 没有好好把木材扎身 进攻 就供那债墙倒下的地方 流寇们欢呼着怒吼着 冲向了债墙倒下的位置 就在这时候 碰碰碰碰 火冲声响了起来 就在那债墙倒下之处 漫天看不见的沉沙之中 数百根火冲 连续不断地响了起来 滑塘枪不需要瞄准 只需要对着一个大致的方向 排队乱放就行 所以 沙尘对他们并没有丝毫影响 子弹穿过漫天黄沙 对着迎头冲过来的流寇 就是一轮爱的暴打 子弹的威力和弓箭 可不是一回事 手上拿着铁盾牌的士兵 还能挡上一下 但拿着锅盖的流寇 就没这么好运气了 千弹再打在锅盖上 轻易洞穿 后面的流寇惨叫一声 捂着重弹之处 倒了下去 对不起 感谢观看